他们是娱乐圈公认顶流恩爱夫妻 但结婚两年却从未见过一面 影视方面更是无合作无同框 基本都是工作在各自的档期 这也成了温丽每次出席活动最大的难题 因为每个主持人都会将她老公送宴作为话题 所以她每次都是尴尬的回应 而今天她又接到了一档夫妻宗的邀请 身为死对头的郑雪玄机嘲讽她不敢去 圈子里谁不知道你们是协议夫妻 难道你想厚着脸皮去唱读角戏吗 在死对头面前温丽怎能甘拜下风 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说自己一定去 而另一边宋燕刚拍完一条大片戏码 紧接着便习惯性地带上她的婚件 手机上的一条消息让她十分心急 玄机便拒绝了导演的晚饭邀请 因为再不回去 她的老婆就要跑路了 而刚刚出席完活动的温丽摊坐在车上 现在网络上对他们上夫妻宗的呼声很高 而深知自己婚姻状况的她却气火难下 由于这个家常年都是自己独居 刚进门便脱下束缚自己的黑色长裙 却浑然不知家中已经多了一个男人 然后就这样光溜溜地走到了宋燕的面前 而宋燕显然也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叨 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身体看许久 缓过神的宋燕先是用指甲装挡住眼睛 然后一声哦 吓得温丽直接猛逼 双手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身体 整个人瞬间从天灵盖红到脚后跟 然后一句没什么语文水平的 卧槽 差点震动整个小区 对面的宋燕却是一脸的调侃 看来我回来的很是时候啊 说完便一把拽过温丽的手臂 穿过一条毛毯裹住温丽光溜溜的身体 在看温丽羞涩的表情中带着一丝怒气 你不是在拍戏吗 杀青了吗 宋燕没有回答问题 而是一步步把她壁咚到墙上 虽然这个时候问有些不解风情 不过温老师 我们的协议还没有到期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做些夫妻间该做的事情 这啰啰的出现在协议老公面前 他会怎么样 不要啊 我 我们不是假的吗 这边的横店拍摄基地 影帝宋燕刚帅气的完成一场爆破戏 导演喊cut后 他习惯性的将婚戒戴上无名纸 看着手机上关于自己妻子温丽的热搜 他和大家打了个招呼 说自己有事要回趟家 导演追问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宋燕说再不回去 老婆就要跑路了 一波甜蜜的狗粮撒给了大家 这边内域流量天花板 当红一线小花 温丽 一身紫色琉璃裙蜿蜿设计 将她的好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 走下红毯 因和自己的死敌正血较劲 说自己会参加夫妻档综艺 回去的路上内心自我检讨 不应该嘴硬逞强 自己好像给宋老师惹麻烦了 回到家身心俱疲的温丽 脱下高跟鞋 脱下束缚的修身礼服 总算可以轻松地呼吸了 准备美美地洗个热水澡 可是刚打开房门 就听见久未了的温柔雌性声音 你回来了 温丽一惊 她怎么回来了 这时宋燕才转过头看她 没想到看到的是这么劲爆的场景 温丽的身材凹凸有致 皮肤白皙 吹弹可破 两人四目相对 温丽用手捂着自己的重要部位 脸红的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而宋燕却是拿着文件 遮住自己的嘴 轻浮地感叹一声 两人的动作都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 此地乌银三百两 掩耳盗铃 自欺欺人 欲盖迷章 大家想想还有什么词形容 评论区我们探讨下 女人在外性感 妖娆恶诺多思 回家后脱掉提升魅力的高跟鞋 脱掉展示傲然身材的晚礼服 脱掉贴身所有的衣物 隔游潭窝在沙发里 才是最放松的时刻 此时的温丽正和老公宋燕四目相对 惊恐地问道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然后转身就要逃 可是宋燕已经起身抓住了她的手 我回来的时间不是刚刚好吗 一手扯过毛毯 把温丽包裹得严严实实 温丽气鼓鼓地问道 你不是在拍戏吗 杀青了吗 没有请假了 宋燕回答 壁东道 回趟自己的家很意外 随后更是将脸贴了过去 虽然这时候问 有些不解风情 不过 这个是怎么回事 温老师 我们协议还没到期吧 看着有些心虚 又袖涩可参的温丽 宋燕就想一清方泽 她慢慢靠近 马上就有进一步动作时 只听咕噜一声 两人都是一愣 温丽捂着小脸 这几天为了走红毯 都没怎么好好吃饭 所以一阵风势地跑去洗手间 说我 我先洗个澡 碰着关上浴室的门 随后传来哗哗的水声 温丽也在想 要如何和宋燕开口 可是今晚的三连机 令她赌气答应参加夫妻档综艺 人间有你 主持人的猎奇心理 正雪的咄咄逼人 和众多影迷的支持和期待 还有就是 娱乐圈都在疯传 他们是协议夫妻 因为他们没有影视合作 没有综艺同框 连社交软件互动都极少 最最关键 疯传的信息是真的 女人在外性感 娇羞 可爱 此时影帝宋燕正在翘首以待 翻看今日热搜上 美得不可方物的温丽 她的一颦一笑 都牵动着她的心 每一条关于她的热搜 她都疯狂点赞中 此时温丽沐浴完毕 为失粉带的她 更是为清纯佳人 宋燕目不斜视 一步步地向她走来 温丽退度 难道她 她想 只见宋燕伸手拿过毛巾 帮她擦起湿漉漉的头发 温丽局促不安 羞红了脸 原来是自己想多了 宋燕开口问道 温老师 听说你想参加人间有你 要不离婚的事再等等 这时温丽才想起正事 叹了口气 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刚想说 我让公关团队去澄清 就被宋燕的刻意去 打断了她的话 温丽疑惑道 宋燕说 他们团队也联系我了 宋燕的话 让温丽一扫今晚的阴霾 所以问 宋老师能问问为什么吗 只见宋燕转过身去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谁会和钱过不去呢 跟在身后的温丽 内心无比雀跃 说道 其实那个协议 我就是打个草稿 你说缓缓 就缓缓吧 对了宋老师 我们再聊聊 面对凑上来的温丽 她根本不知道 自己现在有多诱惑 宋燕完全听不到她在说什么 因为她已经忍了很久了 只见宋燕一手搂住她的腰 一手顺着她的颈部 环抱住她的肩膀 嘴直接附上了她的樱桃小口 随即就发生了一些 不可描述的小故事 当红一线小花陷入三角桃色纠纷 煞尸成了娱乐圈活靶子 直到白月光的出现 就赎了她 四日清晨 醒来的温丽 看着站在阳台上的宋燕 虽然是协议夫妻 但是协议里并没有住民 不能一起睡觉 回想起昨日的一夜缠绵 是啊 面对帅气十足 又温柔无比的宋燕 试问 谁能把持得住 温丽慵懒的躺在床上 随手拿起手机 告诉经纪人丹姐 人间有你 我和宋燕接了 丹姐兴奋的就要从屏幕里 蹦出来拥抱温丽 她说 昨天郑雪还染营销号造谣 冷嘲热讽说 宋燕根本就不会陪你去 这下我连水军都不用买了 坐等官宣 哈哈 提到郑雪 温丽回想起和她的恩怨 影视圈一线小花就那么几位 大家明争暗斗是常有的事 而她和郑雪就属于 给对方造谣都不掖着藏着 因为恩怨都搬到民面上了 他们矛盾的导火索 就是郑雪的老公陆明 两年前 温丽和陆明合作某偶像剧 为了配合宣传 影视公司以名利夫妇炒CP 此剧爆火 就当宣传期结束要解放CP时 郑雪和陆明却官宣了 一时间舆论哗然 把温丽推上了风口浪尖 说她明知道人家有女朋友 还当小三炒CP 网络黑粉造谣 口诛笔伐 温丽成了娱乐圈火把子 直到白月光颂宴的出现 他们火速公布恋情并官宣 顶流的结合 才指出了舆论对温丽的恶意谩骂 温丽对宋燕的出手相救是感恩的 但是她也很费解 当年宋老师为什么要帮她呢 温丽被造谣成了娱乐圈火把子 直到宋燕和她公布恋情并官宣 才就赎了她 但是温丽一直都未曾问出口 宋老师当年为何要帮她 转头看下宋老师 宋燕也在直勾勾看着她 看她转过来 宋燕微微一笑 温丽一愣才发觉到自己衣衫不整 迅速做起开始整理衣服 而在宋燕眼中 她就像一直等待爱抚的小喵咪 这边人间有你节目组 郑雪经纪人忙得一派桌子 问道 你说代言给谁了 节目组切生生的说 冠名方表示他们的代言 已经确定给观众投票第一的温丽和宋燕老师了 郑雪当场将助 怎么可能 温丽明明知道我和陆明要去参加的 气得郑雪直接暴走 随即打通陆明的电话 讥讽道老公你魅力真大 当年害的温丽被骂了大半年 现在还要上赶着参加节目缠着你 此时陆明才听懂 所以问 温丽要上这个节目吗 郑雪听她这么问更是气急 说道 陆明 我告诉你 节目录制 你最好配合我点 要是让人看出来 当年是你不愿意解放CP 你动了想和温丽假戏真做的心思 你就等着被骂死吧 陆明不愿意和郑雪争吵 只回了一句 知道了 就挂断了电话 郑雪走到窗口 想缓和下自己内心的焦躁 可是一抬眼 就看到温丽代言的珠宝海报宣传 郑雪看着偌大的海报 就像要包裹住她整个的世界 愤恨道 温丽 凭什么你能在吸引陆明后 还得到宋燕的青睐 到底凭什么 温丽和宋燕一夜温存后 决定协议关系继续 一同参加夫妻党综艺 随后人间有你官微 就发布了温丽和宋燕严丽夫妇合体宣传照 粉丝们都很是期待 表示这笔过年都让人兴奋 温丽看着官微图片也觉得很不错 地旁助理提示 丽姐 今天节目组就开始跟拍素材了 家里也装了摄像机 温丽看着镜子中自己完美的脸庞 完全没走心的回答一句 知道了 不多时 摄制组开始跟拍 温丽在镜头前美美的和大家打着招呼 这时助理递过来一个工作餐 原本温丽还兴致勃勃 满脸期待 打开石盒 温丽的脸立马垮了下来 里面除了青菜还是青菜 这是为小兔子的吗 看着温丽突然脸色不好 设置组谢导问 温老师是小宋老师了吗 温丽没好气的说 谁想他了 助理突然提示般的顶刻起声 温丽才想起 这是录制节目呢 赶紧找补到 也不是不想 一点点哦 谢导接着问 那温老师 我们第一期的主题是惊喜 你想要什么样的惊喜呢 温丽拿筷子的手一顿 惊喜吗 毕竟是协议关系 也不好拿什么标准去要求 语出惊人的说 他活着 就算惊喜吧 突然世界都安静了 你想要的的惊喜是什么 温丽语出惊人的说 他活着就算惊喜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温丽心想 是我说的太假了吗 只看谢导和助理一脸念线 温老师 你也太会说了 填到骨子里了 温丽顿感莫名其妙 人间由你官微随即发布 你活着就是最大的惊喜 立马冲上某博热搜第一 温丽鸣嘴一笑 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助理一旁加油打气 不愧是丽姐 一句话就把他们花钱的热搜压了下去 不过又想到明天直播 担心说到 明天宋老师不在 立姐一定要hold住啊 温丽也满脸黑线 那到时候可是太尴尬了 温丽走下电梯 助理又提示 立姐回家注意摄像头啊 温丽满脑子都是明天直播 宋老师不在 她至少也得在结束前回来救场啊 温丽一边思索 一边打开房门 就和拿着行李箱 要出门的送宴 四目相对 温丽一把抢过箱子 怒声问道 宋老师你明天晚上 真打算让我一个人直播啊 宋燕表示很抱歉 临时有个通告 实在赶不回来 温丽保持着脸上的微笑 可是内心已经把宋燕骂了上千遍了 而这时的摄像头 也记录了僵持住的两人 镜头前的编导 看到这个场景 这第一期的主题惊喜 不会变成惊吓吧 为了缓和两人之间的尴尬 宋燕软声说 其实要想赶回来 也不是不可以 温丽一听 这事还能商量 瞬间满怀期待的看向宋燕 宋燕接着说 只要温老师能对我 撒个娇 温丽煞时满脸通红 她 她怎么会提这样的条件 就当编导觉得 这是有所缓和的时候 只听 砰的一声 箱子摔了出去 温丽憋红着脸 说道 你 休想 粉丝们为了支持温丽 起着五花八门的网名 可是只有一个名字 能让我们的当红小花 修红了脸 温丽马上就要自己 独自面对夫妻当 综艺首秀直播 一上线 就有四十多万的观众 奔涌至直播间 温丽甜美的和大家打着招呼 首次直播的温丽 想要看清观众的实施互动 碎乎闪着的大眼睛 不断贴近屏幕 那吹弹可破的白皙皮肤 精致的领庞 直接让屏幕前的观众 心脏麻痹 关键是她太漂亮了 互动区直接炸开 有网友直接喊妈妈 这个女人用脸杀我 吓得温丽慌忙白手 直直向后退去 经纪人单姐微信发来提示 记得感谢粉丝刷出的礼物哦 温丽开始卖力的向大家表示感谢 并且幽默的回复 感谢三丽 你是妈妈的好宝贝的 一百的潜艇 谢谢妈妈 我有钱花 不用破费了 谢谢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就是三丽的亲老公 送到五十个摩天大楼 重婚是犯法的 真是抵挡不住严厉粉的热情 俏皮可爱的互动 煞时刷礼物的 和留言的粉丝更多了 突然温丽不动了 也不说话了 只是脸瞬间越来越红了 粉丝一度以为 是不是自己网卡了 直到看见一个叫三丽美人 一玩几次的粉丝 不断刷来引入 粉丝互动去热闹了 这也是你该知道的事吗 你看你 三丽脸都红了 你这名字也真是太棒了 温丽掐着纤细的小妖 气鼓鼓的说 不谢礼物了 别再送了 你们就是送破产 我也不谢了 事实单姐的微信又过来了 你又上热搜榜一了 娱乐圈的当红一线小花 温丽 直播自嗨 放着音乐 带着粉丝 来了一场 接着奏乐 接着舞的大型蹦迪现场 温丽的直播首秀 还在继续 为了在直播结束前赶回去 给温丽撑场面 宋燕提前结束行程 刚下飞机 就看见微博一个叫 闫丽塑料夫妻情的热门话题 嘲笑夫妻综艺成了个人秀 质疑闫丽粉 还直指温丽自己花钱上热搜 宋燕随即发表评论 已经在赶回家 接受温老师批评的路上 这边温丽开始直播卸妆 由于眼妆不太好卸 需要敷一会儿 为了避免直播间冷场 温丽喊小度 放一首嗨一点的音乐 嗨曲是真嗨 音乐一响 给温丽下的一机灵 温丽开始闭着眼睛 随着律动的音乐开始摇摆 想到此时的宋燕 还不知道在哪潇洒 温丽更是放飞自我 最后感觉有点如痴如醉了呢 宋燕打开房门 本想给温丽一个惊喜 可是客厅没有人 反倒是卧室 传来一阵摇滚的歌曲声 宋燕顺着声音 推开卧室的门 看到这个场景 直接愣住 这还真是多才多艺的温老师 只见温丽太过投入 跳得正式尽兴 直播间里 粉丝风起云涌的提示 三立 你清醒点 你的美人老公 站门口笑了半分钟了 宋燕帅气的依靠在门边 欣赏着温丽的舞姿 温丽卸掉眼妆 在看屏幕时 瞳孔一下子就放大了 转头看向门口 瞬间识话 宋燕正一动不动的盯着她看 只听温丽惊吓过度 直接喊了出来 你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娱乐圈的当红一线小花 温丽 放着音乐 带着几千万粉丝 直播蹦迪 却因宋燕提前回家 惊喜变惊吓后 温丽就此上演大型双标现场 直播已结束 热搜直接被这对协议夫妻 占了前五 此时的温丽 把自己缩成一只鸵鸟 回想自己刚才失控的舞姿 完全不知道 现在要以什么形象来面对宋燕 宋燕却一脸好笑 刚才不是还很活泼可爱吗 于是凑上前去 温生说道回房睡 可是温丽都没睁开眼睛看她 直接翻过身 后背朝向她呕齐般说 今晚我就是这里了 宋燕坐在她旁边揉声问 是刚刚跳太长时间累到了吗 温丽觉得自己好像被嘲笑了 大声喊了一声 宋燕挑眉接过她的话 我 我什么 怎么我回来还让你不高兴了吗 温丽红着脸吼道 我是因为你回来不高兴吗 我是因为你回来都没提前告诉我 害得我 害得我那么丢脸 宋燕不懂了 在几千万观众面前 你都不担心丢脸 怎么对我就换了套标准了 温丽才缓过神来 是吗 那是我双标了 只看宋燕煞有其事的点点头 温丽整理下思绪回到房间 拿着手机掩饰着 却问出了心里的疑问 宋老师 你不是敢通告吗 怎么回来了 转头跟她说 其实我自己一个人能搞定 宋燕说是啊 凭借一己之力 就占了五个热搜 温老师真是厉害 温丽飘飘然 享受着宋燕的夸赞 你都知道 那你还敢回来干嘛 宋燕一正有点失望 你不希望我回来吗 温丽有点心虚 又有点嘴硬 所以转过脸去说道 不希望 你要忙就忙你的 我自己都可以搞定 宋燕叹了口气 不再接话 瞬间房间内静悄悄的 温丽等了半天 也不见宋燕说话 所以转过身问道 你睡了吗 没想到宋燕离自己这么近 两人四目相对 关键是宋燕长得也太帅了 温丽好像又要迷失 在他深邃的眼眸里 孤僻 高傲 冷艳 尊贵 漂亮的脸 清澈的瞳孔 毛茸茸又柔软的身体 还有喵喵的奶叫声 在宋燕眼中 温丽就是一只小奶猫 灯光灰暗 温丽好像又要迷失 在宋燕深邃的眼眸里 煞尸红了脸 羞涩地将被子蒙上 迅速转过身 问道没睡觉 宋燕尊贵 但凡这种生物肯遇尊降贵 以为在人类怀里 喵一声蹭一蹭 人类就失去了所有防备 温丽又等了一会 看他还是未出生 随问在想什么 宋燕说 你知道为什么狗比猫更亲近人 可是还是有好多人喜欢猫吗 温丽根本没有盖特到宋燕的脸 警觉地说 你是不是想养猫 不准养啊 到时候猫毛漫天飞 宋燕指尖缠绕撩起他的头发 轻声说 欲伸那么多头发 还好意思说猫掉毛啊 讽刺我吐了毛 顿时场面变得异常尴尬 次日郭导祖局 在会所宴请于导和宋燕 于导是一部电影捧红了宋燕 对宋燕来说 他即是伯乐也是恩师 而郭导委托于导认识了宋燕 又通过宋燕见到了百时的白总 此次就是为了感谢宋燕引荐 百时才给郭导的电影 投了两个亿 宋燕不敢鞠躬 那是白总的决策 郭导盛情邀请宋燕 出演一个先见大IP的角色 宋燕却婉言拒绝 自己不擅长感情戏 别毁了这个好本子 于导不死心的说 那你太太应该很适合了 她不是拍偶像剧出身吗 宋燕却说郭导如果觉得合适 可以联系她的经纪人 但是如果因为我就真不必了 回家的路上 宋燕想到温丽 她不喜欢麻烦我 也不愿和我扯上任何关系 随即打开房门 只见温丽穿着可可爱爱的家居服 一脸清纯 柔声轻快的和她打着招呼 你回来了 宋燕震惊 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温丽 虽说我 我是走错门了吗 是出反常必有妖 这拖鞋里不会藏了什么暗器吧 打开房门的宋燕 看着画着淡妆的温丽 穿着可爱的家居服 甜美的和她说 你回来了 我帮你拿拖鞋 原本一脸不可置信的宋燕 一度怀疑自己走错了门 随后余光扫到花瓶后的摄像头 此时的温丽已经把拖鞋整齐的摆好 放在宋燕面前 只见宋燕将拖鞋拿起抖了又冷 温丽蹲着傻傻的看向宋燕 问道你在干什么 宋燕心虚的说 抖灰 可是心里想的确实 这里会不会藏了针啊 我得好好拍拍 这一幕另进头前的鞭倒 笑得肚子痛 是出反常必有妖 宋老师这是怕温老师暗害她 温丽可是没察觉出来 起身硬生生的拉住宋燕 给她按坐在沙发上 体贴的说老公辛苦了 营业般的笑容 还温柔的给她捏起了肩膀 甚至轻易地趴在她的耳边 问道力道还可以吗 这令宋燕面红耳赤 坐立难安 轻握住她不安分的小手 说不麻烦了 我回房间休息会儿就好了 还没等温丽回答 就一溜烟的不见了 空气中只回荡着 喷了一下关门声 回到房间的宋燕 才真正完整地呼出一口气 这样的温柔体贴 反常的温老师 还真是让人吃不消啊 温丽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求救者对着摄像头说 她不领情 我搞不来 编导组接到温丽抛出的问题 回到温老师 您这也不是撒娇啊 温丽也迷惑了 我这还不叫撒娇吗 所以都纯麦蒙说 非要哥哥殷殷殷殷才算吗 总炸毛的小野猫 忽然变成小打金 侄女撒娇麦蒙被反制 温丽对着摄像头 都纯哥哥殷殷殷殷 编导组一口水还没咽下 直接吐了出来 然后疯狂点头 温丽无语 表示自己做不到 编导组诚恳建议 要不温老师 您参考下郑老师的录像 一说到郑学 温丽燃起来了战斗力 对 自己不能输 编导组说 也可能是宋老师 不太好意思 建议温丽告诉宋燕 摄像头已经关了 温丽觉得好难啊 叹了口气说道 那我再试试 所以端着一盘水果 走进房间 并假装关闭了摄像头 宋燕问道 怎么把摄像头关了呢 温丽心虚说道 那也不能一直开展 关键现在天也晚了 温丽将精致的脸庞凑了上去 柔声问宋老师 是水果吗 宋燕还是一脸防备 说了声谢谢 伸手就要去拿水果 可是温丽却挨了一声 将果排移到身后 拿起一块水果 伸到宋燕嘴边 爱妹说道 我喂你 手触碰到宋燕的嘴唇 也不自知 她不知道这一举动 已是撩拨到了宋燕 宋燕摩缩着自己的嘴唇 想着温老师 这是到底想做什么 触不及防的 就听温丽说 好了 轮到你喂我了 宋燕机械式的 拿了一块水果 投到温丽口中 温丽幸福的说道 哥哥喂的就是甜 温老师制作者的操作 饿翻了编导组 宋燕也不觉头疼 你叫我什么 温丽想着撒僵卖萌 不多叫哥哥吗 这男人怎么好像 不吃这一套呢 还有点嫌弃 虽说 哥哥 还是你更喜欢 我叫你老公呢 宋燕缓了下心神 那你再叫一声 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只见温丽 温丽根本没感觉到 宋燕的反应 冲到她的怀里 蹭了又蹭 娇柔喊着 哥哥 老公 人家还想吃颗葡萄 宋燕喉咙微动 情愫蔓延 果盘直接翻落在地 她双手反制住温丽 把她按倒在床上 两个人此时 都是瑜伽训练中 高难度动作 宋燕贴面问道 小展金 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窝进宋燕怀里 撒娇卖萌 咽咽咽咽 完全没有察觉 危险在靠近 面对近距离 和自己贴贴的宋燕 感受到她饱含 情愫的气息 温丽不自觉地 吞咽了一口口水 宋燕极力控制 自己嗓子 都有些沙哑 问道 魔人的小歹惊 你关了摄像头 又来聊过我 你到底想做什么 温丽羞红着一张脸 结结巴巴地说道 人家就是想吃颗葡萄 宋燕却不听她解释 说了句 我看你是贱 只看宋燕 一手搭在温丽修长的臀上 一手反制住 她不安分的小手 随后抽出一只手 抬起温丽的下巴 温丽的小心脏 扑通扑通地就要跳出来 紧急提示道 摄像头没关 宋老师 你冷静点啊 宋燕立马停住 满脸不解地看向温丽 温丽也是不知所措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碎用手遮住了自己的脸 尴尬说道 你先起来啊 这时节目组远程遥控 将摄像头关闭 下一部限制集的镜头 就不是他们能看的了 但是这超劲爆的预告片 马上就可以出炉 心里暗自提示自己 宋老师后面那两个字 一定得消音 要不过不了某店总局的审核啊 温丽不等宋燕说话 就解释道 节目组有台本啊 说有摄像头 怕你不好回应 然后我就 宋燕头痛符额 这温老师神经也太大条了 事先也要和自己打个招呼啊 温丽像犯了错误的孩子 抬头偷看着宋燕 心里却又倔强地想 都是节目组安排 跟我可没什么关系 宋燕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作孽啊 谁让我喜欢他呢 温丽看他不支声 又将漂亮的脸庞凑了上来 问到宋老师 你还好吗 看着这个贴过来讨好诗的小摩人精 又想起刚才自己那放浪的情愫 宋燕没好气 却还是很温柔地推开他的脑袋 抱出口道 好你个头啊 被摄像头控制的小打睛惹祸后 把责任都归咎为节目组 粉丝们对于后期影像和消音部分 都产生了浓烈兴趣 看着认真收拾散落水果的宋燕 温丽察觉气氛好像不是太对 所以问道 你是不是生气了 宋燕没有回答 温丽继续说道 我就知道 我刚才那么叫你 肯定把你恶心到了 转头看了眼摄像头 确定摄像头是关闭了 想着缓和一下尴尬处境 伸了伸腰慵懒着说 原本想叫你学长来的 又觉得好像是在装嫩 就没那么叫 宋燕手一掷 一声学长好像无形 拉近了他和温丽的距离 最起身短心说道 七老八十 你也是我的学妹 人间有你严厉夫妇第一期正片预告 刚上线立即惹来粉丝为官 观众直呼要众筹恢复销声部分 还有后续影像 某博热搜前五 被严厉夫妇直接承包 录制正片的第一天 看着温丽夫妇热度直线飙升 郑雪的手不自觉的背弃的发抖 愤怒的把手机扔向陆明 警告道 你今天一定要好好配合我 陆明扫了一眼手机上的内容说 知道了 而另一辆车上温丽嘱咐着宋燕 宋老师 今天就看你的了 一定要碾压正雪和陆明 为此还吹起彩虹屁 你可是拿过最佳男演员的 一定可以的 宋燕看着此时过度用心的温丽 觉得她好像对这个绯闻男友余情未了 虽问两年了 你还没忘了她吗 温丽却以为她问的是自己被网络暴力 口珠笔伐的被冤枉是小三的事 痛彻心扉回道 当然啊 那我怎么可能会忘 宋燕却打翻了醋毯子转过头去 温丽不解 你是怎么了 宋燕轻微醋眉 说我太太把我当工具人 我委屈一会儿 所以又把头转向车外 温丽对她的反应十分不满意 嘟嘟当当的说 你要是不乐意帮忙 你直说啊 心里却腹黑 明明之前答应好好的 现在阴阳怪气 这是闹哪样 我两年前被骂的那么惨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还嫌弃我记仇了 于是气呼呼的也转头看向窗外 宋燕感觉到她的怒乎 也不懂自己跟她叫什么劲 所以叹了一口气 说道没有 没有不愿意 一个认为对方对绯闻男友念念不忘 一个认为对方阴阳怪气 还嫌弃自己记仇 错评沟通 把车上的愤怒值拉满 傍晚热闹的小吃街 后期的两个人分桌而坐 宋燕和工作人员一桌 温丽和助理还有经纪人一桌 看着小助理毫无顾忌的吃着小龙虾 温丽眼巴巴的看着不住的咽口水 小助理实在不忍心给温丽加了一个 还宽慰说 姐要不你吃一口吧 一口没事的 温丽看着碗里的小龙虾 两眼放光 口水都要滴出来了 还装作盛情难去的回道 你都这么说了 我也不好拒绝 温丽筷子都没用 直接上手眼看就要放到嘴里 经纪人丹姐突然轻咳了一声 温丽的手立马僵在半空中 随后丹姐疯狂输出 吃一个就有第二个 第二个就有第三个 就你这个缠劲 一晚上少说能干五斤 温丽被当众戳穿心中所想 胸口被堵的就差突出一口鲜血 放下小龙虾 丹姐摧残的话还没停 明天拉肚子别和我装可怜 健身房必须取 待不到三小时不准出来 温丽煞食老泪纵横 丹姐直接摧毁了她最后的意志 另一边宋燕和工作组的人员 大快抖一 谈笑风生 宋燕时不时的偷瞄温丽 看着她从小打睛变身小蝉猫 眼中满是宠溺和温柔 回酒店的路上 温丽微醺细经上身 开始自怨自艺的说 温温我好可怜啊 都不等温温问她怎么了 每年赚那么多钱 什么大牌东西买不到 我连手机壳都是全球限量版的 却连几十块一斤的小龙虾都不能吃 温温一听满脸黑线 温姐这是陷入小龙虾的情节里 无法自拔啊 就见温丽咬牙切齿 不断地对着手机点点点 愤怒说道我一米六六点三 过年没忍住多吃了两口 胖了几斤也就九十六斤啊 然后网上那些人就说我胖 我吃了一个月的草才收回去 温丽含泪嘎咬着手机 愤愤地说他们瘦他们最瘦 他们连骨灰袋盒夹起来也就九金六 温温忍不住了 喊道姐请文明发言啊 小龙虾没吃成 温丽的火气还没消 郑雪就来点燃战火 娱乐圈顶流第一人 酒后失言直夸老公话傻和好 酒店电梯里温温担心地说 姐我觉得你需要点解酒药 温丽一手扶着栏杆 白手说道我可没那么矫情 忽然电梯门开了 冤家陆窄原来是郑雪和陆明 郑雪一看温丽行单隐之 所以一把扯过陆明就想秀恩爱 可是陆明却觉得尴尬 拉住郑雪说我们等下一趟吧 郑雪却不乐意了 怎么这电梯他专用了吗 你心虚什么 温丽双手抱胸 一言未出看着极度拉扯的两人 最终四人到了同一楼层走下电梯 温丽和郑雪都是剑拔弩张 战火一触即发 终视郑雪最先隐忍不住 点燃了导火锁 回头说道 温丽你怎么能这么让人讨厌呢 只见温丽深呼了一口气 问了句要吵架是吧 心里想的是正好 我今天没吃到小龙虾 憋了一肚子怒火呢 送上门的废料当然不能放过 碎福乐福墨镜不屑说道 讨厌我的人多了 你算老几 郑雪刚想反驳 温丽就接着说道 你别忘了 节目组投票第一名的是我 打了胆肩膀更加傲慢的说 没我红就闭嘴 我还没想赏脸 让你和你老公蹭我的热度 两个女人的战争 陆明真是听不下去 只能劝正雪 我们走吧 可是此时的正雪 脸背齐的铁青 根本听不到别人说话 直接用手指着温丽 大声吼道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和宋燕是怎么回事 你们的事 圈子里的人心知肚明 你尚赶着倒贴我老公 也难为宋燕戴着绿帽子 还陪你上节目 提到宋燕温丽可不会让着她 虽戏谑的说 就你老公吗 给我发的那些暧昧信息 要不是那阵吵CP 我就直接拉黑她 就你那恋爱脑 觉得是什么好东西 陆明心虚的转过头去 温丽傲娇的继续说道 我们家宋老师比他强一百倍 比他帅 比他会赚钱 我又没瞎 我会为了他 让我的宋老师受委屈吗 正雪听了他嘲弄的话 这意思不就是说他瞎吗 怒是喊道 温丽宋燕他帅 他会赚钱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们又不是真夫妻 温丽冷笑 谁说我们不是 一脚坚定的踏了出去 高傲自豪的说 我们宋老师话少活好 一晚上我三天 陆明他行吗 陆明和正雪一听 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这温丽也太敢说了 不等正雪反击 陆明直接拖走了正雪 温丽就像一只获胜的战斗机 美得直哼哼 完胜 飞机一个潇洒转身 猛的就看见宋老师 就在他的身后 那他又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听到的呢 温丽没有吃到小龙虾的怒 在迎战正雪时 火壁全开 甚至一晚上三天下不来床的话 都不禁大脑脱口而出 就当温丽以胜利者的姿态 每个直哼哼时 潇洒转身就进入了一个 大型射死现场 宋燕赫然站在自己的身后 可是他是什么时候到的呢 温丽和宋燕两人四目相对 周遭一片寂静 尴尬的乌鸦从两人头上飞过 两人静止走入酒店房间 走在后面的温丽 审视地看着宋燕的背 将墨镜戴上 掩盖下自己探究的眼神 心虚不移地想 刚刚我都说了什么来着 所以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宋燕将手中拎的石盒 放在茶几上 然后回头看向温丽 回到几分钟前 温丽开启福尔摩斯模式 认真分析 几分钟吗 那就是应该可能 也许大概没听见我说的话 但还是想证实下自己的猜测 磕磕巴巴问道 那你 那你听见了吗 宋燕开启实际引逼模式 疑惑问道 听到什么 可是这话在温丽听来 就是明知顾问 羞耻心上头 呲牙回道 我和郑雪的吵架内容啊 时间又一次静止 宋燕认真思考着 温丽就像做错事的小孩 低下头的瞬间 墨镜滑落了下来 猝不及防的 宋燕伸手摘下她的墨镜 凑到温丽面前 轻快说道 听见了 温丽顿感无比尴尬 此时就像原地消失 慌乱中就要推开宋燕 可是自己的左脚 开始为难起了右脚 眼看就要摔倒 电光火时间 宋燕一把抓住温丽的手 浑厚的力道 让温丽向后仰去 两人双双倒在了沙发上 甜甜的暧昧气息 在房间内流转 可是温丽却杀风景的 发出灵魂拷问 你是不是男人啊 温丽和郑雪的吵架内容 被宋燕全数听取 夜晚宋燕调戏温丽 要不要试试三天下不来床 可是前一秒温丽 还在问她是不是男人 温丽发出灵魂般的拷问 拂不着头脑的话语 让宋燕震愣片刻 温丽开始强行甩锅 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 这个时候 就算是听见 也要说没听见啊 宋燕起身无奈的说 真是服了你了 温丽用手捂着自己 羞答答的小脸 还在想要怎么继续甩锅 就听宋燕温柔的说 给你打包的小龙虾 快来吃吧 温丽一听 两眼冒着金光 用手指了指 真的是小龙虾 随后对着心心念念的 小龙虾大快赌一 目光无意扫到 外卖备注写的少辣少油 还有一盒解酒药 顿感心里暖暖的 宋老师还是很贴心的嘛 最推了推碗里包好的小龙虾 对着宋燕说 我吃不了太多 不吃完怕浪费 说完觉得万一宋燕 要说不吃那都尴尬 又鼓了一句 你要不想吃 那就算了 宋燕看着拧巴的温丽 拿起包好的小龙虾 一边吃 一边疑惑问他 你那嘴到底是什么做的 怎么就那么硬呢 夜晚卧室房间内 温丽假眉的闭着眼睛 洗烁好的宋燕 也轻轻上了床 贴近温丽的耳朵 充满诱惑的问道 想试试三天下不来床吗 温丽一听 瞬间化身小猫咪 缩成一团 无处可躲 只能掩耳到铃般 用枕头盖住 红通通的小脸 说道 我那话是鸡正雪的 你还认为自己 真那么厉害啊 宋燕调戏回到 三天是不至于 可是一天还是可以的 温丽可不上当 说道滚啊 宋燕爱抚的 揉了揉温丽的头 说道原本担心 你看到他们一起会难过 还好 是我小看你了 温丽没太听懂宋燕的话 茫然转身问道 我为什么要难过啊 直起下巴 谁说我喜欢她 哪个营销号造谣 我明天就给她发律试寒 宋燕也是一阵迷惑 又问了句 你不喜欢她吗 那两年前在化妆间里 你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啊 夜晚鼎流小夫妻还在讨论 要不要试试三天下不来床 时隔两年的误会 就在温丽特别的方式中消除了 宋燕还在疑惑 两年前在化妆间 你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 温丽眼神闪躲 没有正面回答说道 谁年轻的时候 还没有个玻璃心啊 宋燕自面解读她的意思 所以你喜欢过她 那现在如果你对她没那个意思 也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都过去了 温丽慌乱 你要听不懂就别瞎和解 这完全不对啊 虽说不是 我没有啊 宋燕看着她满脸焦急的模样 感觉她可能还是没有放下卢明 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叹了口气 给她拉了拉被子 无奈地说 睡吧 明天还要早起 转身说了句晚安 便关了台灯 看着宋燕落寞的背影 温丽内心的小人不断在战斗 最后侄女化身的温丽一咬牙 直接爬坐在宋燕的身上 本来就没有睡着的宋燕 一瞬就睁开眼睛 可还是吓了一跳 这小猫咪又想干什么 就看炸毛的温丽大声吼道 我那是被气哭的 那是顺怒的眼泪 温丽对着宋燕 唯一当时的窘境 炒作前剧组和丹姐 就跟她的垃圾再三确认 可是她明明已经有女朋友 还和我炒CP 为此我被她坑得惨糟网爆 就看温丽越说越气愤 圆滚滚的眼睛 都脆了毒冒火星子 如果不是丹姐劝我 让我为了事业人人 我早给她打成残废了 转头又看向宋燕 你也不信我吗 宋燕看着温丽期盼的眼神 一点点靠近 柔声说没有 温丽能感受到宋燕温润的气息 害羞的一点点后退 就听啊的一声 响彻整个安静的夜里 宋燕慌忙拉开台灯查看 就看温丽四仰八叉的摔倒在地上 原本被她吓了一跳的宋燕 愣住三秒后 温丽一声笑了出来 张牙舞爪的小猫咪温丽又炸毛了 你笑个屁啊 温丽为了跟宋燕解释 自己从来没喜欢过陆明 做出了脑震荡和大屁蹲的惨痛代价 原本担心她的宋燕 一见小猫咪炸毛伤到自己 不受控制的乐出声来 但是随后起身将温丽抱起 并轻轻地抱至床上 柔声呵护 摔着哪了吗 温丽虽然刚才被嘲笑 但这会也有些许脸红 没好气地说 温丽当然不只是摔到头 还有腰和屁股 所以自己也揉了揉敏感部位 宋燕温这里也痛猛 就要帮她揉揉 温丽却不好意思地躲胎 说我自己来 但是宋燕却是直接上手拢住她 调戏说道害羞什么 我也不是没摸过 温丽靠在她的肩膀上 感受着她给的温柔 说我被网报气哭的事 不要跟别人说 要不黑粉知道了 骂得更欢了 宋燕心疼地问 说得很难听吗 温丽却大大咧咧地说 没事我都习惯了 也有很多粉丝 是爱我们 看着坚强的温丽 宋燕却是紧紧地抱住她 说都过去了 次日人间有你 正式录制现场 几队嘉宾陆续入场 食指相扣出场的 严厉夫妇呼声最高 就见导演发出 第一个游戏指令 墨迹大考验你比我猜 温丽和宋燕是第一组 就看温丽比了一对耳朵 宋燕猜是兔子吗 温丽又开始挥动双手 好像要飞起来 宋燕思考了下 极非蛋打 主持人都惊讶 回答正确 这宋燕可太聪明了 这边温丽看着下一个题目 瞬间愣在原地 宋燕不解 有时间限制 快坐啊 温丽却是陷入窘境 说下一个吧 现场观众却是不答应 不能换不能换 温丽执女上线 在线为对 是你们做游戏 还是我做啊 宋燕一看 怎么还急眼了 就听观众喜喊着 人家想吃葡萄 宋燕会心一笑 小打惊 观众参与感十足 对对对 就是小打惊 温丽拽了拽一曲 在一阵阵欢呼声中凌乱了 综艺录制 温丽长场射死 三立大军扛大旗 军阀大哨 李S亲吻闺秀 粉丝直呼绝了 人间有你 综艺录制现场 好好的节目 被编剧和粉丝带跑篇 小打惊都出现在游戏猜词中 温丽再一次经历 大型射死窘境 最最最关键的是 宋燕还配合的猜对了 不知所措的温丽 只能洋装生气说 走了 不录了 就向后台走去 宋燕还和粉丝们 笑盈盈地挥手失忆 就被温丽 拉着小手拽了下去 主持人抱怨编导 你看 你出的题都把温老师惹毛了 编导却是不以为意 粉丝喜欢 就看现场观众 雷鼓喧田高喊 喜欢 主持人适时调动气氛 好 那让我们期待下一环节 还原那些经典的影视剧名场面 这边后台化妆间 温丽正看着下一场拍摄的剧本 一边做着对应的造型 心想以前的编剧真敢写啊 养兄妹劲锻炼 多虐啊 突然猝了猝眉 这怎么还有吻戏呢 最晃了晃手中的剧本问编导 咱们的剧本里写的亲吻 有要求是真亲还是借位吗 编导心想 你们是夫妻 还需要借位吗 但是嘴上却说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观众肯定想看你们真亲 温丽回答 那明白 心想 那我肯定是不能真亲的 随后去换衣间 换了下一场的服装 就听演播听传来一阵贺彩声 明正言顺 YYBS 明正言顺 美哭了 同时敲门声响起 宋艳提示温老师 我们该上场吧 温丽转头回道 来了 就看五美搭建的异常逼真 一个身宅大院的连郎门洞内 两个风姿绰越的人物 军阀大少 Lias清冷闺秀 就看温丽对着宋艳轻轻俯身 大哥安好 宋艳心疼的轻浮起温丽 小妹安好 不愧是娱乐圈的顶流 那一举一动 一拼一笑 都会让人一秒入戏 现场观众直呼绝了 画面也太美好了 顶流颜值 演艺民国风 一秒带你入戏 军阀大少 Lias清冷闺秀 资深综艺女 一句话反转剧情 严厉粉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 在某博上发了动态 引来网上疯狂评论转发 主持人慌张啊 粉丝们不能剧透 要给正片留条活路啊 这边温丽和宋艳认真的出演角色 温丽的手腕却被宋艳紧紧抓住 就往自己的怀里拉扯 若你此番回去 爸妈是不可能再让你出来的 温丽挣扎眼神闪躲 不出来就不出来 在家也挺好的 宋艳深情地妄想她 让她直视自己 那我怎么办 小妹你是不要大哥了吗 告诉我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柔情似水的两人四目相对 观众席一片寂静 期待着下一幕高潮迭起的出现 这点上 执女温丽从来不会让粉丝失望 就看她转头擦着眼角不存在的眼泪 心想这是综艺又不是真演戏 是时候活跃下气氛了 口不择言地说 你睡觉打呼噜实在是太惨了 主持人和观众席瞬间猛住 做都扑的一声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三粒就是三粒 出其不意的三粒出奇迹 这一操作让宋艳也愣在原地 剧本可没有这句话 心想演戏我还能带带着姑娘 综艺上她确实是前辈 只能深呼吸配合她道 那你睡觉磨牙 我说什么了呢 温丽没想到宋艳居然能接得住她的话 观众席又是一片慌 随后高潮来袭 宋艳直接壁动了温丽 观众的气带指拉得满满 就见宋艳的左手臂 正好挡住了温业的小脸 腹下伸去 鼻尖对着温丽的鼻尖 温丽推了推宋艳的腰 小声说表演结束了 宋艳却没理她 蜻蜓点水般附上她的唇 随后就见宋艳退后一步 温丽惊致小脸红扑扑的 主持人八卦的追问 亲到了吗 宋艳回味了下刚才的潜尝辙指 轻咬了下下唇 若无其事的回到没轻到 星级女郑雪 吵架上输给侄女温丽后 在粉丝面前大秀演技 上演攻星级 网络上又掀起轩然大波 温丽和宋艳表演完毕 对着观众挥手打着招呼 主持人宣布 人间由你录制进入最后一个环节 生活中的小确幸 嘉宾各自带来了他们心中 最有纪念意义的单品 但是先要考考现场的观众 猜下都是哪位嘉宾带来的单品 就当第一件单品打开时 粉丝们就齐齐喊道 是三立和美人家的画 直播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 温丽和宋艳也愣在原地 温丽问 是你让他们把我爸的画扛过来的吗 宋艳说 没有 这幅画应该不是嘉里纳福 此时一旁的正雪上前 说这是我和我先生的纪念品 这幅画是国画大师徐时茂的作品 他只画过一幅石流图 世上独一无二 洋洋得意的说 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先生特意从一个收藏家那高价买过来的 作为新婚礼物 我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今天就带过来了 主持人笑着问道 那怎么观众一直喊 是温老师家的话呢 我还以为台本写错了呢 就看正雪表里表气 心心作态的亲母这罪 说这话确实只有一幅 对着温丽说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家居然有别人临摹的艳品 还特意将艳品两个字加中了一调 赶忙说要不这话拿下去吧 我换个别的纪念品 我真不知道 弄出这么个乌龙来 主持人冷汗直流 还打着圆场 郑老师想的真周到 在温丽的眼里 正雪就是纯纯的白莲花作态 诚服很深 心机满分的女人 回去的路上 温丽看着手机上的流言飞语 已经满天飞啊 说自己没文化 挣大钱还买假话 温丽气愤不已 就想跳脚骂人 正雪肯定是故意的 我家的话是我爸话的 肯定是真的 再说观众都知道我家有那幅画 他能不知道吗 想着现在就给他爸打电话 再找个鉴定师 可是你看时间实在是太晚了 只能作罢 正雪挑起风波后 他还风轻云淡的发布某波 小事而已 别打扰人家 乖 这操作好似就做识了温丽 买艳品话一样 洗漱完毕的温丽怒不可遏 直接将手机关机 还扣了过去 随从鞋试 回家就一直抱着手机不放的纵面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小猫咪貌似又要炸毛了 诚服很深 心机满分的正雪 拿着个假话和温丽拼真尾 宋艳一晚上就颠覆舆论导向 对着温丽想亲就亲 温丽因为网上的不实言论怒火中烧 看着宋艳回家就一直忙自己的事 气呼呼的温丽只哼哼 辗转反侧也没等到宋艳上床 四日中午才睡醒 宋艳招呼他过来吃午饭 温丽问 你看微博了吗 我经纪人有没有给我处理 宋艳说你先吃饭 温丽却推了推眼前的碗 说我没心情 宋艳看了下手机说放心吧 都解决了 昨晚来不及认证 我联系某国官方现家上来 之后你爸爸那边的负责人 会接管这个账号 就看徐时茂工作室官方微博 澄清那幅多子多幅石流图 是他个人送给温丽的新婚礼物 并委婉表达郑雪手里的才是赝品 温丽看着官微的声明和粉丝的声讨 整个舆论导向都是保护自己的 目光呆滞的响只睡了一上午 网上就跟过年了似的 呆愣了至少一分钟才想起问道 这个声明是 宋燕说我写的 温丽感动得自带BGM 宋老师 你是天使吗 宋燕爱抚的用手指 轻轻除了除她的额头 不是 我是你老公 先去洗个脸吧 小花猫 温丽看着不断打着哈欠的宋燕 这一晚上开认证 写声明 联系我爸 真是难为她了 应该一宿没睡吧 昨晚我还误会 她对自己不管不问 生了大半天奔气 最扭捏的说 谢谢你 宋老师 宋燕看着她的小模样说 不客气 温丽一下子想起网上 自己扬眉吐气真过瘾 最拍着胸脯说 那你想要什么回礼 尽管说 我有钱 宋燕正愣 我不缺钱 温丽想想也是 心怀邪念的想 那可以要个稳了 嘴上却说 好嘛好嘛 那你想要什么 宋燕好像真的在认真思考 要不你亲我一下 温丽当场将注 这妖孽莫不是会读心术吧 但是她既然提了 我就小小满足她下巴 所以闭上眼睛 就俯身凑了过去 宋燕没想到 温丽居然当真了 可是马上就要亲上时 宋燕就突然转过头 说你平时难道不应该是 随后学着温丽的表情和动作 哼想的美 扑得一声笑了出来 今天怎么这么听话 温丽觉得自己好像被戏弄了 炸猫倒没有谢礼了 我去洗脸 可是刚进卫生间 内心开始慌慢 自己这是怎么了 我生什么气呢 想了想又走了出来 对着宋燕说 你真不要谢礼 宋燕也不懂 这小猫咪怎么好像有情绪了 回复不用了 温丽没好气的说 哦 随便你 所以又回到卫生间 对着镜子中的自己 喃喃道 我到底在失望什么 此时察觉不对劲的宋燕 也来到卫生间的门口 温丽问 有事吗 只见宋燕并未回复 静止走到她的身边 亲了上去 对她说道 就算要谢礼 也不会要这种东西 你是我太太 我想亲就亲 怎么能算回礼 温丽瞬间面红耳士 而她的思维 还停在刚才那个吻上 喊了一句 我还没洗脸 你不讲卫生啊 进节目的交流会 偶遇女团C位出道的师妹 热脸却贴了冷屁股 温丽姐教你如何谦卑做人 温丽和经纪人丹姐 来到该立公司 丹姐嘱咐这次男团选秀会 有风讯老板和公司的人外 嗨 话没说完 温丽就看见了 当红女团的C位成员 自己的师妹许星月 温丽虽止步 热情的和她打起招呼 可是许星月 却在温丽面前傲慢转身 竟直向前走去 完全无视了温丽 温丽和丹姐当场愣住 丹姐吐槽真是狂妄啊 去年没出道的时候 在公司只要你出现 就为前为后 拉着你的手就不放 这才红一年啊 就已经目中无人了 温丽却抚了抚摸镜说 谁让她运气好呢 走到哪都有人跑 随后大不留心 向会议室子去 说道走吧 丹姐一会儿还要和师妹开会呢 丹姐还挺迷惑 温丽今天这么淡定吗 这是长大了吗 会议室门口 丹姐给温丽介绍着 这是风讯的李总 李总和丹姐说 家瑞真是不得了 从老板到一人 个个都是大美女 此时许星月也甜美的 和温丽打着招呼 师姐好 温丽一看小丫头不错 人前人后两幅面孔了 最笑眯眯的关心的问 师妹你嗓子没事了 丹姐也助力道 是啊你嗓子好了 许星月一头雾水 说我嗓子没事啊 温丽貌似懂了的样子 白白手说 那你是忘了戴影行了吧 要不刚才我在你面前 跟你打招呼 你怎么都没看见呢 许星月这才听懂温丽的话 尴尬的说 是啊师姐 实在不好意思 我还真是忘了戴影行 曾序李总帮忙打着人场 这师门情义就是不一样 看来我选的首席见证人真不错 丹姐却试试开口 要是近视严重 那就把近两个月的通告撤 免得哪天看到我 都不知道打招呼 许星月真是惊了 这丹姐可不是能轻易得罪的 忙道歉 说我下次一定记得戴影行 丹姐转头对李总说 不耽误时间了 李总之后还有事 我们开会吧 宋艳的心往外推一推 温丽和宋艳又起矛盾 宋艳都开始质疑 到底谁才是自己的太太 交流会后 会议室只剩丹姐和温丽 温丽看向丹姐 问什么重要的事 还单独把我留下来 丹姐扶了头疼的说 你说你当着李总的面 内含许星月干什么 最近她风头正盛 很得风讯的赏识 你是觉得自己的资源好 想扔出去点 温丽闷哼一声 那你为什么还把我一起损她 丹姐眯着眼睛看向温丽 你不知道吗 你可是我最大的摇钱叔 我也不能为了她得罪你 温丽听着这又爱又恨的话 心笑了一声 就看丹姐忽然凑近自己 说你和你老公说说 第一期如果宋艳来当飞行嘉宾 在联动下 你们那个夫妻综艺 肯定会轰动出圈的 温丽皱眉 那你直接去找她经纪人 再说他们公司的白总 你也认识 丹姐却是拍了拍温丽的肩膀说 她的好老婆就在我面前 我为什么要舍尽求远呢 可是温丽也很为难 所以说就算我说了 她也不一定能来 可是丹姐却坚信温丽一定可以 夜晚回家的路上 温丽看着一直玩手机的 协议老公宋艳 心想我这老不当的 还不如她的手机有吸引力 助理文文按温丽给的台词 假装提示说 姐 丹姐说张总让你叫宋老师 当一期飞行嘉宾 你说了吗 你可别忘了 温丽看向宋艳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所以问宋老师 刚我助理的话 你听到了吗 你要记不住档期 就问问你经纪人啊 宋艳头都没开 说没听到 温丽开启炸毛模式 不满喊道文文那么大声 你说没听见 我说话你怎么就听见了 你耳朵装什么过滤器了吗 宋艳看向炸毛的小野猫 不温不火的回复 没装 温丽还是不依不饶 伸出小猫爪 做事要来抓宋艳的耳朵说 那我看看到底有没有 可是被宋艳一把拉住 两个人四目相对三秒钟 温丽才开始挣扎 宋艳郑重其事的看向她 然后松开握住她的手 总借别人的嘴来跟我提要求 一脸落寞的问温丽 到底谁才是我太太 前一秒还是一敏亲密 下一秒就冷如冰陀 还好我们温丽知性大方 漂亮可爱 最最重要的是总手华 为你成团第二季如火如荼的开始了 温丽一身流光一彩的紫色琉璃收腰热群 星空尾丝面料增加一层朦胧的美感 举手投足间温柔中带点仙气 调染着淡紫色的披肩长发 配合着调皮又有些许可爱的爱豆妆容 经验了前来敲门的工作人员 直呼温老师你也太美了 心想这节目流程里 没加温老师的表演环节 真是太失策了 温丽优雅不识大方的回答 是吗 谢谢 随即开始各种疯狂自拍 并发到了工作群内 也接收到了高度一致的好评 就当要转发给自己的协议老公送宴时 回想起两人昨晚后期的场景 失业了片刻想着还是算了 正巧工作人员来收手机 并替示温老师可以后场 温丽也很是配合的将手机递了过去 可是就当递过去的瞬间 不小心滑动到了发送键 美美的照片发送成功 这边舞台上 主持人已经邀请出 为你成团第一季出道的 当红女团成员许新月 第二季以导师身份重回舞台 不少粉丝就是为了许新月才来的现场 台下一片欢呼声 这时主持人活跃气氛 铺垫即将到来的神秘首席见证官 大屏幕也开始播放温丽近年来的影视剧照 大声互动 他就是 台下配合的喊出温丽 此时温丽也走上了舞台 看到他的亮丽身影 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呐喊声 介绍完导师和见证官 主持人开始Q下一个环节 邀请许新月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温丽和许新月擦肩而过 面上微笑时宜 最新却是电光火石 本是同根声 相间和太极 新节目交流会 师妹人前人后两幅面孔 节目一时又起幺蛾子 毕姐告诉你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许新月不愧是当红女团 唱跳俱佳的一曲过后 粉丝们都要为之疯狂 最后还和粉丝们互动 我的表演没给上一届的师姐们丢脸吧 她随即转头看向台上的温丽 喊道温师姐 你是成团首席见证官 我们几个导师都表演过了 你也上来展示露两手吧 温丽一愣 彩排的时候可没说有这个环节啊 许新月对着台下的粉丝说 温丽可是我的师姐哦 实力雄厚 又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首席见证官 大家想不想看看温老师的表演啊 台下的观众自然想看 随其声回道 想温丽尴尬的连连摆手 说道但是我没准备节目啊 心想这个许新月想干什么 台本上没有的东西 自己就敢这么Q流程 许新月看过温丽的直播蹦迪 一副看好戏的腔调说 师姐你就跟着曲子随便跳两下就行 心想温丽你逃不过去 不是让我带影行吗 我就等着看你出城 台下一片期待的喊声 来一个 温丽无奈的叹口气 又深呼吸了下 说道既然盛情难却 那我只好现成了 说着走上舞台 可是温丽 当时表演戏的形体课 老娘也是满分选手 就看温丽妆融合适 表情到位 动作拉风 拖拖一个漫画中走出的梦幻少女啊 台下一阵阵的辣口声 想刻意拖势 许新月也是一脸僵硬的鼓掌 主持人有种感谢温老师的热舞 满场一流 后台大家都热烈讨论着 刚刚温丽的舞蹈 效果真是太棒了 听着大家对温丽不绝于耳的一美之词 许新月都要后悔死了 为什么要cue温丽上台 就当要离开的时候 却被温丽一把拦住 师妹很厉害啊 这台本上没有的安排 你都可以自己改 温丽唱跳最佳的表演 轰动全场 师妹搬起石头 砸疯自己 节目迎来一个小男生 另一个可以让温丽乍毛的男人 后台温丽拦住 许新月质问他 怎么随便更改台本 许新月却说 师姐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我只是在恰当的时候 恰巧给导演一点建议而已 此时路过的导演 心虚的想变成透明人逃走 温丽有些不满的控诉 就算为了节目效果 也应该提前智慧一声啊 就看许新月哼着歌 若无其事的走开 导演道歉道 温老师实在抱歉 温丽看向他 就想知道为什么 导演这才说了实话 我不太好得罪许新月 小声嘀咕 他背后有人捧 温丽懂吗 哦 原来如此 心想真是能靠关系 都不愿踏踏实实走路 导演理愧的说 明霄消气 休息片刻继续录制 就看温丽念着 下一组练习生的名字 眼睛都要钻进去了 说到徐丽 就看一个年轻帅气的男爱豆 身长笔直地站在台上 温丽尴尬且敷衍地夸了句 不错 外形不错 录制结束 温丽在车上还没走 车门又被打开 助理在外面说 上去吧 我看过了周围没人 就看一个嘻哈打扮的潮人上了车 好听的男生问道 你来这个节目 怎么没告诉我 温丽炸毛的一把 薅掉小潮人的帽子 怒目而是你谁啊 我要跟你说 立声说 小崽子跟你姐我说话客气点 随后又恢复随和姐姐的神态 伸手去巴拉弟弟徐丽的头发 问道你不是学古典其他的吗 怎么来参加选秀了 徐丽吐了一口气 回到公司说 现在做纯音乐没市场 让我参加节目吸吸粉 温丽一听极其不爽 那你怎么不找我 看不起你姐夫的人脉吗 徐丽扭头看向他 你不也是靠自己走到今天吗 我也能 要不我早就找百三哥和宋老师了 温丽一听就又炸毛了 过起小拳头就向弟弟徐丽砸去 说到咱俩可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 你想进娱乐圈 第一个不应该想到我吧 想着找那两个男的干什么 徐丽却是正色道 听爸说你最近也不少事 我不用你操心 管好你自己吧 我先走了 说着打开车门就要跑 可是瞬间又被温丽抓住 温丽走到好好参加节目 别在那99个练习生里 给姐找个男弟媳妇回来啊 姐可不要 徐丽实在受不了温丽的脑洞 帮忙逃走 温丽手滑发出的美账 宋燕愣是一个下午都没回复 应酬到半夜才回家 还有小迷妹发信息联系她 录制结束 温丽看着自己手滑发出的图片 可是宋老师为什么还不回 就想问问怎么不回话 打伤又删掉 随手就把手机扔掉 表示自己要生气了 夜晚洗漱完毕的温丽 看着墙上滴答的时钟 都这个时间了 宋老师怎么还不回来 就听咔哒一声 开门声响起 温丽赶忙去开卧房门 正式回来的宋燕 两人同时问出口 宋燕问怎么还没睡 温丽问怎么才回来 宋燕回到和百三处去吃饭了 转头看向摄像头 问到摄像头关了吗 这小打劲的后遗症 对宋老师的影响太大 温丽拍了拍胸脯 说到关了 看着宋燕走向摄像头 还问了一句 你不信我 宋燕检查完毕 心想似的 我得自己检查下才放心 放下手机的宋燕 开始换衣服 温丽却对她的手机 产生了浓烈兴趣 她是喝酒没看手机吗 还是说 示范的地方信号不好 没收到呢 就当她迟疑的时候 半亮了宋燕的手机 宋燕一回头 就看见她对自己的手机发呆 说了声音 就看温丽举起她的手机 说道好啊 我给你发微信 你不回 你却偷偷的拿我的自拍 当起了屏薄 温丽自信的 美得跟堵花一样 问到我这个妆 是不是很好看 好看到 你都把万年不变的屏薄都换了 然后自我陶醉道 不用不承认哈 确实好看 随便用 随便用啊 哈哈哈哈 宋燕一脸黑线 观察力可圈可点 就是推理能力 真的是太差 就当温丽 还沉浸在自己的美貌中时 手机忽然响起提示音 温丽把手机递了过去 宋燕看着信息的内容 若有所思 温丽好奇的凑近 问到谁啊 大半夜给你发消息 就看原来是白天 给自己是班子的师妹 许心月 她写道 前辈你好 从其他人哪 得到你的私人联系方式 介绍自己是温丽的师妹 温丽看完内容 看向宋燕 酸溜溜问道 有人加你 你还不容易吗 宋燕用温丽的爱豆照片 当起了瓶泡 温丽美得 跟中了五百亿彩票 一样高兴 大半夜 宋燕接到小迷妹的短信 温丽直对新鸡女 大杀四方 宋燕拿起手机 递给温丽 很自然的说 既然是你师妹 那就要你处理吧 温丽一愣 没想到宋燕会这么说 最试探性的说 如果让我处理 我会把他骂得很惨 你确定吗 宋燕宠溜的看向温丽 我们温老师骂人 什么时候需要和我汇报了呢 温丽也很恶火 原本我也很想找他算账 但是说他背后有人 我怕我出手后惹了麻烦 舅舅立马就有借口 给我打回家 关起来了 难得温丽用了脑子一次 宋燕拍了拍温丽 把手机递到他手里 说道放心吧 他靠山是圈内的郭导 郭导刚收他当干女儿 心想这个郭导 居然将自己的私人微信 都给他了 不是一般的用心两骨 而温丽却是看着宋燕的手机 心想怪不得之前 许心悦找自己搭话 有意无意总聊到宋燕 原来罪翁之意不再久 温丽恨得牙痒痒 我倒想看看 这个许心悦心思到底藏多深 迅速点击通过验证 随后就是接连不断的信息提示音 温丽更是不爽了 发的都是什么玩意 一堆可爱表情 这对宋燕的喜爱之情 无以言表 还期待宋燕能接眼先见的那部电影 和自己合作 看不下去了 也没空跟他聊文字 直接拨打了许心悦的语音电话 许心悦本就因为宋燕 通过好友申请而欣喜 此时看到宋燕打过来的语音电话 更是觉得自己的魅力值真大 透着喜悦满满的期待 甜美的喊道 宋老师就听对面传来一个愤怒的女生回道 许心悦 是我 许心悦人地炸裂 怎么是他 温丽半卧在床上问道 你是不是忘了你是嘉瑞的一人 就算你有靠山 想当嘉瑞一姐 你是不是也要问问我 问问张总答不答应 许心悦还在解释自己没那个意思 温丽回道 有没有你心里最清楚 是不是觉得我没有靠山 就想踩到我的头上作为作福 温丽嘲笑走后门 就要有走后门的自觉 不要把我的容忍 当作你炫耀的自语 就听那边许心悦理直气壮地说 师姐 你没证据 请不要乱说 温丽给许心悦发的语音 是扬声器的模式 宋燕听她矢口否认 就接了她的话问 我说的算不算证据 接着走到温丽身边 给温丽盖了盖被子 继续说电影我不会见 你正好帮我转达郭导吧 许心悦此时无地自容 记得瑟瑟发抖 说到那打扰了 我先挂了 这边温丽大喊一句 等等 吓了许心悦一跳 就听温丽说 你自己大半夜不睡觉 还加我老公微信 很打扰我们夫妻的夜生活 很没道德 知道吗 直接痛快地挂断 拉黑后把手机递给宋燕 可是宋燕却并没有接电话 而是奔着洗手间走去 说我去洗澡准备一下 温丽一货准备什么 宋燕扭头 你说的 夫妻夜生活啊 温丽啊了一声 我又说了什么 红着脸想着 她还真去洗澡了 这是又到了焦公粮的日子了吗 所谓的师妹目中无人 录制现场随意去温丽演节目 半夜还想拉别人老公入组 还妄想抢别人的高定礼服 现实打脸一件接着一件 次日铺天盖地的新闻 指责许昕月心思恶毒 在为你成团录制中 肆意篡改台本 车上丹姐和温丽说 幸好你昨天没被她坑倒 你还记得下个月慈善晚会的礼服吗 之前在店里试过的 那条法国的高定 后来许昕月去店里 非要试试那条裙子 看着略显失落的温丽 丹姐拍了拍温丽的肩膀 说道放心 品牌方当成就拒绝了 丹姐头疼的扶扶额说 那时张总就和我提过 许昕月红的太顺利 有点看不清路了 温丽煞时血气上涌 说道文文掉头 文文惊讶问道 姐去哪啊 温丽笑着回应我们去试衣服 KK高定礼服店 温丽身着法国著名设计师的高定碗礼服 抹胸刘尖设计 把温丽的曼妙身姿展露无遗 和服务人员说 把上次许昕月来你们电视订的礼服都拿出来 今年上半年有好多红卡活动 我师妹眼光还可以 她是订的先给我看看吧 你们有空再给她挑别的款 我太忙了 她时间还是挺充足的 说着开始自拍了起来 服务人员可得罪不起 他们的品牌推广大使 说道好的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们送来 文文还在一旁住信道 姐你真牛 全是我们的了 这边许昕月狠狠地将手机砸了出去 因为她收到了温丽给她发来 穿着高定领服的美照 而当她想反击回复的时候 显示对方已不是自己的好友 想请昨晚的电话 今早的新闻 再看看美美的温丽 许昕月心态崩溃已经在暴走的边缘 温丽发美照 被协议老公直接用作平榜 对无视自己给自己下半子 半夜拉自己老公进组的师妹 温丽直接绝杀了她 为你成团正式上线 铺天盖地的娱乐头条 被温丽所占据 绝美的爱豆妆容和灵动的恶魔舞姿 又吸引了一批三粒铁粉 直呼是九天仙子落凡尘 躺在床上的温丽 翻看着关于自己的热搜 看着粉丝不重样的夸赞自己 更是高兴地在床上滚来滚去 喜笑颜开地哼着小曲 准备去客厅喝杯水 推开门就看见自己的协议老公宋燕 差异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宋燕说两个多小时了 看你在睡觉就没打扰你 温丽兴起的问 那你看热搜了吗 宋燕反问什么热搜 温丽摆手说着没什么 心里却有个小得意说道 当然是我的风神热搜啊 而人间有你监控时的导演 去搭了这边 一个下午了 什么有用的素材都没有了 忽然就听工作人员说 导演你快过来看 导演顿时老泪众和 欣慰说还好让你放大捕捉到的素材啊 夜晚温丽宋燕终于同框直播 温丽暗暗戳戳宋燕 小声提示到宋老师寄了谢谢粉丝的礼物哦 宋燕接受到了指导 立马就要开口感谢 却忽然顿住了 就看三立美人一晚几次 送了一百来个深水潜艇 温丽面红耳之怒吼 你怎么又来了 贴近宋燕耳边说宋老师这种的 就不要感谢了 他们就是故意的 对着屏幕大声喝道 思想要健康哦 这种名字的粉丝不要再送了 我和宋老师是不会谢的哦 而宋老师看着炸毛的小猫咪 觉得真有意思 忽然粉丝提示 节目组发了三十秒预告片 你们看了没 两人双双呆冷 然后起起摇头 粉丝提示剪得超好 快去看 温丽询问宋老师要看吗 宋老师说看看吧 打开视频就看温丽 躺在床上对着自己的热搜性能 形象全无效的翻来覆去 此时小脸羞答答 红通通的温丽尴尬射死 而预告片中的宋宴在阳台上 对着自己老婆的绝美直拍 反复观看 疯狂打扣 对夸自己老婆的评论 无限点赞 对要抢自己老婆的评论 通通举报 妥妥一个护妻狂魔 温丽不敢置信地看向宋宴 宋宴只能笑笑掩饰自己的尴尬 人间有你摄像头下的夫妻俩 双双射死 宋宴在线上演护妻狂魔 对夸自己老婆的评论 无限点赞 对要抢自己老婆的评论 通通举报 夜晚两人洗漱完毕躺在床上 温丽指着宋宴转发的人间 有你预告片 伸出小脚轻轻踹了踹宋宴 问道你不是说没看热搜吗 宋宴装傻充愣地问 我有说吗 温丽却不是很满意他的回答 跟我装失忆呢 宋宴直男上线说 我哪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而且你想让我看你热搜 你为什么不直说 温丽一时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就看宋宴转过身去 杨庄睡着了 温丽怎么可能就这么败下阵来 刷的一下揭开被子 伴坐在宋宴的身上 扑得扭过宋宴的头 说别转移话题 我现在问的是 你为什么看我的直拍视频 宋宴扮起身 问道怎么我看不得吗 两人开始没营养的对话 那为什么刷那么多遍 还点赞还举报 宋宴沉默一阵 随后说你是我太太啊 温丽一摆头说协议还能当真吗 宋宴却服上温丽的腰身 说文老师 你要还不下来 我就真要当真了 温丽满不在乎说道 不下你能把我怎么样 宋宴收紧服在温丽腰身的时候 说道我能 立马给温丽扯了下来 两人互换了位置 挠起了痒痒 养得温丽哈哈哈哈的 笑得停不下来 宋宴得逞的问还说吗 温丽一边笑一边说 不说了 真的不说了 两个人的甜蜜画面 都要一出屏幕来 宋宴轻轻的敲了敲温丽的脑袋 以示警告 温丽却没有起身 说宋老师 上次你就悄悄 把我的自拍当屏幕 这次也是 一句话也不说 你 是不是 我的眼粉啊 协议到底能不能当真 甜蜜氛围一出屏幕 下一幕的经典名场面 勾起温丽的羞耻心 人间由你录制现场 编剧老师 找温丽和宋宴 沟通下一场情景剧的内容 让两人说出 对彼此最深刻的影视作品 提示不能是两人合作的作品 温丽却是暗斐 合作吗 看了下自己身边木讷的宋宴 开玩笑呢 我们根本没有合作过好不好 温丽想了想 如果非要选一部 那就陌路狂徒吧 宋宴也回忆说到 九重碎玉灯 温丽望向宋宴 心里诧异 她居然看过那部 编剧老师布置着下一场的任务 就是以刚说的两部作品内容为主线 演绎剧中的名场面 两人像乖巧伶俐的小学生 纷纷点头 回到好的 可是回到家 温丽就犯难了 宋宴的陌路狂徒 根本就没有什么男女对手戏 温丽狂喊 总不能让我演男的吧 宋宴劝说道 要不我们看看你那部仙侠剧 温丽不满意的转头问 我那么多句 你为什么偏偏选这个 宋宴按下遥控器 满脸堆笑 说到印象最最深刻了 就看电视上播放着 剧组挑选的 九重碎玉灯的名场面片段 上来第一句就是温丽的台词 我会死的 温丽震惊 而宋宴却是笑叶如花儿 温丽一把抢过遥控器 迅雷不及掩耳的按了暂停键 宋宴看着冒着冷汗的温丽 问到怎么了 温丽思考了下 说道我真是也不懒 当年演这段 做了好长的时间的心理建设 宋宴看着剧本 不以为然的说 当年都可以 现在的温老师 对自己是不是太没信心了 温丽陷入纠结中 心想当然是因为剧情太羞耻了 宋宴给温丽做的心理建设 你要实在担心 我们就先演习一下 随手关掉摄像头 十分贴心的说放心 不给他们看 监控室里的导演 我猫三丈 世系为什么不能给我们看 又关摄像头 那我的收视率怎么办 世系影视剧名场面 勾起温丽的羞耻心 就看隐忍情愫的宋老师 真的不太适合演道长 温丽没什么好办法 看了看剧本 又趴的放下 说道那就开始吧 就看温丽饰演发情的雪雕 幻化成人形 满脸按捺不住 娇柔的喊了声道长 颤抖着身体 希求着你帮帮我吧 半辅着宋道长的衣摆 精致的脸庞 眼里都是期待 宋道长却是隐忍着转过头 说道你 忍忍吧 就看温丽扮演的雪雕 猛的抱住宋艳 说道忍不住了 试图去解开宋道长的音 呼出一口气 我会死的 剧情背景 如果雪雕发情期 没有和雄性叉叉 便会血迹上涌 气体不畅 就隔屁了 只见宋道长 欲聚还迎 深情看向温丽 温丽还在说着台词 你们可是修道之人 救人就是积德 我可是在帮你积德呀 就看宋艳微微颤抖的手 搂住温丽纤细的腰身 温丽确实提示 宋老师 这是你该推开我了 就见宋艳好似有些上头 说道对不起 可能我不是和眼道士 温丽却是拍拍他的后背 安慰到演得挺好啊 心想着隐忍禁欲的表情 就跟真的似的 不愧是影帝 随后用手指轻轻点了点宋艳 问到我们还继续吗 宋艳却是收紧了自己的手臂 紧紧抱住温丽 一日看着粉丝们微博上讨论着 为什么人家小剧场都甜甜蜜蜜歪歪 我们严丽儿是拿枪护纸的 下面有资深人士回复 另一部好像没过神 猜测着难道有不可描述的剧情吗 温丽看着粉丝们的讨论 心里难难 我可是正经人好不好 回想世袭当日 头疼俯额 宋老师紧紧地抱住自己 感觉到宋艳不太对劲 温丽问你到底怎么了 宋艳磕磕巴巴地说 大概 随后停顿 把头深深埋在温丽的紧窝 继续说 发起来吧 温丽大惊 这家伙 再说是吧 娱乐圈的顶流夫妇 从未同框 也没有影视合作 自从参与综艺人间有你后 平平一同出现在大众视野 经验四方 满足颜丽粉的各种幻想 慈善晚宴现场 宋艳温丽夫妻合体出席 温丽身着法国高定某兄弟一举 宋艳依旧温润如玉英俊帅气 两人俨然是娱乐圈顶流界的金童玉女 现场的大她们 争相和严丽夫妇打着招呼 商业互捧和相互寒暄是晚宴标配 就当宋艳和温丽刚入座 一个家子音不合时宜的响起 几位老师好 宋老师好久不见了 温丽抬头原来是自己的死敌郑雪 郑雪今天身着紫色的抹胸晚礼服 高碗发际更为凸显自己的高挑身材 好下个人来愿不说 郑雪不愧是娱乐圈当红一线小花 就看她半腹下身 貌似亲密的和温丽说着悄悄话 嘲讽的说你哪来的脸 就赶往这桌座 温丽转头看向她 不懈的说就凭我老公是送宴啊 郑雪继续讽刺 除了靠老公你还有什么 温丽却是不急不脑的说 连老公都没得靠 你岂不是比我更惨 说着就喝了一口杯中的香槟 郑雪怒不可乐 却是背对的哑口无言 气哄哄的迅速走开 温丽对着她的背影 举起酒杯说了声 星翔跑过来让自己奚落 我该完胜 舞台上当红女团成员 齐思涵 也是为你成团二的导师之一 精彩的表演过后 进入采访环节 主持人问她在场的众多嘉宾中 有没有你特别想合作的对象 思涵很是大方的回答 有的 主持人继续cue问题 能说说是谁吗 如果是男艺人 粉丝会吃醋吧 思涵回答不是男艺人了 直播弹幕中也在讨论说 我们寒寒老百合了 思涵脸上立刻出现一丝红韵 是温丽老师 镜头一转 聚光灯投射给了温丽 温丽立马挥手 打着招呼 心想录制节目的时候 齐思涵就说是自己的粉丝 当时还以为只是客套话 原来这孩子是认真的 温丽当然要爱自己的粉丝啊 热情回应 点头示意 台队台上的齐思涵 比了一个小爱心 主持人继续加满 借题发挥 说到韩韩 你当着宋燕老师的面 和温老师表白 不怕宋燕老师吃醋吗 镜头一晃 立刻给到了宋燕 宋燕帅气的脸庞 标准的微笑 给出回应 弹幕直接给出评价 这就是正宫的气势 宋美人的前台词 本宫还在 而等终究是非 晚宴现场将正学 灰溜溜记走 又收获一个爱豆小迷妹 正宫的霸气 显露无遗 思涵赶紧解释 我对温丽老师 只有崇拜之情 没有掺杂其他啊 宋老师不要介意呢 满脸期待的看向温丽 继续说道 上次温老师 在综艺上跳的男团舞 特别帅气 如果有机会 我想和温老师合作 跳个我们团的舞呢 主持人顾嫌是大 直接问道 那你要不要 今天现场教他跳一个呢 温丽惊诧 指了指今天穿的礼服 希望主持人懂点事 这身能跳舞吗 工作人员立马递上话筒 说到今天的礼服 实在深枕不开 我回家自己学吧 学好了给你交作业 主持人立马接话 那我们说定了 期待温老师的女团舞 温丽微笑点头示意 内心哭真朦妹 人在台下坐 活从天上来 这都是什么事啊 二楼的VIP包厢内 一个棱角分明 商业巨饿 坐在老板一身 俯视看着一楼晚宴上的一切 男人是新义集团总裁温丽 李总讨好事的 霍温严说温总 话说这个女艺人 和你还是本家姓呢 要不是嫁给百时的 二把手送宴 一会还能让她上来 跟你打个招呼 温严听着这不入流的话 冷声回到 既然是我的本家 李总还是少开这种玩笑 温丽拿着手机 开始疯狂做功课 他们团的歌是什么风格啊 突然有一条信息提示 打开一看 小猫温丽立马吓得炸毛 随后栖身靠近宋燕 又能揉成水的声音 喊了一声宋老师 宋燕真是不太习惯 这温丽又做什么药 就听温丽继续说 夫妻一提 现在我有难 你是不是要帮帮忙啊 宋燕看着她 问到什么忙 温丽直接将手机拿给她看 标注一个来自舅舅的信息 比起学跳舞 还不如多抽点时间 回家看看你了 温丽哒声哒气的问 见我舅舅和帮我跳女团舞 你选一个替我出面吧 宋燕立刻大感不好 江年在自己身上的温丽推开说 见你舅舅 温丽恢复正常问道 你不选后面那个吗 宋燕单只处着太阳学说的 温老师 你如果再得寸进尺 我就一个也不帮 慈善晚会 温主子气走死敌正雪 收获百合迷妹子 开领了两个任务 见舅舅和学女团舞 晚会结束 小温丽的新生代演员 谈笑风声 温丽瞥了一眼 心里不由暗讽 渣男就是渣男 走哪都渣 不再理会 转头和宋燕说 让助理们出去等吧 我们上门 宋燕温和回复 好了 但是刚到包房门口 温丽就推着宋燕说 你先进去 我舅舅不好意思骂你的 宋燕想着 这是拿自己当盾牌了 自己可没有那么大面 可是温丽已经逃走 说去厕所了 VIP包房里 空气冷凝至零度 温丽听不出情绪的 问温丽呢 宋燕不卑不靠 回到洗手间 温丽随意的说 宋先生这几年 很是风生水起 宋燕说这场面话 都是托温总的服 温丽却不吃这一套说 客套话说的真漂亮啊 宋燕回击 既然知道是客套话 那就听听就好 转回正题 不知道温总找我太太 有什么事要交代呢 温丽毕竟纵横伤海 与其言力警告道 我劝宋先生 不要插手我们家的事 宋燕却兴之缺缺 我对你们家的事 确实没兴趣 但是温丽是我太太 我护着她天经地义 温丽喝了一口茶 蔑视地问了句 你护得住吗 宋燕认真地回道 比起你这个做舅舅的 至少两年前我做到了 这又有什么难的呢 温严冷亨 你这个外甥女婿 真的是和十年前不一样 回想十年前 宋燕还是一个青涩懵懂的少年 就想让温家放弃 和百三父母的约定 把温丽交给她 但是她眼神异常坚定 而且她竟然做到了 慈善晚会渣男聊茶女 桌间桌到舞会现场 温丽再次陷入粉红三角纠纷 宋燕电话传来短信提示音 是温丽 她说遇上的温神 暂时走不开 原来是郑雪 洗手间里 郑雪没好气地问温丽 你怎么还没走 温丽反问你 不也没走吗 却护得被郑雪 攥住自己的手腕 郑雪立声问道 是不是你把我老公 约到二楼来的 温丽用力挣脱 说什么胡话 要打架就改天 我穿这身不方便 离我远点 温丽用力擦拭着 被她碰过的手 好似碰到了什么 不干净的东西 就看郑雪颤抖着身子 强忍着要落下的眼泪 委屈地说 之前咱们争资源 那都是工作的事 温丽我虽然不喜欢你 但我必须承认你比我强 各方面都比我优秀 温丽正愣 和郑雪斗了这么些年 还真不知道 她觉悟这么高 但随后猛地向后退去 惊恐问道难道你 温丽没想到 好不容易酝酿好的情绪 就被温丽的不正经话解开了 愤愤地说 你听我说完 娱乐圈名争暗斗 是正常竞争 你怎么可以插足 我和陆明的感情 你们心自问 你不丧良心吗 温丽看她袒露心声 也耐着性子说 我最后再说一遍 吵CP的之前剧组 和我的经纪人 一再和她确认 她明确答复自己是单身 郑雪难以置信 也不愿相信 说到不可能 温丽郑重其事地和郑雪说 你老公就是很垃圾 他在外沾花惹草 还花言巧语地蒙骗你 郑雪冷笑觉得温丽死不承认 所以问既然你那么无辜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温丽无奈 这郑雪真是油言不尽 说我在这有什么问题 二楼贵宾是你家包园了吗 郑雪被气的脸都扭曲说 我看到陆明上了二楼 跟上来就看到你 你还舔着脸否认 温丽实在不想 再和这个无药可救的人 在浪费时间 带着杀气转身就走 周深凌厉气质 吓毁了郑雪 就看温丽走到包房前 运力推开包房的门 直直走到舅舅温严面前 气势汹汹地伸出手 我知道你有办法 拿到二楼所有包房的钥匙 帮我拿来 温严冷声问到温丽 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 温丽故作柔弱说道 我亲爱的舅舅 你外甥女现在急需要事 证明自己没有给人当小三 你要不要帮个忙吗 温严怒声问 谁把你当小三 温丽不想跟他废话 直接上前拉起他舅舅 一边走一边口不择言 平时看着挺利索的一个人 怎么关键时刻就稳了 我爸一出 逗得宋颜扑此一笑 温严大怒喊着温丽 我是你舅舅 把你那小太妹的语气 给我收起来 一旁的宋颜开口问道 你拿包厢钥匙要做什么 就见温丽如同在世言罗 回到桌间 温丽再次陷入桃色纠纷 化身正义女神陪同抓奸 温丽平时力拉着舅舅 自己就是不由自主的跟着他走 来到一个贵宾室室门前 温丽对郑雪比了一个晋升的首饰 轻打开门露出一个缝隙 拉着郑雪上前 就听里面传来一个甜蜜的女生 那你是喜欢郑雪多一点 还是温丽多一点呢 而呈现在他俩面前的就是 郑雪的老公陆明 和素有小温丽之称的新生代演员 而女孩的玉腿 环绕着陆明的腰身 只听陆明说 我跟郑雪早就已经七年之养了 温丽嘛 我确实很喜欢她 她很有个性 而且当她得知我有女朋友 言辞拒绝我后 我就更欣赏喜欢她了 她的每一字每一句 都传入郑雪的耳朵 陆明继续说抓紧时间 一会我就得走吧 里面的以你翡策缠绵的画面 让郑雪的身体不自主地颤抖 温丽对着她说 把手记给我 郑雪递了过去 可是还是担心了我 你想干什么 温丽说你说呢 这种人渣你还要留着 郑雪却还在担心陆明的前途和事业 温丽却硬生生躲开了 帮你是因为这个难得太恶心 如果你想委屈求全 没人拦着你 郑雪却觉得自己替陆明想没什么错 因为她爱她 最累眼婆娑的温 如果是宋宴变心 你可能还不如我 温丽说宋宴吗 如果她变心 我就得给她进行物理阉割 而且你以为我看人的眼光 和你一样差吗 郑雪是真的无言以对 转头又看向包房内的战况 是啊 是自己眼瞎了吧 一把推开包房的门 吓得里面的两人惊慌失措 郑雪看着自己爱了七八年的男人 她对自己做了什么 直接跪倒在地 嚎啕大哭 而陆明还在垂死挣扎 解释说这个女人 和两年前的温丽是一样的 都是他们勾引我的 而且我们只是逢场作戏 不当真的 温丽原本不想进去 可是听她说完 静止走到她的身边 陆明又是一惊 还没问出口 温丽就不屑地说 原来你就是靠这个 给你老婆洗脑吧 只不过 我将温丽一巴掌摔了过去 狠狠砸在陆明的脸上 你的渣男语路 郑雪都听到了 转身对着泪流满面的郑雪说 你好自为之吧 为自己证明结束 温丽把房卡放下 说了声谢谢舅舅 温丽诧异 这外甥女重新读新华字典了 居然会和自己说谢谢了 温丽接着说 但是今天的事 不算我靠家里关系解决事情 你不能以这个理由 逼我认输回家 转身就要迅速逃走 却听舅舅说 行了 做你的明星吧 温丽这么愣 什么时候舅舅这么好说话吧 温丽抬头正色说 有空多回去看看你老年 温丽想着这个好办 轻松和舅舅告别 回到好妹 桃色事件渐渐落下帷幕 温丽自封是宋宴的女神 心中唯一的存在 不巧又被本尊听去 郑雪在停车场 等着温丽的出现 告诉她 自己已经打算放弃路面 温丽说 这将是你最明智的决定 郑雪说曝光前 先和你打个招呼 怕误伤了你 温丽表示 知道了 郑雪不甘地低下头 问 你看着我现在的下场 是不是觉得很爽 温丽却很坦荡 那倒不至于 你落的现在这样 完全是因为你的恋爱脑 但是在你和那个渣男之间 我更讨厌她 郑雪满眼的泪水表达着 可是我真的很爱她 温丽火大 真的想扒开这个脑袋 看看你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郑雪正色道 我不知道你和宋宴 到底是不是假夫妻 但是我问你 如果是宋宴出轨 你能说出就地物理阉割的话 证明你根本没那么喜欢宋宴 温丽一惊反驳道 谁说的 你自己恋爱脑 剩下的话没说出口 还是先操心自己的事吧 转头冷静的口气说道 我那么说 是因为我知道宋老师是爱我 爱我爱到无法自拔那种 她的心里已经容不下其他女人了 随后大不留心离开 回去的路上 温丽温柔似水的眼神 看着宋宴 心里暖暖的 宋老师才不是那样的人 随后贴近宋宴 感受着她的呼吸说道 没睡熟的话 就把眼睛睁开 就看宋宴睁开睡眼心松的眼睛 说道你的目光 吵醒我 温丽心想明明就是自己没睡着 还不理自己 没好气的说 那不好意思啊 宋宴乖巧的摸摸温丽的头说道 没事 我不生你的气 一本正经的说 毕竟我爱你 爱到无法自拔 心里再也装不下其他任何女人 温丽面红耳赤 副驾驶的文文一个没帮助 直接笑出声来 温丽喊道 谁让你偷听我说话 温丽惊句 她活着就是惊喜 三天下不来床 爱自己爱到无法自拔 不料宋宴本尊全数停取 温丽原地射死 夜晚回到家里 洗漱完毕的温丽坐在床上 还想着郑雪说的话 但是为什么自己 就是如此笃定宋老师 不会出轨呢 此时一个水杯 出现在自己眼前 宋燕问在想什么呢 温丽磕磕巴巴 就是瞬间 满身火气炸开 就是想起 陆明那个人渣啊 出轨还找的 和我有点像的女演员 虽然她不及我的十万分之一 可是她毕竟有小温丽的外号 我真的 随后转头妖功道 不过生气归生气 我今天教训渣男 骂醒了郑雪 还替你说话了呢 宋燕不懂 怎么忽然就炸开了 平静说道 是吗 那谢谢 温丽却不满意宋燕的态度 怎么你不相信吗 郑雪说 如果你出轨 我也会像她一样 我直接反过你 不是那样的人 你不是也听到了吗 宋燕轻笑 那么信任我吗 那如果我真的出轨了呢 温丽一愣 真出轨吗 是啊 我们只是协议婚姻 我好像真没有什么立场 和理由教育 宋燕一阵无语 温丽又开始犯迷糊了 揉了揉她的头 说睡觉吧 都三点了 随后熄灯 宋燕闭眼就要睡去 可是温丽的眼珠 瞪得溜远 转头又看了看宋燕 那我刚刚的话 不就是告诉她 你出轨也没事吗 那如果她真的听进去了 怎么办 飞机打开台灯 用力啪啪地 打着宋燕英俊的脸 醒醒啊 宋老师 宋燕不满 问到温丽 你要干嘛 温丽赶紧解释 我说完的 我再说两句 就是我们虽然是协议结婚 但是你还是不能 在这期间找别人 温丽摸摸头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 随后还解释 当然喜欢谁 是你的权利 我也管不了你 不然灵机一动 对 我意思就是 别分开的时候 闹得太难看 宋燕愣住 大半夜不睡觉 就会说这个 温丽还在喋喋不休 貌似很努力地说服宋燕 不得被宋燕 一把搂进自己的怀里 宋燕窝进温丽的颈窝 问到你说这么多 你口不可吗 手上加重了些力道 温丽感受着温热的气息 宋燕说 你就直接说宋燕 你不许出轨 深夜不睡觉的小打猫 啪啪啪打脸引递宋燕 欲无伦次地 编着对方 不能协议出轨的理由 宋燕一把抱住他 告诉他只需说 宋燕 你不许出轨就好 温丽好像被宋燕 树立了正宫地位 脸红脖子粗的不知所措 宋燕却是扑痴地笑了出来 笑得温丽 又开始内心焦躁 宋燕继续拍拍安 我答应你啦 不找别人 温丽得到肯定答案 才展露笑颜 对吗 这才是宋老师该有的态度 得意忘形地告诉宋燕 宋老师 我都跟郑雪说了 如果你敢出轨 立马就递烟歌 宋燕当场实话 这女人是真狠的 四日清晨 温丽看着热搜上 陆明的公关造谣 狠批郑雪 还想着给渣男留活路 就是让她有机会 把自己逼上绝路 对方已是气不成声 快把实锤证据放出来吧 不然你自己的前途都毁了 就看郑雪和温丽 同时爆出证据 两年前 陆明的渣男行径 恶心表白 郑雪也向温丽道歉 并放出陆明的劈腿图 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郑女讨伐 为温丽承受的两年 不白之缘喊嘘 刚起床的宋燕 就听到客厅里 开怀大笑的声音 看着温丽 还转发评论了郑雪的微博 想着小猫咪 对这件事终于能释怀了 而温丽却陷入了另一个思考 原本人间有你 就是赌气参加的 现在对手没了 那自己和孙燕 看着突然又哀声叹气的温丽 宋燕关心地问怎么了 温丽却避重就轻 说行程太满 有点心累 宋燕却说累就少接点 温丽想着 那要不要退出这个夫妻综艺呢 可是如果退出 自己和宋燕一起的行程就没了 又回到之前不会同框 没有合作 也没有捆绑明夜 是不是真的要面对协议到期 各奔东西啊 可是为什么自己这一想到这 就好难过 好难过呢 好色纠纷正式落幕 正义可能会迟到 却不会永远缺席 温丽一会儿大笑 一会儿惆怅 想着退出综艺 自己就要和宋燕各奔东西 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这么难过 看着神经大条神油的温丽 宋燕温柔地喊了一声温老师 温丽抬头不知何时 宋燕已经坐到了自己身边 温丽还没回答 宋燕就扶住温丽的头 将自己的额头凑了上去 想着是不是昨晚折腾得太晚 着凉了 静静地用自己的额头感受着 说到眼眉发烧啊 温丽近距离地看着宋燕 只觉无法呼吸 迅速后退 磕磕巴巴地说没 没事 宋燕觉得温丽最近可能是真的累到 最说钱是赚不完的 不然叫你经纪人过来商量下吧 温丽心想明明两年前发誓 再也不会用炒CP的方式制造热度了 现在又要用这种方式 和宋燕捆倒一阵子 自己想的应该就是想多赚点钱吧 经历了天人交战 温丽缓了缓心神说 决定好了 累点就累点 不推了 宋燕问 你确定身体吃得消吗 起身就去取热水 温丽展示自己打的鸡血样的战斗力 说到赚钱是我快乐 我可以的 心里给自己找补 对 自己才不是舍不得宋老师 我就是个快乐的贪财小女子 慈善晚宴 人在台下做 活从天上来 答应小明媚粉丝的事 说到就要做到 舞蹈老师教训很负责 从动作到表情 还教温丽 找找十六七岁情斗 初开的时候的感觉 温丽硬着头皮装可爱 心里只喊救命啊 努力找感觉的温丽 累得虚脱 喘着粗气 原地休息 给文文这个 新兴人类发过去 看看有没有小女孩的味道 文文直接给剪出一个 超可爱的合集视频 温丽感叹 小孩的世界 他已经开始不懂了 不过这视频还真是不错 准备让宋老师看看 有没有自己十六岁的风采 采访录制现场的宋老师 接到温丽的微信 还得让自己走远一点 找个没人的地方 等了半天 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 温丽内心难难 这是要拒绝自己吗 呼的就看见宋宁的回复 是给我的福利吗 温丽脸红的跟个大狮子 心想宋老师什么时候 变成了一个大变态啊 拒绝和变态说话 转头去找纯情少年 给被注为兔崽子的弟弟 发了过去 为你成团的弟弟 徐丽正在午休 看到姐姐温丽的视频 冷汗直流 都多大年纪了 太装了 秒回不要给阿燕哥看 你祸害我一个就够了 温丽怒气上升 直接开火 毫不客气的回对 没眼光的同东西 你怎么知道宋宴会不喜欢 弟弟徐丽不甘示弱 回到我可是有事实依据的 阿燕哥给我补课纳阵 就展现了和我一样的 高级审美标准 你不会忘了吧 温丽才不管什么现实不现实 直接人身攻击 你主题曲会跳了吗 舞蹈白痴 你出生的时候 是不是把脑子 落在咱妈肚子里 温丽嗡嗡嗡嗡 疯狂输出 想着她俩的眼光真的一样 她到底要不要发给宋老师啊 女团舞的视频 想着发给协议老公 协议老公一句变态的回复 打向了她的念头 回想十年前的类似情境 还好没有把视频发给她 宿舍里的小伙伴 听见徐丽刷视频 碎问是谁的 徐丽没好气的说温丽的 小伙伴直接八卦 原来你是她的粉丝啊 但最后留下来的 会和导师有个合作舞台 你是不是期待和温丽老师 来个情侣任务 看着徐丽捂着嘴 有些不舒服的样子 碎问兄弟你咋了 徐丽说你别说吧 我想吐 夜晚宋燕看着手机 想起白天徐丽给自己发的微信 说她姐给她发了一个 辣眼睛的卖萌视频 还说阻止了温丽祸害自己 宋燕转头问庄睡的温丽 温老师到底是什么视频啊 温丽没有答复 反而想起了徐丽下午嘲笑 说宋燕和她有着一样的审美 好像是有那么一次 她问宋燕学长好看吗 宋燕轻描淡写的回了两个字 一般心想还好没给她看 哎 思绪回到了十年前 温丽穿着刚买的 清纯可爱的小拖尾丸礼物 走进弟弟徐丽的房间问 老弟姐姐好看吗 就听小徐丽说不好看 温丽一个暴击 攻向弟弟的脑袋 就要走出去的时候 才想起还有给弟弟补课的学长宋燕 睡觉了声 学长满脸期待的问 你觉得我好看吗 宋燕这才敢抬头看她 可是抬头的瞬间又转移了视线 极其不好意思 羞红了脸 说了两个字 一般 本来温丽就对这次做满意 可是一旁的弟弟还帮忙解释 一般就是不好看的意思 嘲笑的声音震耳欲聋 而宋燕在一旁还在假装看书 偷描着满脸怒气走出去的温丽 宋燕才敢指示她的背影 真的很好看 内于追星第一人 追星追到夫妻宗 温丽回想十年前被嘲笑的羞愧场景 死都不想以那个形象 再次面对宋老师 女团爱斗 齐思涵搭档演者 参加人间有你 后实习夫妻 直接追星追到了夫妻宗艺 温丽看着齐思涵的微博 艾特自己说 她来了 忽悠想起答应她的女团舞 接着就看见网友们的脑洞大开 全是艾特宋老师的 细威 你老婆要搞百合了 头上一片草原飘 洗漱完毕的宋燕 看着眉头紧索的温丽 问到在看什么呢 随手拿过手机 温丽赶忙捂住 说到就是齐思涵官宣 参加人间有你做的互动 你不用理会了 随后迅速做好 貌似不经意的问 宋老师 平常你不看男团选秀综艺吗 宋老师一副出水芙蓉状 平常不看 但是如果温老师希望我看的话 温丽就怕她说要看 一掌盖住宋燕的嘴 回绝到不用 请宋老师一定坚持原则 宋燕不吃一乐 抓住温丽的手腕说 好的 为你成团的后台 温丽身着卡哇伊的少女士 扎了两个蝴蝶小马尾 不自信滴掐了一下 自己能滴出水来的小脸 温温兴奋的喊着姐 你也太好看了 我帮你拍个照片发微博吧 温丽连忙摆手 不要不要 温温嘟嘴 这么可爱 为什么不要啊 温丽满脸冷汗 羞耻心上头 说到你不懂 回想自己十年前的窘境 好不容易使出浑身解数 求导演 不要把这段放在正片里 这个时候再发微博 这不是让自己公开处刑吗 半夜加别人老公微信 拉他进组 抢高定理群计划失败 目中无人的小师妹 又来搞事情 殊不知 宋老师的眼中只有温丽 许兴越推门进化装饰 问道师姐 你准备好了吗 温丽一愣问道 导演催我了吗 许兴越在一旁的椅子上一坐 不客气的说 没有 我就是过来看看 不怀好意的问道 师姐 今天宋念老师会来录制现场吗 温丽可是还没忘她 半夜加宋老师微信的事 紧备的问道 不会 怎么 你有事吗 许兴越失望的摊开手 叹了口气 说那些练习生 还希望你跳舞的时候 对着宋老师 那不是更有感觉吗 温丽去满脸黑线 宋念来干嘛 看我被处以急刑吗 许兴越绿茶上身说道 我想宋老师也不会因为师姐跳个舞 就改变自己行程 特意赶过来吧 温丽满脸焦急的问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到底来不来 许兴越摇摇头 说道导演组 没接到通知 不会来的 温丽立马站起 稳定心神 说道 你下次说话 能不能飘重点 吓死我了 他的一声 摔门而去 只留下许兴越 轻轻骤起 不可思议 怎么宋老师不来 他好像如是重负 舞台上灯光闪烁 全场安静如丝 温丽还做着心理建设 都是为了工作 跳个舞吧 此时舞台下人群中 多了一抹身影 是宋艳 他把鸭舌帽压得极低 就听面光灯蓬的 全数打开 温丽俏皮可爱 又唱又跳又醉又语 台下的呐喊声 不断喊着温丽的名字 温丽对着台下 可爱的眨眼比心 无奈眼神太好 一眼就扫到人群中 那最帅的宋艳 歌词中的慌乱无措 也真的让温丽慌乱 两人四目相对 时间仿佛为两人禁止了 有原则的宋艳说 自己从来不看男团选秀 温丽有过一次 被嘲笑的经历 更是不想宋艳 来看自己的女团舞 马路上车水马龙 为你成团 特意邀请安排宋艳 去突袭探班 车上导演组问宋艳 宋老师期待温丽老师的女团舞吗 宋艳温和回答很期待 导演组故意制造话题的问 宋老师 温丽老师在男团选秀节目里当嘉宾 周围全是活力四射的男孩子 宋老师会不会有那么一丝丝危机感 宋艳却是十分自信的微笑回复 我想除了年纪 我还是很有优势的吧 导演组对宋艳说 我可听说有不少练习生 跟宋老师年龄相仿吗 又开始给宋艳下套了 我们给你也备一套练习生的制服 试试 顺便还可以跳下那个舞呢 宋艳可不往这个圈套里钻 直接回绝 不要扎透导演的小心思 导演组击合 也是下尴尬 继续劝说宋老师 你的偶像包袱太重 一看看温老师 女团舞说学就学 虽然根本不适合他 宋艳不理会他 看向窗外 说到我没觉得不适合他 思绪一下子拉回到了学生时代 宋艳正在走廊走着 忽然从侧面钻出一个人 税嫩的脸庞 高渣的马尾 彩色的小夹子 温丽穿着校服 摆出一副小老虎的姿势 还哈了一声 宋艳亦是被无处 不散发着可爱因子的温丽 所吸引 久久未回过神来 温丽也是尴尬的 直接僵在原地 说着你和百森哥差不多高 而且还一样穿着校服 就差说我认错人 也是正常的 不能怪自己哦 宋艳却是宠密的看向他说 跟着猫似的哈来哈去 除了百森 你还能吓到谁啊 温丽兴兴 原来没吓到他 最说那你好厉害哦 温丽在台上唱跳俱佳 一眼就扫到人群中 最帅的面孔 宋老师 你真的是来看我 处以畸形的吗 回忆中的温丽 吓错人后 急急忙忙的跑开了 刚跑两步就看到百森 百森一看就知道 温丽肯定是躲起来 又想吓唬自己 温丽还试口否认 自己才没有 百森直接敲了一下 温丽的脑袋 温丽不满的说 你这人 怎么还动手打人呢 陷入回忆的宋燕 被导演组提示 才缓过神来 因为路上塞车 好像已经开始了 宋燕走进录影棚 压舌帽压得极低 温丽在舞台上俏皮可爱 此时又唱又跳又甜又郁 宋燕不禁又看试了 温丽总能不经意的 撩拨到自己 就看温丽甜美的唱着 朝我头来微笑的那一刻 眼神直接锁定台下 那俊俏的脸庞 瞬间脸红 表情也慢慢的不自然起来 而此时的宋燕心中 如同有一只慌乱的小鹿 就在乱撞 主持人来到宋燕身旁 做起了采访 观众席和参赛的选手 看见宋燕 都觉得很是惊喜 自己真的见到男神了 采访过后 主持人和宋燕 才发现舞台上 有些脱离的温丽 宋燕走上舞台 跟着温丽而去 温丽也抬头看向宋燕 她真的来了 就看宋燕伸出手 就要扶起她 可是温丽羞耻心上头 自己直直站起 接着连连后退 宋燕不满 问你躲什么啊 温丽实在不知怎么回答 心想你这个没有原则的人 说好的不是不来鬼 而舞台下的人开始起哄 琪琪喊道 温老师害羞了 只见俏皮可爱的温丽 确实是满脸通红 自己好像真的是害羞了 温丽在台上唱跳俱佳 可爱眨眼笔心 活脱脱的女爱都实锤 直击引递宋燕的心尖尖 舞台上主持人 对突袭探班的宋燕进行采访 宋老师 你觉得温老师的女团舞怎么样 宋燕夸奖道 歌声好听 舞蹈也很有青春活力 温丽害羞的转过头去 舞台另一侧 喊着谢谢宋燕老师 这是我们团的哥们 宋燕笑笑 跳舞的人更可爱 台下人更起厉害声 尴尬的温丽就想找个地方 想着这宋老师 你一枪毙了我吧 给我来个痛快 探班结束的宋燕 没等节目录制结束 就先回家了 来到卫生间 听着水流流淌的声音 双手接着冰冷的水流 不断拍打着自己的脸 直到让自己冷静下来 回想着探班现场 自己男男 还好 没有让他看到 自己失态的样子 这边为你成团的后台 温丽接受录制 结束后的专访 工作人员问温老师 今天宋老师突袭探班 有感觉到惊喜吗 温丽瞬间失控 以失去面部表情管理功能 深深的叹了口气 说到为了节目效果 也不能这么恶高我啊 随后白白手说 以后我再也不会 跳那种女团舞了 打死都不会 工作人员却说 可是宋老师很喜欢 还说很可爱呢 就看温丽一本正经的说 那是宋老师给我留面子呢 他心里肯定笑话我吧 工作人员一脸的不可置信 不会吧 回到家门口的温丽 实在是不知道 以什么表情来面对宋人 所以慢慢的推开房门 像做贼一样向里张望 并未发现宋念人影 心里又开始傲娇 我自己的家 我怕什么啊 舞台上获得宋念的大家赞赏 台下觉得他就是个神机演员 心里不知道怎么笑话自己 回到家没想到 有彩蛋等着我们 温丽像做贼一样 缓慢推开门没看见人 哒哒哒的跑了进去 打开阳台门 打算躲进去再观察下敌情 刚踏进阳台 就听一个磁性声问 你回来了 这还没问出口 温丽就碰得将阳台门关得严严实实 宋念好笑的敲了敲门 温丽没好气问 干什么啊 宋念回到我们聊聊 温丽低头有点怨气的说 我才不跟你聊 你和节目组联合搞五 我没找你算账 已经很大度了呢 赶紧从我眼前消失 宋念深呼吸了下 随后呼出一口气 说好吧 我消失 就看宋念直接转身 温丽这才送了口气 可是宋念却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微笑 呼的转身 温丽拉开阳台门 双臂张开扑向温丽 直接将她扣在自己怀里 温丽面对宋念突然的靠近 有些不知所措 问到你 你想干什么 脑洞大开的问你 你不是想 把我从阳台上推下去吧 宋念轻笑 这小猫咪的脑回路就是轻奇 问到是你是消失的她看多了吗 温丽本就憋得小脸通红 又看到宋念的轻笑 怒声问 你笑什么 宋念一手扣住温丽的腰 将她拉进自己的怀里 说到我笑 你是个傻瓜啊 温丽还想反驳 可是嫩红的小嘴已经被宋念所覆盖 挣扎了两下 无果也随之放弃 感受着宋念的贪婪与热情 温丽也放松回应着 这边的导演组不干了 怒吼道 当时谁安的摄像头啊 为什么不在阳台上 也装上一个 温丽回家偷偷摸摸四小偷 被宋念抓包直接扑在阳台 暧昧轻轻 花瓣显得有些不懂事了 经过小打惊事件的温丽 呼得推开宋念 巧声说有摄像头啊 随后假装山峰走进屋里 也是轻轻后羞红的脸 还说着暑假房没到 怎么就这么热 镜头前的导演组一直画面说 这他们刚才是吵架了吗 导演却深谙一圈知道 肯定不是 温丽是综艺大咖 绝不会真的因为宋念探班而生气 导演立刻福尔摩斯上身继续说道 而且我有种强烈的直觉 我们错过了很重要的画面 而我们的温同学因为害羞 躲在卧室喊腿而坐整个下午 直到听到门铃的叮咚声 是人间有你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来了 说趁着今天拍摄结束 不安一下阳台的摄像头 温丽和宋念面面相须 难道是节目组发现了什么 宋念前面和逃避尴尬 温丽则是收紧帽子耳朵 演示慌张 片刻后 又齐齐跟安装完摄像头的工作人员 挥手拜拜 直到听到喷的一声关门声 温丽的假笑还未停止 宋念转头看向温丽 想着温老师是被点笑学了吗 温丽感受到宋念的目光 边笑边战略性后退 宋念察觉到温丽应该是还在害羞 最美滋滋乖巧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箱 温丽整理好心情 走上前说宋老师 你得向我道歉 宋念不解问道什么歉 温丽双手抱胸说道 你想想如果下午阳台有摄像头 节目播放出你的禽兽行径 你知道这会有多大影响吗 宋念继续问什么影响 温丽想了想 心中慌乱小路乱撞 光天化日 你对我那什么 宋念看着她不知所措的可爱模样 不由的笑出声 随后站起掐腰 鼓声问道 那什么 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吗 温丽一下子被问住 是啊 会有什么影响吗 阳台上被协议老公拥滚 害羞躲在卧室 一下午没出来 事后觉得哪里不对 就想要宋念跟自己道歉 宋念满脸落寞 唯唯曲曲的样子说 那些和你合作过的男演员 温老师也让他们道歉过 温丽炸毛说道 那怎么能一样呢 那是剧本 那是演戏啊 你这 你再叫占我便宜好不好 宋念感受到小猫咪的炸毛 所以说那好吧 我道歉 为我下午的行为道歉 温丽一愣 咦 他怎么这么快就道歉了 自己还没说够呢 想想说那 那就算了吧 我原谅你了 转头就要进卧室 却一把被宋念拉住 随后按坐在沙发上说 等等 我还没到完欠呢 别着急走 温丽不解问 不是说完了吗 宋念摇摇头 说除了今天 还有呢 宋念回忆着 之前每一次碰你 上次录节目 偷吻你 从头里的话 第一次是喝多了酒 那次宋念的嘴 瞬间被温丽的双手 露得严严实实 而两人都没有动 记忆拉回两年前 两人参加了一场 没有果汁的酒会 都有些酒醉 而宋念早已躺在床上 不省人事 温丽好不容易爬上床 直接扑到宋念的怀里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躺了下去 而宋念呼得被怀里 多了一个人惊醒 摇了摇温丽说 醒醒啊 温丽努力睁开 萌萌的醉眼 两人对望着 对方漂亮的眼眸 逐渐迷失 宋念问可以吗 温丽迷迷糊糊中 点了点头 一声学妹 淹没在以你爱意的漩涡里 温丽想到这 更是用力地捂住宋念的嘴 说着 我不用你道歉了 不用了 宋念抓住她的双手问道 是原谅我了吗 温丽转过头说 宋老师 你的脸皮太厚 我不原谅 还能怎么样 宋念看她被迫投降的可爱模样 笑呵呵地说 知道就好 这一局宋念完胜 阳台上的名场面 逃过了摄像头 两人过招追忆两年前 梦幻羞羞 温丽直接败下阵来 导演觉得 错过了很重要的镜头 精神状态让人堪忧 直呼荣诚拍摄 一定要捕捉到出彩的镜头 这边温丽来到衣帽间 准备外地拍摄的服装 一眼看到宋念的衣服 想着她穿浅色的衣服好看 深色系的也好看 此时宋念忽得凑了上来 柔声问你说 我带哪几套呢 温丽麻利地指着 就这个 这个还有这个吧 宋念乖巧地拿过温丽指过的衣服 温丽瞬间脸红 怎么感觉好像是真肤气一样 看着转身就要出去的宋念 温丽一把扯住她的衣袖 宋念回头 温丽说你也帮我挑挑衣服啊 宋念微笑着答应好啊 就见温丽穿了红色短裤 配了一个树纹公主衫 翘皮可爱 又换了一个牛仔短裤 上衣是一件长袖锁骨 绿色抹胸 青春靓丽 又换了一套吊带白褶连衣裙 天真青春 仙气飘飘 每一套温丽都会问好看吗 这套呢 宋念的回答也很标准 嗯 好看 不错 都戴上吧 温丽不高兴 这明显就是很敷衍的回答 最说你干脆让我把家都带上得了 行了 我自己挑吧 刚要转身 却被宋念一把拉住 说到温老师来回跑不累吗 直接在这换吧 温丽却不解了 问你在这 我要怎么换啊 宋念问为什么不能啊 温丽对这个流氓问题 直接羞红了脸 你说呢 宋念却是眼神迷离 摇摇头说不知道 温丽直接抵住宋念的唇说 别装 撒谎鼻子会变长的 宋念展露迷人的微笑说道 我的鼻子不会变长 但是就见宋念轻咬温丽的指尖 不得站起庸看入怀 说道但是 其他的地方会 参加综艺的协议夫妻 介入家境如交四期 男团舞女团舞都展示过了 下次来个街舞再试试 一个小时的阴影温柔后 温丽裹着背认真的问着 刚刚试的那几件衣服 你说到底哪件最好看 宋念解释说 自己真的觉得每件都好看 温丽又要扎毛 说道必须选一件 宋念认真思考说道 你上午录节目那套就很不错 温丽后退说 你居然喜欢学生妆 果然够变态 宋念看向她受惊的表情问道 这就变态了吗 温丽用手处着脸颊 一本正经说道 化妆师可说 我今天看上去年轻十岁 那就是十六岁 你喜欢我未成年打扮 可不就是变态吗 宋念垂下好看的眼眸说 那就是吧 温丽又凑上前问 你真觉得我穿那个好看啊 不觉得妆嫩吗 宋念摇摇头表示没觉得 温丽又开始变身傲娇猫咪 那就是我今天的舞姿 青春洋溢不为何了 宋念认同乖巧的点点头 温丽继续说 我跟你讲哦 那个舞蹈对我来说 就是毛毛雨 我还会好多舞呢 接着在背里一顿踢 说我街舞跳得老帅了 下次你当飞行嘉宾再跳给你看啊 宋念宠溺的笑着说 行吧 听着语气并没有那么兴奋 温丽从背里钻了出来问道 你不喜欢街舞啊 那你喜欢什么舞种啊 宋念想了想说道 我喜欢 随后慢慢靠近温丽 两人越靠越近 就听宋念说 我喜欢 温丽憋得脸色羞红 怒吼着果然是个变态 因为宋念说的是 脱衣舞 严厉夫妇脱离摄像头 肆无忌惮 节目组 卧人眼球 五简预告片 粉丝们脑补复响连篇 转眼到了龙城去拍摄 人间有你 镜头前的温丽控制不住 洋溢着笑容 摄影师全程拍摄 问到温老师看什么呢 这么开心 温丽说 在看为你成团的预告片 拍摄组问温老师 看自己跳舞 是不是特别开心 温丽故作扭捏地说 不是哦 是他们非逼着我跳的呢 镜头一转 又开始向宋念提问 宋老师对温老师 跳女团舞有什么感觉 宋念叹气双手一摊 表示有点遗憾 因为没看过 后来再求温老师 给我跳一段 她宁死不从 温丽张黄的脸 喊道 喂 那是因为你让我跳脱 温丽差点脱口而出的话 不觉那不是这个场合能说的 紧急把花燕回去 一不小心就咬到了舌头 喊道啊的一声 捕着自己嘴 发出呜呜的声音 想着怎么找捕这句话呢 宋念则一脸关心 看向温丽 就当所有人各怀心思 都用期盼的眼神 看向自己时 温丽表情严肃正经 说到拖 拖把舞 这阴幕反馈到后台屏幕里 导演分析拖把舞 温老师又开始蒙骗人了吧 对神采意义 安排这段拖子不要消音 后面的都不要了 工作人员一脸懵 这是为什么 导演立刻解惑 阴险的笑着 就是要让观众 自己接后面的话 才有意思 其他工作人员立刻瞄懂 导演就是导有招啊 酒店里温丽做着面膜 一边看人间 有你的先导片 果然还是被拍到了 弹幕里猜测着 这是夫妻情趣 玩小学机捉迷藏吗 接下来的弹幕 更是让温丽不淡定了 眼眼包温丽拖子出口 不小心咬了舌头 直接被惊艳老道的导演 下了钩子 摄像头捕捉到 小学机捉迷藏 随后官方发布解释说明 观众直呼 想要常务小哥的联系方式 让他一起感受下人间疾苦 温丽优雅喝起解暑神汤 暗自庆幸 现在安上也没什么用 仔细阅读才发现 弹幕里的一片哗然 居然还有质疑 送美人能力的 温丽满脑子问号 想帮宋老师解释 略嫌有心无力了 温丽继续翻看着 怎么这段也放彩蛋里了 宋老师说 想再看一段 可是他宁死不从 温丽瞬间炸毛 这也能解答 就听自己说 当时你让我跳得拖 随后黑屏 弹幕里响如飞飞 温丽触电般将手机扔了出去 这是什么节目组啊 自己的形象不要了吗 敢往录制的路上 助理文文还高兴地跟温丽说 姐你又上热搜了 看着虎狼之词的热搜 温丽满脸的冷汗 什么时候 能有点正常用词的热搜呢 拍摄现场 众多严厉本 已经很过多事 高呼三立 宋美人我们为你们扛大气 人气超高的两人下车 和大家打着招呼 此时任人群中 传来一个清脆声音 问着 宋燕你到底让温丽跳脱什么舞啊 温丽不好意思的推了推宋燕 说我们快点走吧 宋燕看着他略显尴尬的小模样 拉住他的手说等等 看向声音传出的方向 沉默了一会说 是 随后将温丽揽入自己的怀中 说到是秘密 荣城拍摄录制现场 PD宣布游戏规则 主题是发掘荣城之美 温丽和宋燕挥手告别 规定夫妻两人 只能用对讲机交流周遭环境 凭借默契和才智 找到对方进行下一步任务 帅气的宋燕戴上眼罩 轻皱眉 不觉原来综艺这么复杂啊 十分钟后 工作人员提示宋燕 可以摘下一票 宋燕环视四周 已经空无一人 就听对讲机的那头 传来温丽的声音 宋老师宋老师 我是温丽 听见请回话 over 宋燕机械式的 拿起对讲机 我是宋燕 可以听到你在哪 over 就看温丽的周围 全是围观的路人 兴奋的喊着 是三立 真是的 温丽尽力描述 我这边有位大叔 摆了的糖化摊 旁边还有个米粉店 而宋燕听到的 都是周围的声音 三立可以合个影吗 你是明星吗 给我个名字 我给你画个糖 温丽看着大叔 用名字做的糖化 真的好好看 虽说大叔 能给我多画一个吗 大叔和蔼可亲的说 可以啊 那你写纸上吧 问这个是你什么人啊 温丽不好意思的敏纯 说是我老公 大叔惊叹你这么漂亮 找的老公肯定也不差 温丽羞红脸 接过两个糖化 并表示感谢 周围粉丝两眼 放着小桃心 是糖哦 这真的是磕到严厉糖啊 温丽一边吃着 自己名字的糖化 一边享受着 粉丝的喜爱 内心傲娇 不断夸奖自己 真是个营业小天才 呼得余光扫道 那是 此时摄影师或温丽 同时转过头去 就看到宋燕 出现在商场外部的 大屏幕上 随后连线宋燕说道 宋老师 我就在荣城商场 我现在手上 可是有一串 你名字的糖化哦 你再过来 我就要把它吃掉了 那边宋燕很郑重的说 不许吃 那是我呢 温丽绝嘴 不高兴的 我要来的 怎么就成你的了呢 就听宋燕那边 霸总姿态 武器坚定 因为你也是我的 荣城拍摄 温丽凭借甜美可爱的形象 攻关了两个糖化 变身一涅小天才 宋燕霸气回应 谈话是我的 因为你是我的 这边宋燕很快来到商场 一下子就招到 影帝粉的围观和欢呼 宋燕拿着对角机问道 这么多人 你没被认出来吗 是不是提前清场吗 就听对面 传来温丽自信的声音 我有伪装术哦 听见宋老师 这面嘈杂声越来越大 最想起忘记提醒 没有什么综艺经验的宋老师 别引起什么轰动和围观 担心道 宋老师 你先别进来 在外面等等我 我去接你 宋燕此时 已经被热情的粉丝所包围 宋燕无奈回到晚了 我已经被围住了 以往处世坦然的宋燕 也有些不知所措 试图找出一条出口 却是异常艰难 就在此时 传来一个灵动灵力的卡通声音 喊道我来了 众人皆是一惊 不由自主地 对奔向他们而来 玩偶装的小狐狸 让开了一条道路 就看小狐狸手脚麻利 穿过人群 来到宋燕面前 宋燕惊觉就想躲开 可是小狐狸 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使劲往人群外拉扯 宋燕顺时就被拉了出去 跟随小狐狸一起跑了起来 周围的粉丝乱成一团 高喊救命 终于小狐狸拉着宋燕 跑到停车场 后面也没有人再追上来 小狐狸弯着腰 狠狠地传着肤起 宋燕还没缓过神来 在一边直愣愣地站住 小狐狸呼得直起腰 眼球一上一下 显得那么的智慧 宋燕一脸懵 这是什么意思 小狐狸呼得好像想起什么 自带BGM当当 打下自己的狐狸头 甩着甩凌乱的头发 和镜头的汗水 温丽阳光可爱地笑着说 宋老师是我 荣誠拍摄 温丽评本事要了两个谈话 宋燕找温丽会合被围观 小狐狸玩偶乍现就敷 小狐狸视见温丽视角 温丽在荣誠商场外 熟练的藏匿深意 努力护着手中宋燕名字的谈话 好不容易要来的 就怕晒化了 此时就看到一个 狐狸玩偶打扮的商场工作人员 摇摇晃晃地走了进去 温丽眼前一亮 行响有了 白米赛跑班 哒哒哒跑过去 节目组紧急通知 摄像人员阻止温丽 没有提前清场 不要进商场 可是摄像人员一阵无语 看着用签名和合影 租借小狐狸玩偶服的温老师 只能汇报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节目组看着迅速 换好玩偶服的小狐狸 只好答应 温老师是真的是懂综艺的 忽得看自己代言珠宝的海报 大摇大摆地走了上去观摩 宋老师的代言哪哪都是 自己知名度还真是有待提升 随即调皮地和自己海报合影留念 此时宋燕打来电话 周围好像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温丽才想起忘了提示宋老师要伪装自己 顺着声音的方向向楼下看去 大喊糟了 突得就向楼下回去 可是到了楼下 看着宋燕被围在人群中 自己却在人喊乱 这可怎么挤进去啊 只能大喊一声 我来了 先转移大家的视线试试 随后猛地拉起宋燕 就向停车场跑去 摘下狐狸玩偶头 温丽调皮地说是我哦 宋老师 宋燕看着满是汗水的温丽 像爱抚猫咪似的 将她的凌乱的头发撩到耳后 温丽享受着她的温柔说 顺便可以帮我擦擦汗 宋燕宠溺地说天这么热 也不怕中暑 这么厚重还跑那么快 摔倒了怎么办 观心中略带责备 温丽气鼓鼓地说 我不是没摔吗 宋燕关切地说万一呢 那么多人在踩到你 温丽真的没考虑那么多 听宋燕这么说低下头 确实有些鲁莽 可委屈地解释 我这不也是为了救你吗 为救妇伪装成狐狸玩偶 老公自责自己 怎么就变成被保护对象 观心则乱 情绪暴跌 宋燕叹气 道歉地说对不起 温丽抬头 宋老师怎么这么多愁善感呢 最调节气氛无所谓地说 你综艺上的哨 是我 应该提前告诉你的 而且我有狐狸服呢 摔了也不怕 宋燕却还是很自责 想着如果温丽因为就自己受伤 随后敏唇 还好没有 微柔地轻视温丽额头上的汗水 温丽笑盈盈地问 宋老师 刚刚可是我救了你哦 你不谢谢我吗 宋燕笑了笑 说了句好 伸手揉了揉温丽的头 说道谢谢你 我的狐狸小英雄 温丽和宋燕来到商场经理室 郑重道歉 事先为跟商场沟通造成了麻烦 商场表示还好处理及时 并要赠送两套玩偶服 当给商场做宣传了 宋燕却推迟 感谢商场的好意 可是三分钟后 就看宋燕扛着两件玩偶服走了出来 两人紧赶快跑得赶到节目组的任务地点 准备领取下一个任务 抽签选择抵达晚餐场地的交通方式 温丽拉拉拉宋燕说自己是非球 玩游戏单抽从不出SSR 宋燕去一旁去抽球 温丽在另一边暗自祈祷 可是当打开纸条的一刹那 温丽直接将在原地 宋燕不禁问道是什么呀 两人慌乱了 居然抽到的是一辆搅动三轮车 温丽脑补自己无论是坐前面骑车 还是在后面坐车 这话风杂想咋不对呀 迅速打散这些画面 忽得看见助理文文在收纳玩偶服 温丽脑子忽然灵光乍现 有了 两人手气爆棚抽到了三轮车作为交通工具 显眼抱温丽奇思妙想出主意 一副欧皇模样的宋燕刚想和温老师说 其实这个三轮车 误得被医生宋老师所打断 就看温丽情绪高昂的喊着 我有主意了 随后一个青春靓丽女版王王小狐狸 自在BGM美芝芝的出场 宋燕盯着自己手中的另一套公版小狐狸许久 无奈温老师脑洞大开的神创意 可是自己的媳妇当然要喘 不情愿也要穿上情侣狐狸装 结果就是无论骑到哪里 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围观的群众都在猜测 这是有什么宣传活动吗 车上跟拍的摄像人员已经笑出了声 宋燕则是内心冒着冷汗 身上冒着热气 只有显眼包温丽一个人 觉得自己的主意简直好则 还鼓励的拍拍宋老师说 没事的 没人能认出我俩 见宋老师并未答话 温丽立马站了起来问道 怎么了 不高兴了吗 宋燕提示快做好 没安全带还乱动 马路一侧交警堂警官 正在直播录制安全交通的节目 在线及时发现违规操作 加以指导和教育 这才刚开始 好像有什么不明物品 从镜头前漂过 行警官一回头 定睛一看 是一对狐狸夫妇骑着三轮车吗 瞬间给镜头前的观众翻译 我看到了什么 前方是一个大狐狸 目测是公的 拉着一个小狐狸 应该是他老婆 这种三轮车是不可以做人的 我们上去好好给他们扑扑法 所以操起喇叭大喊 前面的三轮车 温丽直决幸回头 想着他喊的是谁 就看交警一边喊一边向自己奔来 宋燕却是紧急刹车 温丽拉着拉宋燕的右手 低声问道我 我们是不是闯祸了呀 前眼包骑斯妙 想穿网偶扶骑三轮车 美滋滋的觉得自己 真是聪明客代表决绝子 不料宋老师在前面骑 后面交警拿大喇叭追 前面的三轮车 赶快停车 宋燕紧急刹车 温丽才后知后觉 自己是不是闯祸了 拍摄组看到 被交警盘查的严厉夫妇 赶紧联系节目组的导演 交警唐警官摆出一副 亲切和蔼的表情 可不知紧张的温丽 已是慌乱的一批 心想自己这是犯什么错误 把警察都召来了 唐警官倾可两声打着招呼 两只狐狸中午好 老北京四个问候吃了没呀 温丽实在搞不清楚 碎歪头看向他 说正要去 唐警官继续那耽误你们用餐了 知道为什么叫住你们吗 温丽扶住厚重的狐狸头摇摇头 逗得唐警官哈哈大笑 对着镜头说这小狐狸 还有点呆萌呢 问你们是夫妻关系吧 温丽向宋彦的怀里靠了靠 宋彦回答是的 唐警官问那这位狐狸老公 你让你的狐狸老婆 坐在后斗这种危险的地方 这难道不是你的亲媳妇吗 宋彦还未回答 温丽霸气护肤 我当然是他亲媳妇 是我主动坐着的 跟他没关系 唐警官感叹不错 这是真爱呀 随后义正言辞 拿着大喇叭开始谷法 本来这三轮车后斗就不能做人 你老公还带着那个 厚重又挡实现的头套 这在车水马龙的路上 是多不安全啊 温丽和宋彦对视一眼 心中暗自点头 原来如此啊 唐警官问到 现在你们知道做错了吗 两人齐齐站好 就像小学生一样 疯狂点头承认错误 唐警官主要也是为了安全教育 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可以把头套摘下来了 让我们看看你们的真面目吧 两人煞食将在原地 原本穿这套衣服 就是为了不被大家认出来 现在摘下来 岂不是原地射死 唐警官安全教育后 要求狐狸夫妇将头套摘下来 温丽连连后退 解释长得太丑 怕把警官吓到就不好了 唐警官表示没关系 遵纪守法的人最漂亮 此时摄像组的工作人员过来解释 道歉是节目组的问题 这两个嘉宾平常也没坐过三轮车 但是还是要求两位老师摘下头套 之后节目播出 大家也会知道了 两人脸色苍白 尴尬的拿下头套 温丽想着入行头一次这么丢人 还连累了宋老师和自己一起 宋燕和警官道歉添麻烦了 唐警官打去你老婆不诚实啊 这样是丑 那我们怎么活 温丽转头找补人民警察是最美的 逗得警官哈哈大笑 又叮嘱以后可不能把亲媳妇放在危险的地方 宋燕点头回复记住了 录制结束 节目组安慰严厉夫妇 你们在荣城知名度又进一步扩大了 也算是件好事 夫妻俩齐齐射死伏额 温丽说那也要看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吧 节目组继续要不你想想热搜都不用花钱买了 是不是很划算 温丽彻底绝望还心心念念的问道 那省下来的钱给我吗 可是一下子又捕捉到重点 拿起手机想着不会现在就上热搜了吧 还真是 就看严厉吧 路人拍的道歉照 质疑夫妻俩怎么都没有常识 协力都开始怀疑是造假 温丽只好求救丹姐 随后人间有你官微发了道歉声明 唐谭交通也发了节目预告的官微 文文提示温丽安心直播 丹姐已经做好公关了 温丽整理心神 让自己从这件乌龙事件的阴影里走出来 准备上线直播 和粉丝解释宋老师有点小工作处理 马上就来 可是满屏都是让她去看交通节目的弹幕 温丽冷汗直流 想着好的坏的都要接受 点开一看屏幕赫然写着狐狸夫妇利险计 温丽一口水没咽下去 红树喷了出来 虽然心里有准备可还是 宋燕刚好打完电话 就看见咳嗽不止的温丽 上前帮她敲敲背 顺顺气 凑近温丽问道是冷了吗 我给你拿的毛毯吧 转身就要去取毛毯 却被温丽一把拉住 宋燕不解回头 羞愧的温丽因咳嗽 更显通红的小脸 敲声说别 别放我一个人在这丢脸啊 直播满屏弹幕要求去看交通节目 节目名字赫然写着狐狸夫妻利险计 温丽和宋燕双双射死 温丽羞红着脸说看完了 温丽傲娇抬头 我温丽才不会移民呢 瞥了一眼宋燕 我破罐子破摔 原本也没好到哪去 可是宋老师今天可是人设全崩了 弹幕里全是在问 温丽那是你老公啊 你怎么好像在冷眼旁观呢 宋燕开口 那我人设崩了怪谁呢 老父亲般笑盈盈的问 你说怪谁 温丽委委屈屈的说怪我行了吧 我不该替意穿什么狐狸装 随后猛的抬头 不对啊 掐腰战气腐是宋燕 要不是你抽到那个三个轮子的车 我也不会建议穿闷热的狐狸王偶啊 所以就跟问底 罪魁祸首就是你 宋燕抬头看温丽 那你想坐购物车吗 温丽一下子被问拢住了 磕磕巴巴回到那道也没有 弹幕一旁哗然 影视圈白月光沦为社会法治卡 快让我看正片 谁能听懂他们在吵啥 一旁闻闻给温丽比划着手势 意思是不能剧透啊 温丽一无嘴说到不能说了 反正宋老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等热搜看宋老师一个人丢人现眼啊 拖得自己的左脸被宋燕拉住 被质问你要看我一个人丢人现眼啊 贴近温丽的脸庞又问 你是我老婆吗 温丽揉了揉自己被捏疼的小脸 这可真是尴尬到家了 屏幕开始炸翻天 捏脸沙马 发糖之前要打个招呼啊 温丽撇过头想着宋老师干嘛呀 这么多人看着呢 装着若无其事的念着大家送来的礼物 感谢给爷亲一个 我送500个深水潜艇的20个深水潜艇 温丽才后知后觉 脸色羞红对着屏幕大喊 你做梦 屏幕前的粉丝起哄不嫌是大 弹幕炸开要送温丽上热搜丢人现眼 文文慌张打开某簸 震惊的瞳孔放大 真让节目组说着了 不仅上热搜 而且是前四条呢 这钱确实是省下来了 夜晚编导组的人员来碰明天的录制环节 一旁的温丽正在走神 和小迷妹齐思涵正在聊天 齐思涵说自己和严准的购物车被露透 编导组和宋燕对刘成队到足球场表白时 有些犯难 依照温丽老师的性格 这项确实难为他了 宋燕也偷描了下温丽 并未反驳 可是我们毕竟是恋宗 还是要照顾下严厉粉的情绪的 看着持续走神的温丽 建议要不你们抽空多营业下呢 宋燕思考了下回应 是挺困难 片刻后编导组告辞 戏节约在明天再聊 温丽不好意思的挠头说刚才 宋燕把话接了过来 说刚刚编导说告白环节设计不够巧妙 所以他去找导演想办法 温丽变身乖巧的小猫咪 却是拥有余的七秒记忆 那之前的方案是 宋燕老父亲刚徐徐道来 明天原本要去科大情侣告白约会圣地银杏大道 用通告搞出了楚温丽的鼻子说 但是考虑到温老师对浪漫过敏 虽要改成普通的游戏环节了 温丽抚了抚自己的鼻子 为自己发声道 我可没那么矫情好不好 不就是告白吗 我一个偶像剧出身的女演员 这对我也太小儿科了 宋燕直接来了一个歪头杀 魅惑问道是吗 略显期待 那温老师来一个 温丽嘴比脑子快的回到来就来 随后僵在原地 话就卡在喉咙处 怎么也说不出来 宋燕等候多时 无奈叹了口气 爱抚的揉了揉温丽的头 安慰说好了 不要勉强 起身就要去洗澡 可是却被温老师一把拉住 宋燕惊讶回头 温老师 就感觉耳边传来温热气息 等等 宋老师 我喜欢你 面对忽如其来的表白 宋燕有些招架不住 顿时愣住 慢慢转身 直视温丽 时宜问道 你喜欢谁 温丽脸红别过头去 捂着嘴小声说着喜欢你啊 宋老师 宋燕还是没有缓过神 不敢再直视温丽的眼睛 转移话题提示明天是去大学校园录节目 温丽误以为宋燕是在提醒她 表白要适合拍摄场景 越说越顺口 哦对 学长 我喜欢你 宋燕愣住 这小点猫今天怎么了 看着宋燕略带质疑的眼神 温丽心想不是让自己练习一下校园表白吗 这幅表情是什么鬼 宋燕却觉自己被调戏 看了我去说到温老师 你犯规了 温丽没好气 就是为了CP粉营业下 怎么还犯规了 好吧 那不营业也不会脱粉的 你惊醒梦中的宋燕 营业吗 温丽一个劲的点头 对啊 不是你让我试试吗 转头拿着浴巾就去了浴室 说到那算了 我去洗澡了 留下一脸无奈的宋燕 望向屋顶 试图放空自己 心中百感交集 想要的从来只是小点猫真的喜欢自己 洗完澡出来的温丽 躲在被窝里自恋的看着自己偶像剧中的各种表白 奇怪严厉粉那么多 怎么没人给自己和宋老师做过魂简呢 虽在评论区找到了答案 原来是宋老师出演的影视剧 基本都是科幻或是动作大片 感情戏少的可怜 看着宋燕帅气的侧眼 小声嘀咕还说我犯规 明明就是你自己没经验 随后轻轻搓了搓宋老师的头 就见宋老师呼的转头问 什么 温丽被吓了一跳 宋燕轻轻撩起温丽的发烧 发现还有些湿润 问到你没吹头发吗 温丽忽然想起宋燕说过掉毛的事 宋燕则是担心她明早会头疼 起身给温丽轻柔吹起了秀发 场面一度和谐温馨 宋燕问 你刚刚说什么没经验 温丽呼的站起拿着手机说告白呀 粉丝都说你没拍过 给你看看我的 演得好吧 一副求表扬的小学生模样 看着温丽各种表白 其他男人的名场面 嘴里还絮絮叨叨当时的台词 宋燕脸色越来越暗黑 一把锁平 随后将手机高高抬起 温丽想着这宋老师也太没风度 承认自己的演技比他好这么难吗 就见宋燕一把将手机扔了出去 一把扶住温丽纤细的腰身 将他扣倒在床上 质问温老师 你是故意的吗 存心让我不高兴 温丽劝解着宋老师多接点之类戏 打磨下就好了 宋燕继续凑近说道 再想想别的可能性 温丽一副那就是因为路鸣啊 我都不介意了 那就是一部戏 宋燕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傻媳妇 肯定的说 是傻子的 温丽起不过 直接用头撞向宋燕 顿时两人头顶都起了两个大包 温丽炸毛 你才傻 你不仅傻 还痴呆 宋燕认同的点点头 也对 要不也不会娶了个傻子 一声怒吼宋燕想撤云霄 傻子娶了傻子当老婆 傻子不服气一头撞了上去 第二天晚上在录制现场 周年演员夫妻秋红和陈子彤吐槽着 纯情倒白这种事还是年轻人做才有看头 其思寒则借着节目八卦起来 温老师高中有没有关系很好的男生啊 温丽一下就想到了百森 是有个从小玩到大的哥们 啊 是青梅竹马 那你们没有发展点什么 温丽赶紧摆手 没啊 跟他不可能啊 哈哈哈哈这么急的否认 是怕宋老师吃醋吗 不是不是 心想着那时候宋燕每天跟百森哥在一起 还有啥不知道的 其思寒继续问着 那除了青梅竹马还有别的男生吗 温丽犹豫了一下 没有了 别的关系好的都是女生 其思寒一脸失落 然后转头看向宋燕 那宋老师呢 没有啊 那时候小 不会跟女生打交道 眼神看着温丽 继续说着 有时候面对人 手脚都不知道放哪里 怕露线 所以只能装高了 宋燕老师你年轻的时候也太怂了吧 是啊 那时候确实 很没用 我不信 秋红突然说道 你们看着就是一脸我有故事的样子 可不能说谎 我才没说谎 想着自己和宋燕高中认识的是 要能扒出来早扒出来了 一顿八卦局后导演宣布收工了 但是你们在聊慧天 我们先收收东西 可是他们不知道录制还在继续 这是秋红的八卦之魂燃起 说了初恋再说初吻吧 反正现在录完了 从实习夫妻开始 那个 母胎到现在毫无经验 温丽突然想到了正学 她在的话肯定很骄傲的说初吻是彼此吧 但是我和宋燕可都没那么好意思说 温丽老师发什么呆 哈哈 在想怎么编吗 齐思汗急忙替温丽解释 温老师读书没谈过恋爱 初吻肯定是献给荧幕了 我虽然没恋爱 但是初吻却是在高中 跟谁 这是能随便说的吗 宋老师怎么这么平静 都不吃醋吗 那宋老师初吻呢 真巧 我也是高中 我们是不是问了 不得了的八卦 不对啊 秋红在后面追问着 温丽你都没早恋 初吻怎么得出去的 导演在旁边看着都可惜 这段料真不少只是不能放出去 第二天温丽躺着看手机 感觉今天粉丝的评论都很奇怪 难道协议结婚的是被泄露了 听说是天台聊天内容被传出去了 有的粉丝难过喜欢的CP初吻不是对方吧 是这样啊 吓死我了 不过 真可惜啊 当时要是有人多问一句就好了 粉丝们就不会伤心了 温丽想到了昨天的画面 立马堵住了宋燕的嘴 你不许说 好的 老婆说啥就是啥 女人正在八平方的化妆镜前美美的打扮 这时男人缓缓走了过去 这个东西给你 不介意的话 陆节目可以戴上 最近在谈这个品牌代言 品牌方给我们定制的对表 女人看着手表有些吃惊 这个牌子 好像只在舅舅的收藏柜里见过 你谈的是亚太区还是中华区代言人了 男人淡淡回道 全球代言人 婚礼八百年的酸菜刚翻了 满脸的羡慕极度恨 仔细一看 竟然还是刻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 陆节目戴这个表 会不会有点太显摆 宋燕温柔回应 没事 你要怕招摇收起来也可以 温丽小心翼翼的摆弄着 心里喜欢的不得了 几天后在车里 小助理说着 姐 你最近戴的手表真好看 我好像看宋老师也戴过 是情侣款吗 温丽心中一紧 确实 确实是一对 然后立马嘴硬的解释 适当带点奢侈品 可以让品牌方知道 我有多抢手呀 说的时候 手还在轻浮着 戴情侣表也算照顾下 CP粉的心情吗 很快到了为你成团录制现场 而温丽今日的OTB 也很快被发到网上 下面评论道 温丽和许心悦 台本风波过去了吗 开始戴姐妹款手表了 许心悦戴的可是全球限量 价格百万打底 这么偏心 温丽的好像是 十几万的普通款 看到评论温丽气炸了 哼 什么普通款 这是宋老师定制款 我的全球仅此一支 比限量的厉害多了 你们那破相机 连我名字首字母都拍不到 垃圾相机 这时工作人员 进来通知要上台了 画面来到舞台 为你成团的一工表演 正在进行 温丽看着弟弟还没出道 就有粉丝应援了 很是开心 这小子不错 虽然跳舞差点 不过也算争气 Ending post一出 台下全是呼喊 李仔好帅妈妈爱 谢谢这组的精彩表演 那评委老师 有什么意见给他们的吗 渐姐姐在旁边 徐丽下意识地挪了一步 生怕别人看出他们的关系 许昕月说着 你们这组整体还是不错的 但是徐丽 你的Vocal很不错 可是舞蹈还需要继续加油 徐丽小奶狗乖巧地点点头 我会加油的 世界永远爱挑事 许昕月故意发问 刚刚温丽老师站你旁边 我看你躲了一下 你是不喜欢温丽老师 还是喜欢呢 这问题让姐弟两个一下愣住了 温丽都替弟弟捏把汗 要说喜欢 怕人觉得作为练习生 跟见证官有什么拉扯 要说不喜欢 那自己粉丝会对徐丽反感 肯定又要干涨 许昕月看向温丽露出得意的小表情 温丽也毫不示弱地坚定看去 内心想着 行啊 居然算计到我弟弟头上了 尴尬几秒后 徐丽奶蒙地回道 我是温老师的粉丝 也是宋老师的粉丝 刚刚躲一下是我跳舞 刘汉怕有汉味熏到他了 这憨憨巧妙地回答 表得粉丝哈哈大笑 温丽也赶紧带上宋宴 谢谢你喜欢我家宋老师 我会帮你转达 徐丽表面温顺 谢谢温老师了 但心里白眼都翻天上了 没有达到自己的想要的效果 许昕月明显有点失落 这事背后突然有人叫他 温丽用最凶狠的眼神 说着最温柔的话 昕月啊 下次再开这种玩笑 我是你师姐也要骂你了 顶留女明星 躺在老公腿上撒娇打滚 哼 我生气了 原来刚刚在为你成团的录制现场 鸿门小师妹 故意借机为男选秀练习生 想要让师姐温丽难堪 谁知温丽这次毫不留情面 回到评委席后 直接对许昕月开队 下次再开这种玩笑 我是你师姐也要骂你了 此话一出台下的观众 都开始窃窃私语 是怎么了 温丽是生气了 可能玩笑太大了吧 许昕月见状赶紧满脸笑嘻嘻的解释 我是怕刚刚徐丽躲的动作 伤到师姐的心 替你出出气 哇呀 原来是这样啊 要不是你说 我都没注意到 我心思没你那么细腻 要是你在上面采访 不用担心会被练习生伤到心 许昕月面对温丽的当场发难 有些措手不及 十分尴尬地说 师姐你这话说的 我好像很小气一样 哈哈 我知道刚刚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 但我也是真觉得你心思幸运 然后对着台下观众白手解释 你们别乱猜 我们关系很好的呀 转身立马牵起许昕月的手 你说对吧 师妹 而且今天还故意 跟我戴同一品牌的手表 是想给我惊喜吧 果然是同门师姐妹的默契 哎呀 被师姐发现了 真是巧啊 我的一旁的许昕月摸不着头脑 心想虽然今天专门带郭导这个表 就是为了压看一头 但她怎么还主动说手表的事 哼 就算我是捡了别人不要的限量款 也比她的贵 毕竟 谁档次逼谁尴尬 录完节目回到家 温丽气得要爆炸 许昕月她 宋燕接过温丽的衣服 所以是因为她当众找你和徐丽的麻烦 才生气的 才不止呢 你看 说着就把网上那个议论 她手表的事给她看 那些记者都没把照片拍清楚 就说她的是限量 还要和我带的比一比 真是气得我都想傲 我录节目的时候 故意cue了这块表 准备让丹姐发通稿说我是定制款 对了 你呢 温丽说了一旦又停了 宋燕一脸疑惑看着她 你代言什么时候官宣 要是不能提前曝光我就再忍忍 宋燕挂好衣服又做了回来 看你那样 你忍得住吗 不会憋得更生气 可是 这表是你送我的 我总得顾及你的感受吧 宋燕温柔的说着 那你的感受呢 温丽一脸委屈巴巴的 虽然想说没关系的 但是真的好气 就觉得她突然躺了下去 在宋燕的腿上闹腾着 宋老师 我不开心啊 宋燕轻轻巴拉着温丽四散的头发 回应道 好的 我明白了 过了许久 落日的余晖散落在房间 温丽躺着睡着了 宋燕一边摆弄着温丽的头发 一边发着消息 原来她正在联系品牌方 加快合作进度 同门师姐妹当众厮杀之后 女人回家跟男人一顿吐槽 心中的怒火一波接一波 男人为了帮老婆出气 连夜联系品牌方 第二天 许昕月抄话里 有人放了温丽和许昕月照片还配文 极度使人发疯 评论更是说妹妹自己买快表还被碰瓷 有本事阴阳怪气 没本事买更贵的蛋 气得温丽一把扔掉了手机 要不是担心宋老师代言受影响 小助理这时也在刷着网上的那些东西 紧锁的眉头忽然打开了 天啊 太帅了 温丽看见小助理现在竟然还有心情看帅哥 作为我的助理 我在生气 你在花痴帅哥 不是不是 小助理赶紧摆手 是宋老师啊 解你自己看吧 你都见过他那么多回了 至于吗 果然是小女生 拿着手机一看 竟然是J要的官宣 夜色月光 银白如水 全新约会系列 百年沉淀以爱之名特别定制 并赠予全球代言人宋先生和宋太太 全球独一无二 只此一对 下面评论 全球限量款地球上还能找出几十个 定制款只有这一对 不是用限量款 用贵就能概括的 温丽看着手机屏幕久久没有回过神 小助理在旁边问他 解 这个官宣文案你之前知道吗 啊 什么 我不知道啊 那这文案是宋老师想出来的吗 他是代言人又不是文案策划 温丽靠在窗边看着车外 想起跟宋燕的抱怨 他询问着自己的感受 忽然一下人间清醒 原来宋老师是未了 回到家后 温丽走到宋燕旁边 热搜我看到了 JL家的文案策划多少钱一个月 我想把他挖过来给我写稿 啊 是吗 那你打算给我开多少工资 太少可不干 没想到是他自己写的 温丽十分错愕地看着宋燕 不知道为什么脸一下巨红 赶紧偏过头说 你太贵了开不起 其实也不贵 话还没说完宋燕的电话响了 接起电话看了看时间 好的 我一会就到 那个百僧找我 晚上我就回 嗯嗯 晚上见 说完宋燕就出门 关门后温丽站在原地迟疑了很久 感觉自己的心扑通扑通的跳好快 完了 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了 另一边宋燕来到百事娱乐 昨天你经纪人还在和真要讨价还价 你倒好 刚和人谈完就让人官宣 文案还是你自己写的 给你钱吗 百森 百事娱乐总裁 温丽的发小 代言费多多了 文案算是赠送了 呦呦呦 宋老师这么大方啊 之前又是拍戏又是读商科学位 恨不得把全世界的钱都赚了 现在居然有空给品牌方写文案 为了温丽那丫头吧 只是顺手帮她出个气 也是奇了怪了 两年前那丫头出事 她就不许我们帮她 你顺手和她结个婚 她和竞争对手抢资源 然后你顺手接了那个综艺 现在她跟人撞表 你又顺手写了个文案 阿燕 你怎么长了那么多手啊 你在阴阳怪气什么 你喜欢那丫头吧 我可是情场老手 你骗不了我 那你现在才看出来我喜欢她 看来你这情场老手也是徒有虚名啊 女人突然心跳一百八 感觉自己好像喜欢上了她 婚礼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虽然自己和宋老师是协议夫妻 成年人相互有需求也没什么 谁也不吃亏 但是怎么就把心交出去了呢 怎么就真的喜欢上了呢 怎么 栽了就栽了 不就是追的人 有什么难呢 另一边百森正和宋燕商量着 让她去某节目做飞行嘉宾的事 你让我再想想 这时宋燕电话突然响了 百森直接拿了起来 我帮你接 你快点想 我可是口头答应别人了 百森看着来电坏笑了起来 吊货 这不是我前未婚妻 小炸药桶吗 谁打来的电话 百森故意说着陌生号码 然后接通电话 宋老师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百森听着电话里 甜蜜蜜的声音一整个被吓到了 妈爷 炸药桶变小狐狸惊了 温利听出了百森的声音 宋燕顿时也感觉不对劲 一把抢回了自己的手机 还没说话就被轰炸了 你是不是闲呢 自己没手机接别人吧 宋燕是没长手还是没长嘴 要你帮忙接电话 宋燕人呢 我在呢 你 我 一下把温利给整不会了 你干嘛让他接电话呀 害我让他看笑话 他抢了我的手机 你刚刚说了什么 温利忽然什么也说不出口了 那个没说什么 我先挂了 宋燕赶紧问百森 他刚说什么了 没什么呀 就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宋燕怀疑的看着他 那你怎么笑成这样 好久没联系前未婚妻了 我高兴下怎么了 要不要我给你助攻 你别多事 没事少联系 前未婚夫 哎呦 我都没说你翘我前未婚妻墙角呢 你还小肚鸡肠起来 宋燕突然陷入了沉思 她本来该是我的未婚妻 蒙谁呢你 你之前一直在别的地方当地主少爷 高二才转过来呢 不过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招惹那丫头的 还记得那次毕业旅行 班上几个男同学 叫我带着温利一起去 说都是未婚妻了 迟早要睡一个被窝 不如先享受了 我刚准备开骂 话还没说完 也不知道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一拳头就揍了过去 打得别人可是求爷爷到奶奶 你那发飙的样子 我到现在都记得 我可不敢惹你 为了我的人身安全 我只会为你摇气呐喊 做你恋爱之路的保护伞 宋燕拍了拍百森的肩膀 算你识相 那我先走了 飞行嘉宾的是你们给我安排吧 你小子这么见色望有啊你 电梯里的宋燕脑海里 浮现着温利的样子 不管她曾经是谁的未婚妻 现在都是我的妻子 女人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心意 就找老公要轻轻抱抱举高高 刚刚男人回到家 女人就在门口等候 宋燕瞥了眼摄像头 想起了上次的撒娇任务 你到门口接我是又有任务吗 女人满脸透露着心慌 那个 对的 是有任务 监控室里导演看着助理 你偷偷改台本了 没有 绝对没有 宋燕无奈地说着 今天什么任务啊 女人调戏的样子勾了勾手指 任务 就 就是做什么都可以 但我们要待在一起 那你想做什么呀 我们玩游戏吧 就你代言的那个游戏 说着两人就开始了 温利借着玩游戏 一点点的靠近 游戏里给宋燕摇旗加油 游戏外趁机卡油 慢慢挪动直到 靠在了宋燕的肩上 宋燕揉了揉脖子说道 你要是等我刷怪无聊 就去做别的游戏任务 我不无聊啊 然后立马伸出了手帮她 怎么样 我按得不错吧 看着宋燕没说话 她又凑近了些 你好歹给个评价呀 面对温利反常的调戏 结果宋燕输了游戏 随后她起身表示 自己要去喝口水 温利看了看她 然后也跟着起身 你跟着我干什么 任务要我和你待在一块啊 你喝个水最多两分钟 不行 那两分钟也算分开 宋燕无奈手扶头 随后一把拽住温利的手 直接朝洗手间走去 那什么 我没有看你上厕所的癖好啊 不是你说 两分钟也算分开吗 女人害羞的紧闭双眼 那你 你上吧 我保证不偷看 宋燕贴近温利耳边 洗手间没摄像头 你到底什么任务 偷偷告诉我 节目组不会知道的 温利继续嘴硬的说着 没别的呀 就是要我们待在一块的任务 只是待一块吗 那也不可能连两分钟都不能分开 让你一直跟着 温利一下不知道怎么解释 想说又说不出口 小小埋怨的说着 我今天就想当根屁虫不行吗 男人双手捧起她的脸 那根屁虫你有什么目的啊 温冷的双手扶着她的脸颊 温利一下更说不出话了 宋燕看着迟迟不作声的女人 只好作罢 算了 温老师不方便说就不说了 等等 温利抓住她的手 男人淡定的目光中暗藏着激动 随后炙热的双唇温柔的 落在了女人的嘴上 女人刚刚提出了要求 男人就给出了回应 但和以前拍戏等不同的是 这一次是女人真心的邀请 她的手轻轻浮上了脸 感受着彼此的呼吸和湿热 这时温利的手机忽然响了 她推开了男人 人间有你编导一直不见 他们从洗手间出来 于是给她发了消息 温利说着 你先出去 我等一下再出去 要不然这段播出去 又够别人乱想了 宋燕看着温利被吻得晕开了嘴角 一边伸手轻轻帮她擦拭着 一边说着 就算被捕出去了也没什么 只是我们偷偷做坏事被抓到了 你好好的开什么车 那你笑得这么开心 让你管啊 温利干脆也不藏着掖着了 我就喜欢 和你 做坏事 怎么了 然后像打了圣仗一样得意地出去了 留下还没反应过来的宋燕 在洗手间独自回味着 第二天温利依旧沉浸在喜悦之中 有了昨天的拥吻 接下来再发挥自己的魅力一举 把她拿下 等人追到了 离婚协议还不是分分钟就能反悔的 这时经纪员丹姐忽然打来电话 温利格外亢奋地接了起来 丹姐 下午好呀 丹姐不解 你中彩票了 这么兴奋 温利这才注意到然后收敛了情绪 丹姐说 我一直想帮你接槟城这个电影 导演和编剧都是很厉害的 温利也听出了后话 直接问然后呢 丹姐继续说着 但是他们不看重流量 我约了几次导演都没明确答应 好在编剧觉得你还不错 加上宋燕是男主之一 所以还有一点机会 有个演技综艺S级演技大赏收官的那一期 槟城的丑导会去 我把节目台本发你 你要好好表现争取这个机会 明白了 挂了电话宋燕走了进来 你要用书房 那我回卧室看剧本吧 你不是有不能分开的任务吗 温利昨天得手后就把这事给忘了 尴尬地说着 对 差点忘了 然后俩人就一起在书房各自忙着自己的事 温利看完后就一直盯着宋燕看 发现喜欢她之后 她的额头 眼睛 鼻梁 嘴唇 还有这张脸 都长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宋燕被盯了很久忍不住凑近问着 你看什么呢 温利目光没有移动 然后一本正经地说着 看你啊 宋燕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好好看剧本 想被拍到看剧本不认真 温利凑到耳边小声说着 被拍到也怪你 谁让你比剧本好看 宋燕立马羞涩地侧过头 还说着温利马屁精 我说实话怎么就马屁精了 说着站得起来准备往外走 宋燕拉住了她 你怎么要出去 对啊 谁叫你比剧本好看 我在书房看不进去 摄像机那头的编导也十分惊讶 温老师是怎么平静卤水地 说出这种台词的 可能演过太多偶像剧的女主吧 而被聊不之后的宋燕紧张得不行 毕竟她没演过偶像剧也没经验 整个脸通红通红的 心脏砰砰砰的跳 温利明目张胆地聊对她是相当受用的 由于男人实在太帅 女人无奈 为了能专心工作只能暂时离开 剩下男人心跳加快独自可爱 晚上宋燕端着晚餐走了进来 哇 女人有点小意外 谢谢宋老师 男人俯身弯下腰 意外挑到了温利手机里的台本 是自己会出演的冰城 小心思全都冒了出来 为什么她没跟我说 是不想让我帮忙还是 不想和我合作 女人看着碗里的菜 说 你是不是想让我长胖 所以放了这么多沙拉酱 吕洞冰都没有无辜 你是在骂我狗 对啊 那你早说嘛 完了完了不行不行 自己现在要追她 注意态度 要对她好 然后立马秒变可爱 在宋燕的肩上蹭来蹭去 你做的沙拉好好吃哦 你要不要尝一口 我喂你 然后一脸期待的看着宋燕 你这 这又是新任务 温利啪的一下指着摄像头 你看 灯是灭的 没有任务啊 你当我是白痴吗 无奈道 那你今天是怎么了 没怎么呀 你给我做了沙拉 我很开心 就想喂你一口 宋燕感觉温利有点奇怪 但是自己的老婆自己宠爱 好吧 你喂吧 我准备好了 温利睁开卡兹兰大眼 好耶 宋燕看见温利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你不是为我吃吗 怎么了 爸还没说完 温利就捧起了她的脸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靠近 将嘴里的食物分了一半 放进了宋燕的嘴里 轻轻一咬 食物带着彼此的热气 分别到了口中 温利有点害羞的侧过了头 那个 我看你嘴小不够装 所以帮你吃一半 顿时感觉 好羞耻啊 好大胆啊 她应该不会嫌弃我的口水吧 毕竟我们交换过很多次了 嘿嘿 是不是很好吃啊 宋燕这才反应过来吞燕的进去 擦了擦嘴角的余温 嗯 很甜 几日后宋燕和冰城制作组的正在一起吃饭 宠妻狂魔却看着手机呆笑 记得今天答应了我要早点回来 好 温老师放心 阿燕 你在笑什么呢 在跟我太太聊天呢 温利啊 她是找你帮忙 宋燕无奈的摇摇头 我倒是想帮她呀 可她不愿意 这丫头比较倔 哈哈哈哈 倔点好啊 冰城里玩玩也是很倔的脾气 倒是阿燕你性格好像变了 我看了你那宗利的预告片 这节的婚性情大变了呀 求导你别调侃我了 阿燕你还不好意思了 哈哈 没有 我先去个洗手间 一个预告片就让人调侃了 那要是正片被拨出去 不行我还是得打打招呼 于是拨通了人间有你严导的电话 喂 严导 我想跟你商量下 前几天温利做任务那段能不能剪掉啊 什么任务 前几天你们在家那段 我们没安排任务啊 没有 那她假装关摄像头 然后 然后什么 你们关摄像头之后做了什么 没 没什么 宋燕吓得赶紧挂断了电话 这是一个女人走到了她背后 轻轻叫了一声 宋燕 好久不见 洗手间的轻轻 明目张胆的聊拨 还有撒娇未识 本以为都是因为做任务 可宋燕却从导演那里听到了不一样的答案 思绪回到今天出门前 宋老师你今天能早点回来吗 我想找你对对戏 冰成那种题材的我演的手 心里没底 宋燕轻轻揉揉脑袋 你开口我一定早点回来 温利开心的抓着宋燕的手 那我在你回来之前自己再多过几遍 宋燕十分疑惑 于是试探性的问 之前也没听你提过 怎么这么想得到这个角色呀 这么好的本子和团队多香啊 还能帮助我转型啊 温利脑中浮想连篇 还可以每天贴着你展开追求 宋燕眼神却变得暗淡 本以为会有一点是因为自己参演了这部戏 想着最近温利做的奇怪和矛盾的是 让男人想出了神 宋燕 宋燕 男人这才回过神来 不好意思我刚在想事情 原来刚刚在几分钟之前 宋燕出去跟人间有你的导演打电话时 忽然碰见了十年前的荧幕情侣 曾经还一度传言他俩阴气生情 回过神来的宋燕向女人介绍着 女人微微捋着头发礼貌的说道 我从与导那听到你们在这聚餐 所以厚着脸皮不请自来 丑导赶紧说着不会 正好制片也想认识一下你 等他们都跑去打招呼的时候 槟城的编剧坐到宋燕旁边小声说着 我觉得你太太温利的娇笑灵动 音气洒爽更贴合晚晚 这位唐家人的气质虽然不错 但不像槟城里的晚晚 谢谢周编剧夸奖 我太太要是知道肯定乐开了花 可惜我只是个编剧做不了主 很早我就给你太太逼了本子 但是没几天却是这位唐小姐联系了我 懂得都懂 听到这话 宋燕脸上的笑容退了下去逐渐变暗沉 老周你怎么坐这了 跟阿燕聊什么呢 就聊了一下他太太 咦 你太太今天怎么没了 宋燕毫不客气的说着 角色还不一定是他的 我太太脸皮薄不肯来 女人当然听懂了这个暗沉 皱了一下眉头 这时裘导又举起了杯 阿燕 过两天那个演技大赏的综艺 你可得多给我提提醒 我第一次上综艺 现在演员粉丝太可怕 我可怕得罪了 这话说的 能被你指导几句多少人想都想不来 周老师说的对 我太太也希望裘导能多提点 可是我自己是老婆奴 他一委屈我就心疼 希望裘导还是能嘴下留情 哈哈哈哈 好 看在你这个老婆奴的份上 我到时候把脾气收敛收敛 此刻在一旁的唐家人正在暗流涌动 聚餐结束后 大家在停车场道别 看着宋燕和唐家人如此身份 裘导想起了十年前 十年前宋燕出道的作品你知道吧 与伟光导的那个 那时候宋燕就普通高中生 白纸一张 他跟唐家人对戏的时候 眼神里压根就没有光 可是宋燕那年不是拿了最佳新人奖吗 他们还是最佳荧幕情侣 你这老头吃瓜别挤啊 后来与伟光就问宋燕 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 把自己带进去 你喜欢的女孩光芒万丈 而你是地里的泥土 你很喜欢却又配不上她 哦合着那部电影宋燕眼里不是女主角 也不是唐家人 而是她心里的女孩子 宋燕刚开门 温丽就跑了过去 你可算回来了 你先先会 正好帮我看看我走气的效果 宋燕看着眼前的女人 无论十年前还是现在 她时刻都是光芒万丈 在她面前 自己一直都是需要抬头仰望的女 啪啪啪 宋燕拍手叫好 无愧是温老师 戏走得真好 真的还可以吗 当然真的 今天周编剧还说你形象合适 说希望你能争取到 那 那你希望我拿到吗 宋燕搂过了温丽 我当然希望你能 她顿时开心的像小女孩 我会努力加油的 感受着温丽的开心 男人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就算配不上 也想让她能愈加明亮并且自意张扬 男孩在疯狂地追赶 直到看见女孩 轻盈而优美的背影 才停住脚步 那是她喜欢的女孩 她迫不及待地想上前 却被一个冷峻傲慢的男人挡住了去路 男人低着毛子说道 宋小少爷 如果你父亲没破产 那你还是小少爷 那我外甥女就还是你的未婚妻 可你父亲现在风光不在 我知道这话不好听 但你也是锦衣玉石长大的 换做你是我 你会同意这种婚事吗 那些话把男孩的骄傲和清高打得七零八落 宋燕 宋燕 一道声音将她从冰冷的梦里唤醒 惊醒后的男人仍然心有余悸冷汗直流 见宋燕半天没有回应 温丽焦急地询问着 宋老师 你没事吧 宋燕这才回过神来 我没事 做了个梦 可能最近有点累 温丽长舒了一口气 并给她披上了毯子 太累的就去床上休息吗 你没事我就先赶去工作了 说完转身离开 宋燕看着温丽的背影 想起了刚刚梦里的样子 下意识地一把抓住了她 温丽满脸的疑惑 怎么了 宋燕恍惚了一下 呃 没没什么 随后递上了毯子 温老师快去工作吧 好的 有事打电话我 记得看看习大赏的台本哦 温丽走后宋燕拿出台本 内心一直无法平静 怎么自己又梦到这个 人间有你的助理问着 这是那个演技大赏的台本吧 编导说着 听说静眼内容随机抽 还是有难度的 所以先让熟悉一下 话是这么说 可是都一个小时了 宋老师还没翻页 那肯定 是在开小差 宋燕确实在开小差 温丽最近的变化 还有那个梦 让她内心烦躁不安 索性合上了台本不看了 而监控室的编导却气炸了 我怀疑她在看小电影 要不然为什么不给我们看 因为宋燕此时的背影 正好把手机屏幕挡得死死了 随后她在手机问答界面 打出了自恋 傲娇 嘴硬 别扭 脾气很差的女孩子 行为特征分析 答案却是让她赶紧换人 早换早超生 宋燕摸了摸下巴 换人 不可能 这个不值得参考 她此刻越来越焦躁 忽然想到粉丝 应该比较了解自家偶像吧 于是直奔温丽超话 进去就看见标题温丽的千层套路 通过小坐坐 跳舞 撒娇和为水果展现魅力 直求攻击强势撩拨她的心弦 三立的欲情故纵既有侵略性又艺术性 宋燕看着这些手不由的 有点激动的抖了起来 她心里那盏灯 好像砰的一声明晃晃的亮了起来 难道说她真的 睡觉还皱着眉 因为她脑海中又出现了个画面 温丽说着 宋老师你喜欢我吗 但因为她的胆小害怕失去 而迟迟不敢回答 看着温丽渐行渐远的样子 她更害怕了 她一把搂住了温丽 说出了不敢说的话 我喜欢你 别离开我 从前她心里都不敢想 都没期待过她的回应 而此刻窝在温丽怀里的宋燕是安心的 听到宋燕嘴里嘟闹着的话 也让温丽惊讶地羞红了脸 男人在家暗自神伤 女人在外美得不像样 小助理夸赞着温丽 今天的妆真好看呀 温丽看着镜子的自己 确实还不错 正想着晚上回家给宋燕看看 这时手机来消息 舅舅温严发来消息 宋燕去温丁的餐厅吃饭了 里面还有个女明星 温丽一脸疑惑地说 所以呢 那女明星叫唐佳仁 看到这个名字她一下顿住了手 即使是协议结婚 忠诚也应该是最起码的条件 温丽看着舅舅发来的消息 正想七想八成 忽然听见小助理手机里传出的声音 你在看CP超话里的我的千层套路吗 是啊 姐你看过了呀 温丽突然就拍起了桌子 那视频里的脑骨就很离谱 然后举起手机递到造型师面前 粉丝做的这个视频 就是断章取义 我哪有那么不矜持啊 别说 看着还真像你故意聊播宋老师 温丽语气渐渐弱了下来 没有好吧 心想着那些素材都是以前的 那时候自己压根就没非分知晓 姐 丹姐来电话了 温丽定了定神接起电话 后天就要去卢氏录节目了 冰城的剧本吃透了吗 温丽吱吱呜呜说着 还行吧 这不是最近都在忙综艺吗 所以这两天没看 综艺要准备 剧本也得看 你参加这个综艺就是为了拿下冰城的角色 万一求导让你是近呢 这两天别窝在家了去上个戏曲课 别辜负周边剧对你的期望 之前冰城剧组私人小剧 唐家人也去了 他应该也是势在必得 不然不会没打招呼就跑去 听到唐家人 温丽突然开口了 单姐 你觉得唐家人这次回国 到底是想拿这个角色 还是想和宋宴合作 经纪人反问道 那你呢 是想要角色还是想和宋宴合作 温丽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都想 经纪人有些惊讶 难得呀 你今天倒是诚实得很了 你都想 更何况他呢 他在国外这几年没少往国内发通告 不然你都和宋宴结婚了 他和宋宴的CP热度 为什么还能这么吃紧 温丽撇起嘴 那也没我和宋宴的CP粉多 经纪人笑了 那等你们协议结束呢 等宋宴恢复单身 他们再续前缘怎么办 不就是合作了一部电影吗 哪有什么前缘 温丽气鼓鼓地回到家 烦躁地推开门 我和宋宴才是认识的更早好不好 本来特意没有卸妆 想回家在宋宴面前惊艳一把的 结果进卧室发现他已经睡了 温丽又去光速卸了妆 猎手猎脚地爬上床 心里不满地嘟嚷着睡死你算了 拿起手机戳戳戳地点到了唐宋CP 我倒要看看有多般配 顿时脸上的表情就暗淡了下来 十分落寞 只飞机的电影里 原来那个冷冰冰的学长 也会对着喜欢的女孩 露出温柔又渴望的眼神 而那时对自己总是那么冷淡 几乎把讨厌温丽写在脸上 转脸他就收起了手机 不看了不看了 长他人稚气有啥好看的 眼神忽然瞟到旁边的宋宴 怎么睡觉还皱着眉 他不知道的是宋宴此刻在做关于他的梦 他忽然一把搂住了温丽 嘴里还在小声喊着别走 看着宋宴满脸的害怕难过 他这是做梦了吧 于是温丽伸手轻轻抚摸他的脸庞安慰着 自己也把头埋了过去 微柔地说着 明明我跟你认识得更早 如果你那个时候不讨厌我 也许那时候我就会喜欢上你了 女人安抚着男人相拥而睡 第二天早上 睡得正熟的两人被一阵电话铃吵醒 女人迷里呼呼地半睁开眼 嘴里还在埋怨着 这么一大早谁打电话 话还没说完 就被眼前皆是有力荷尔蒙爆棚的 两块胸肌惊到了 变红耳赤地赶紧坐了起来 这一大早太刺激了 温丽接起电话 就传出小助理催促起床的声音 今天你和宋老师要飞炉室 结束电话温丽就去洗漱 这时洗手间的门被推开了 宋燕打着哈欠顶着凌乱的头发 半醒不醒地缓缓走进去 女人透过镜子看着她就响起纸飞机里 她对着别的女孩露出的眼神 想着就生气 于是移开了目光 淡淡说道 一会我洗完了叫你 不如洗来的冷衣让男人没有了半点困意 她落寞地低下头 好的 那我先去收拾行李 心里还在埋怨着 原来粉丝也不了解她 哪里是什么喜欢 自嘲地轻喝了一声 不过是自己自作多情罢 两人很快整理完毕 在小区楼下等着助理来接 温丽瞥了眼正在看手机的宋燕 想说话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头 都怪昨天看了那个纸飞机 人间有你的导演 看着他们中间隔了巴掌远就生气 一起出差也不甜蜜 他们到底有没有当夫妻的自觉 无可奈何的导演对跟拍小哥交代着 要求不高 能拍到素材塞进正片凑时长就行 我一定全力以赴 这时温丽也看到身后的人间有你正在跟拍 灵光一闪 对啊还可以用这个办法呀 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两人刚上飞机 温丽就在偷瞄着宋燕 她想借着人间有你节目组的名头为所欲为 咳了两声亲了亲喉咙 那个宋老师 来任务了 宋燕的手臂抓住了她的手 仗红了脸说着 就是那什么 我们要手牵手直到下飞机 宋燕先是一惊 然后立马就露出了浅浅的笑 心中已经明了温丽又在作妖 女人见宋燕没有反应 有点小恼怒的撇下头 怎么连节目组的任务你都不想配合啊 刷的一下抽出了手 不配合算了 宋燕立马又抓住了她的手 凑到她旁边 低声说着 没有不想配合 只不过既然是任务 那就再认真一点 随后将手指插进女人的指尖 环绕着手臂 食指紧扣地握住了 温丽羞红着脸温柔地探着她 她的脸颊轻轻贴着女人的手背 这样可以吗 为了拂过男人的心 女人八百个新眼子全用上了 借着节目组的名义 对着男人谎称有新的任务 要求全程保持牵手状态 结果男人不但顺从地牵了手 还来了个食指紧扣 超出温丽心理预期的满意 她哼着小曲向之计谋得逞的狐狸 温丽咬牙切齿地看着 宋燕那人出无害的样子 好家伙这是早就识破了 跟我玩呢 但不争馒头争口气 死鸭子嘴硬地继续说着 不用叫她过来 我就是先跟你练习下牵手 怕到时候对着镜头不自然 宋燕强忍地笑一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啊 温丽看着宋燕那想笑又不笑的样子 就不服气 拉着她的衣领 自己也靠了过去 转脸严肃地说 我说牵手你还非问是不是嘴对着嘴 你是想占我便宜啊 温丽这么直白地说话让宋燕愣住了 她盯着她淡天也没回答 反将义军的温丽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一副我原谅你的的样子 算了谁让我魅力大 你想占我便宜 我能理解 我不跟你计较了 宋燕刚想说什么 但温丽毫不给机会地直接戴上了眼罩 表示自己快得先睡了 虽然温丽不讲道理 有时嘴硬又傲慢 可宋燕一点也生不出来气 谁让自己被她吃得死死的 飞机落地护士机场 街机的粉丝来了很多 他们一路打着招呼 中间人太多的时候 宋燕一直将温丽布在怀里 然而温丽却一直没有忘记 自己的套路被她识破这件事 但很快就想通了 看穿就看穿 我就装傻 看谁更能忍 脑海中还浮现出两情相悦之后 自己拿今天的事嘲笑她的情景 想当初你一米八几大男人 被调戏地说不出话 粉丝的呼喊声让她回过神 赶紧拍了脸几下让自己清醒 都在想些什么呢 粉丝们看见温丽山自己 以为她没信心压力大 都纷纷安慰 三立啊 没人好也没事 网上有我们控屏了 有姐夫在呢 你放心 她要是不帮你 我们就帮你跟她粉丝兑现 温丽哭笑不得的说着 别老想着跟人兑现 对我有点信心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粉丝们齐声说着 三立加油 姐夫加油 听到姐夫这个词 温丽有点意外和害羞 因为和宋燕结婚两年多 其实她并没有太多结婚的识感 宋燕护着温丽一路往外走 在粉丝一声声宋燕 照顾好你老婆 在主妇中上了车 男人一把搂过老婆 我对你怎样的心思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三立夫妇下了飞机以后 就直接赶往录制现场 车里宋燕贴心地递过台本 并把自己比较熟的做了标注 你需要的话 这几段我可以脱稿和你对对 温丽翻看着台本 发现宋燕把感情戏都跳过了 小埋怨地说着感情戏 你都不和我对 那我和别人对感情戏 你不吃醋吗 一边说着一边在她的肩上蹭 可宋燕似乎没察觉到什么 还一本正经地解释着 我确实不擅长 感情戏可能真没法帮你什么 温丽撇过头失望地轻傲了一声 而旁边的呆头鹅还在思考 老婆怎么靠近眼片段 赢取导演好感 看了一会台本之后 温丽有些累的倚靠在宋燕的肩上休息 宋燕立马就将手竖起 放在自己嘴前 示意工作人员说话声音小一点 然后自己也把头靠了过去 和老婆依偎在一起 很快他们到了S级演技大赏的排练室 刚到棚里一群年轻演员 就挨个和他们打着招呼 但是作为助演嘉宾 他们立马就被分开去指导不同的演员 青年演员宁俊轩和汪妙排练的是 温丽一年前的古装作品中 摇齿表白的那一段 汪妙急切地请教温丽 导演说我和男主对视 是眼里没有小女儿家的娇羞和无措 不像是被人表白 更像是听人念台词 没事 我给你来一段 你注意看我的眼睛 随后冲着宁俊轩招招手 来 咱俩对个戏 另一边宋燕指导的演员 也发现温丽在和宁俊轩对戏 自己想去看 于是穿多宋燕 宋老师你不想看看温老师跟人对戏吗 宋燕语气平淡表示着不想 为什么 难道你看了会吃醋 那温老师拍了那么多偶像剧 宋老师你每天不得酸死啊 宋燕无奈 行了去看看好吧 心里还在自我解释 自己才不会吃醋 只是单纯不想看而已 可是立马啪啪打脸 温丽此刻站在宁俊轩面前 饱含了年轻女孩 即将对自己暗恋对象表白时的羞涩 我 我喜欢你 一双絮满浓浓爱意的眼睛 看上去仿佛已经喜欢这个男孩好久 宋燕看着眼前的一切 小心脏还是没扛住 本以为自己不会吃醋 看来还真是高估自己了 宁俊轩面对温丽的表白没有接住戏 很不好意思的说 被温老师看得有些受不了 心脏扑通扑通的 说话间无意中撇到了围观的宋燕 虽然他在笑 但宁俊轩却莫名打了个寒战 温丽还毫不知情的安慰宁俊轩 没事 要不再来一次 宁俊轩佩服地说着 温老师太厉害了 老公在边上也能演得那么真实 实则内心慌的一批 求求了我害怕 温丽这才往周围看了看 宋燕拍着手叫好 演得真棒 脸上的笑容也压不住她想到人的心 正好我的感情戏也是短板 要不温老师也教教我 温丽忽然觉得心里有点发毛 可是我心虚什么 演戏而已又不是偷情 但觉得宋燕像是不华好意 以不要耽误他们彩排为理由想拒绝 因为在她心里一点也没觉得 宋燕的感情戏是短板 奈何周围的演员都开始起哄 温丽没办法只能答应 提前说好我教不了你 要是我演得不好就说 我一定虚心接受 宋燕也客气起来 我要是演得不好 温老师也尽管说 宋燕看了下台本之后周围的喊着 321 action 宋燕一把将温丽拉入怀中 小狐仙 我究竟对你是怎样的心思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一圈人围观温丽被宋燕抱在怀里 让她有些不好意思 她拼命地心里暗示 我是专业演员 要淡定 我从未对一个女子纵容到如此地步 想念到如此地步 烦恼到如此地步 你欢喜我也欢喜 你伤心我也难过 我满口的人意道德 每次都说帮你只是举手之劳 但我自己知道 我对你 私心至极 最后贴在她耳边问道 说了这么多 你这个傻狐狸还不明白吗 温丽脸颊滚烫 顿觉她的呼吸都是缓慢而撩人 一瞬间有点分不清这是演戏还是现实 但只希望可以永不停止 他们明明是在秀演技 但心里却都有着秘密 男人借着台词试探地说出爱慕已久的情谊 导致女人都有点分不清现实还是演戏 随着宋燕说完台词 她慌乱地拉开了距离 我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恶心巴巴的话 肉麻死了 心里却骂自己不争气 怎么还结巴起来了 宋燕掰过她的肩膀 目光灼灼地低头看着她 虽然肉麻 但每个字都出自我的真心 温丽被撩拨得毫无还手之力 宋燕下意识地扶上她的脸颊 一切发展的都是那么自然 一个向自己喜欢的表白 一个被自己喜欢的人表白 天啊 是吻戏 后面突然传来的声音让她如遭雷击瞬间清醒 仅仅距离4.150里的时候 她脱力地喊了声 哈 铁过头并伸手挡住了宋燕的吻 尴尬地说着 心 辛苦宋老师了 周围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果然夫妻对戏就是不一样啊 刚才两位老师的眼神都要拉丝了 光调此时满眼的崇拜 温老师你太厉害了 温丽表面装着镇定 其实心里慌得一踢 这事旁边有人感叹气氛都到这了 编剧竟然没安排对个嘴 光调解释着 原剧里是有的 只是节目主怕时间紧磨和不好 所以台本里删了 温丽听到他们的对话之后 轻轻地扯了下宋燕的衣角 小声地说着 台本里都没安排吻戏 你刚才想干嘛 宋燕一脸得意地说 温老师的这部剧我都看过好多遍了 后面会发生什么全在脑子里 温丽有点埋怨 既然你这么熟 在车里还不和我对戏 还说不擅长 宋燕似乎又回味起了刚才的场景 我确实不擅长 温老师刚刚的眼神我差点没接住 差点让我以为你喜欢我 宋燕的一句话犹如屏蔽一道雷 让他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又给搞乱了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远处几个小演员叫着宋燕请求指导 宋燕见温丽没有回应 就打趣地说着 温老师害我现在还小鹿乱撞 我得去工作缓一缓 然后就转身走了 被丢在原地的温丽莫名的就火大 你一把年纪了你小鹿撞个毛啊 几小时候导演们也都到了 宋燕准备带着温丽去跟仇导打个招呼 俩人走在去休息室的路上 却不知怎么的有点小尴尬 可能是之前对戏的后遗症 于是温丽找的话题说着 那个我和你对戏的时候有点走神 没影响你后面指导他们演戏吧 宋燕摇摇头 没事 我当时也有点走神 你竟然也走神了 带入了自己所以有点走神 温丽一下不但病了 抓着宋燕问道 那你刚刚是把我当成谁了 唐家人吗 他突然的反应让宋燕愣了一下 下一秒温丽就满脸失落地低下了头 转身说着 算了 走吧 可能不想听到自己不愿听的回答 宋燕赶紧拉住了他 做什么 他嘴里缓缓地吐出了两个字 温丽 他有些不悦地皱起眉 叫我干什么 宋燕表情变得严肃 我没有叫你 我在回答你的问题 我说我把你当 温丽 刘女明星被其他男演员讽刺美演技 老公实力护妻要为老婆争口气 这位是宇伟光导演 宋燕向温丽介绍着 一旁的球导则默默地审视着温丽 长相确实很贴合冰城里的玩玩 但流量明星这荧幕水平还不好说呀 温丽跟宇伟光打完招呼转向对着球评 他还在期待着温丽会说什么 却没想到他只是简单打个声招呼 说了句我会好好表现的 球评愣了一下 这话出乎他的意量 他本以为温丽会整那些圆滑哄人的话术来讨好他 几分钟后就开始录制S级演技大赏的抽签环节 主持人问着温丽 有没有内心期待的剧本啊 温丽却看向宋燕笑着说 抽到什么都不会给我家宋老师丢脸的 主持人突如其来的吃了一嘴狗粮 随后温丽开始抽签 看到剧本名字后他下意识的就觉得完了 完蛋了 竟然是一部鱼尾光拍的全谋电影 感情线还是最难把控张力的进段 抽完签之后 嘉宾开始从新人演员中找搭档来共同完成 宋燕直接选了同校师弟应俊轩 轮到温丽选了 台下的新人演员都纷纷自荐 温丽一下饭了难开始纠结起来 旁边的宋燕却突然开口了 要不 选我吧 宋燕指了指自己 台上的嘉宾和主持人 以及新人演员 包括温丽 全都愣住了 评委席上的鱼尾光笑着打断了沉默 你一个人演两个剧本 脑子转得过来吗 宋燕一副悔恨不已的样子 主要是我挺喜欢语导的这个电影 当时因为档期没演上 现在都在后悔 鱼尾光心想你算了吧 什么档期 当时明明你说感情戏不行给我推了 但是他和宋燕的关系好 肯定不会揭穿他 邱平在一旁看着却没觉得惊讶 温丽想借这戏争取晚晚的角色 而戏里除了自己的实力 搭档的能力也很重要 新人演员确实演技不稳定 宋燕这小子啊 那一点心思都偏到老婆身上去了 主持人把目光移到了导演身上 询问这是否可以这样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温丽终于开心的笑了 比起一帮水瓶差不多的响泣 还是正宫送娘娘更得她的心意 而旁边抽到温丽内部玄幻剧的段红 却一直板着脸 她是以出演证据出名 最看不上温丽这样的偶像明星 而且八个助演嘉宾 只有温丽飞科班出身 却站在顶流的位置 主持人为了缓和气氛Q到了她 段老师好像从来没演过玄幻剧 紧张吗 段红笑道 是啊 这种剧本一般都过不了我经纪人内观 挑战挺大的 不过我搭档正经科班出来的 我有信心应该不会太难沟通 主持人听出了话里的意思 有些尴尬的打着连场 相反温丽却面色如常 因为她知道争论没用 只能靠实力去打别人脸 一天半的时间 温丽努力的跟宋燕排着戏 走完一遍台词 温丽虚心请教着 我刚刚的情绪是不是太激动了 没有 就把我当成段红那样凶 温丽吓一跳 赶紧关了麦 你别说出来啊 我一个人生气就好 你是影帝 他还是师弟呢 到时候节目播出 你因为我跟他交恶对你没好处 宋燕没想到平时傲娇的公主殿下 竟然会为他着想了 流搓了下他的脸 我怎么可能不生气 温丽就故意撒娇地问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帮我出气 宋燕呆呆地歪着头 我以为陪你演好 让他无话可说就是帮你出气了 哎呀 你当时要是给我个眼神暗示 我就直接上去干他了 哟 宋老师除了拍戏还会打架呀 那肯定啊 以前上学为了你打了不少呢 你不知道而已 温丽心情终于好了 撸着宋燕的脸 都是男人 我们宋老师怎么就那么好呢 那既然我这么好 那你能不能喜欢我 老公在和师弟拍戏 老婆却幻想着亲密 男人满眼期待地说着 你能不能喜欢我 这一下把温丽整不会了 他撩拨别人新眼子贼多 换成自己就呆得无与伦比 宋燕半天没有得到温丽的回应 虽然在他意料之中 但还是有些失望 怎么能说结束就结束 连忙抓起宋燕的手 毫不犹豫地说 所以你也快点喜欢我 可下一秒就觉得自己太不矜持了 瞬间脸就红得像猴子劈腿 宋燕也被他的话挠得心跳一百八 嘟嘟囔囔地说 温老师你犯规了 温丽疑惑地看了过去 这时工作人员突然打开了门 两位老师的麦还OK吗 我们受不到音 OK的 刚才说了点私事就关了下 温丽这才意识到还在工作 而你情长的话回去再说 追的男人不差这一时当 以前对我爱达不理的 现在还不是被我搞得步步沦陷 整理好情绪之后 温丽就拿着台本 表示我们先各自背背台词 可宋燕却没有温丽那么收放自如 现在的她根本看不进去 满脑子都是刚刚的暧昧氛围 等温丽被玩走过来的时候 发现宋燕还没有被玩 有点不可置信 宋老师是因为两个台本转不过来吗 顺势就坐下还挽上了胳膊 卡在哪去了 我帮你顺顺 内心狂喜 助人为乐的同时还能光明正大的贴贴 简直不要太爽了 宋燕被温丽嗑得死死了 时不时地挠几下 让她心神不明又无可奈何 于是她借口说要去隔壁看看师弟 想让自己冷静冷静 温丽想的也是 总不能自己一直霸着不放 还嘱咐了一下宋燕 宁俊轩天赋不错 就是包袱太重有点放不开 你好好提点一下 宋燕想到人的心都有了 你还是准备好自己的表演吧 到了宁俊轩这边 宋燕明显状态好多了 他们是打斗的戏 一口气就练了两小时 宁俊轩在宋燕身上学到了 很多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刚刚宋老师的动作太帅了 我都看呆了 宋燕一脸阴险的笑了笑 是吗 那跟温老师的文系怎么也看呆了 宁俊轩吓得想喊娘 我 我们是被温老师的演技给征服了 休息了一会之后 他们又开始练习 这时温丽跑过来串门 看看他们排的怎么样 宁俊轩看见温丽 立刻笑嘻嘻地打着招呼 随后跟宋燕说 我们重头来一遍 给温老师看看吧 温丽看着他们在地上撕打 羡慕着男人之间对戏真方便 都没什么不计 要是换成宋老师和自己对打戏 宋燕双手将她按在身下 胳膊环绕过她的下巴 还用低沉的声音说 你跑不掉的 想着想着就想歪了 还记得上次宋燕说 你跑不掉的时候是 在床上 宁俊轩突然叫了一声温老师 把还在燥热的想象画面中的温丽 拉了回来 温老师 我刚刚表现得怎么样 压根就没认真看戏的 温丽眼神躲闪着 支支吾吾的说 挺好的 那个 我得回去复习下台词了 然后转身麻溜的就跑了 宁俊轩有点懵 问着宋燕 温老师这是怎么了 可宋燕也没好脸色 心里本就不满 刚刚排戏的时候 温丽一直盯着宁俊轩看 于是没好气的说着 不知道 顶流女星和痴情隐蔽 竟因为一个男人相互生气 两人还都觉得委屈 晚上排练完收工之后 车里气氛安静的有点诡异 小助理尴尬的脚趾要抠地 这时宋燕的手机 突然想了打破了寂静 温丽假装不在意的 听了个彻底 以英里师弟命静轩询问宋燕 有段台词他不理解 想让宋燕帮帮自己 温丽这才睁开眼 你师弟还在排戏 你怎么自己跑了 怎么做师兄的 宋燕本就心里不爽 反问着你就这么操心师弟 没有啊 我就觉得你跟他一起状态不错 跟我排戏时连台词都记不住 宋燕轻喝了一声 不是操心他 那今天排戏你一直盯着他干什么 温丽压着要爆发的脾气 那你跟他演戏手把手的交 跟我连对台词都走神是什么意思 宋燕觉得委屈 我为什么走神 那都是温老师的责任 你对你师弟就是比对我好 到底是谁对我和师弟不一样 俩人因为同一个男人 真的互不相让 小助理终于受不了了 冒着被炒鱿鱼的风险说 你们都是成年人了 吃醋就直接说吃醋不行吗 哼 谁吃醋了 回到酒店后 温丽拿着浴巾就去洗澡 我在外面等你 宋燕的话让他心跳停摆了一秒 忍不住又带点羞涩的把头叹了出来 那个 你还是先睡吧 明天一大早就得赶去排练了 宋燕愣了一下 我等你和明天排练有什么关系 心想着明天排练也得等你出来才能洗澡啊 温丽立马转身猛的关上了门 啊 我到底在想些什么黄色废料啊 赶紧清醒清醒 别总想着追男人那点事了 宋燕在外面感觉温丽奇奇怪怪的 但换下半身思考一下就明白了 于是他故意跑到浴室门口添油加醋 温老师 抓紧时间啊 要不我们一起洗会更快 温丽拿起浴巾就慌张地跑到门口 反锁了门 瑟利那人的反驳 一起你个头 抓紧你个头啊 随后宋燕也去洗了澡 温丽靠在床边看着剧本 等宋燕出来后 他立马招了招手 我的好大啊 快过来 宋燕脚步一顿 你叫我什么 母后叫你呢 来和母后对台词 谁叫你在剧本里演我儿子呢 再叫一声试试 我这叫入戏 你生得出我这么大的儿子吗 你怎么知道我生不出 那你生一个给我看看 一个人生不出来 要不要我帮你 温丽也不认输 行啊 生就生 生出来你喊他爹 一把抱过宋燕的脖子 侧头冲着嘴巴就巴唧一下 立马就刻住了宋燕 得逞后笑着问他 怕不怕 宋燕紧紧地贴了过去 我怕了 所以你还要跟我玩多久 要着我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利用师弟让我吃醋 你很开心 很认真 跟我就心不在焉 宋燕一下被温丽气笑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迟钝 你吊着我 我还不能心不在焉 我那是追男人的招数 你会追得屁 温丽在嘴皮子上怎么可能输 我不会追 那你现在是在干什么 手下败将 宋燕深吸一口气 目光牢牢锁紧她 温老师 你知道在床上故意惹我生气 会有什么下场吗 女人和老公来回拉扯 满心爱意嘴上却闭口不提 惹得宋燕的情绪燥热不已 她深吸一口气 目光死死盯着温丽 她下意识地就往后缩 可是她退一下宋燕就进一步 温丽没办法 只能开始道德绑架 宋老师你一个大男人 嘴上说不过我 就想用威胁的 宋燕笑了笑 直接一个抱了上去 你这个时候就别嘴硬了 如果你不愿意承认 我也不逼你说 你觉得怎么样 跟我相处舒服就怎么样 真的吗 温丽心想还有这种好事 把主动权权交给自己 不过你得给我回应 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温丽就知道 果然没有那么容易 随机反驳道 我那是追缘招数好吗 那你这几招太厉害了 我每天心里上不上下不下的 实在不是滋味 温丽的好胜心一下就上来了 我的招式真的很厉害吗 宋燕仿佛报复 她这几天的心理折磨 轻轻咬了下她的耳垂 你肯定厉害呀 要不然我现在心里怎么会难受 这时温丽本能的就开始挣扎 这就是你的回应吗 刚刚是怎么说的 不是啊 我是痒啊 宋燕没等她继续说 就直接贴了上去 唇齿间的温度立马就上来了 可下一秒温丽推开了宋燕 不要 你拒绝就是不喜欢我 宋燕的一口黑锅反扣过去 对得温丽一下语色 宋燕自己又接回了话 不说话那就是喜欢 然后继续着 她脸上满是红韵 喉尖发出低沉的声音 你能不能 话还没说完宋燕就明白了 好好好 随后动作变得很轻柔 第二天温丽和宋燕排练迟到了半小时 温丽跟化妆师解释着 都怪宋老师太磨蹭了 汪妙在一旁笑嘻嘻地说着 难怪听说你不停地给工作人员道歉 午休都不停地练习 这时化完妆的宋燕走了不来 靠在门边 起身的温丽刚好跟她撞了对眼 还有点尴尬地愣了下 汪妙看着俩人的补装扮相 太绝了 终于知道自己的经纪人 为什么要自己老老实实演现代戏了 一小时后汪妙和宁俊轩刚刚完成表演 宋燕和温丽在后场 台上主持人采访的段红 请段老师对刚刚的表演评价一下 很好 说剧可能得罪温丽的话 我觉得汪妙那段比温丽的原版还要好 更加细致和灵动 可能这就是课班出身的优势吧 一旁的汪妙听的是浑身冒汗 那些新的设计都是温丽教他的 怎么现在被拿出来采温丽了 主持人也是很慌张 赶紧说着接下来轮到段老师幻眼环节了 老师紧张吗 紧张不至于 只是觉得这剧不适合自己 我觉得演员还是要清楚自己的定位 这种剧还是适合温丽来演 可惜他运气不好 抽到了语导的戏 台下的观众窃窃私语 他是在暗讽三里不是科班出身没演技 没看三里演就硬彩 在他眼里演偶像剧的就是没演技 演正剧就是演技派 我已经开始替三里生气了 温丽在下面听得皱起了眉 压力也更大了 他悄悄地拽了下宋燕的衣服 怎么了 我有点紧张 你快鼓励我一下 放心有我在 万一我给你拖后腿了 你不怪我吗 我怪你干什么 宋燕的语气更加温柔和坚定 你还在读高中的时候 就一个人在孝性舞台跳舞 更何况现在还有我陪你 哪怕出错了 也有老公我给你兜着 所以正常发挥就好 温丽的心情放松了好多 得寸进尺地说着 那要是现在别人是我 你还会这么大度好说话吗 别人那肯定不会啊 你这是双雕不公平对待 宋燕牵起她的手 我做人从来就没公平过 一向是偏心的 谁让我只喜欢你 顶流夫妇对系的张力 简直太甜了 后妈太后被妓子皇帝扑倒 太后焦急大喊 朱又兰你要做什么 皇帝文言露出一脸惊喜 你叫了朕的名字 太后以为皇帝生气 心中焦急 但是听到她要求再喊一声 太后满脸的不可思议 看着她呆滞的表情 皇帝宠溺重复了第二遍 再叫一声我的小字 随着咔的一声 宋燕和温丽的戏份完美通过 此时听着台下观众的呼喊声 温丽破天荒的变得紧张 这大概就是身边有值得依赖的人 可以尽情地对着她撒娇吧 宋燕拉住她的手给出安慰 没事 有我 但是温丽的担心 显然是不必要的 两人无论是演技和颜值 都杠杠在线 连这部戏的余岛也赞赏有加 制片人更是要给两人量身定做一个剧本 仇岛这时像剑道宝贝似的 整个人都惊呆了 温丽见状也安下心 她终于可以给自己平反了 段老师 请问我刚才表现怎么样呢 让你戴着有色眼睛看人 就问你现在的脸疼不疼 不过得扰人处且扰人 温丽也给了她一个台阶下 非科班出身的演员 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 为了演好一部戏剧 会比常人多走弯路和努力 所以我想用自己做例子证明 好演员不只是科班出身才行 真材实料才是实力 当然 我的演技还需磨练 我会努力向所有科班出身的演员看齐 比如我身边的宋老师 演艺两个剧本的同时 还能一遍遍陪我过戏的科班演员 哦妈妈 我的CP撒狗粮了 主持人看热闹不嫌事大 还把宋燕毛遂自荐 做温丽搭档的事说了出来 温丽这时还想解释 但又被台下的欢呼声掩盖 满满的狗粮 让大伙忍不住调侃宋燕 宋燕你承认吧 见不得你老婆跟别人演讲情绪 温丽此时也看出宋燕的不自在 安慰这段会剪掉的 观众听见 瞬间炸开了国反对 不能剪掉 而且 我们还要看亲亲 纷纷起哄 亲一个亲一个 糟糕 场面怎么开始失控了 宋燕这时回归状态笑着拒绝 不了不了 回家再说 两人顺利回到后台 总算有惊无险通过了 突然听到宋燕的叹息声 温丽又开始紧张 是我哪里演的不好吗 有她带着 自然没问题 只是觉得有点可惜 观众的要求并不过分 温丽听后羞红了脸 难得同意了宋燕的想法 在她疑惑转过身询问时 温丽主动上前亲吻了宋燕 看在你这几天表现不错的份上 所以我满足你的想法 再接再厉 自从宋燕确认温丽的心意后 就开始肆无忌惮起来了 居然明目张胆地对温丽为所欲为 温丽修红脸拉紧衣服 宋老师 你收脸一点 但宋燕更加得寸进尺 发现老婆喜欢我了 还需要收脸什么呢 两人抽空看过太后金安的原片后 才发现宋燕错过这个角色有多可惜 把她的长相和气质搭配实用 这部剧就更完美了 可是一想到宋燕身下压着别的一行 温丽就酸了 突然觉得不可惜了 宋燕摇了摇头 这不是绝对的 每个人有自己的魅力 我也是有考虑过的 温丽笑眯眯戳了戳宋燕的脸 别跟我说你感情戏不擅长 结果恰好相反 言其偶像俱来 你可比那些男一人好多了 这话就激起男人的攀比心 宋燕下意识 拿跟她合作过的异性对比 这毋庸置疑是她最好 温丽也毫不吝啬称赞她 你可以放心 在我心里 你跟他们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哎呀呀 听到老婆的最高夸赞 别提宋燕有多开心了 那既然我已经称赞过你 现在是不是该换你了 宋燕却假装不懂温丽的意思 所以温宝宝生气了 哼 不说就不说 那就洗洗睡吧 只是想逗她一下而已 结果她居然生气了 宋燕宠溺把人拉回亲人 你怎么一点耐心 也没有 你明知我在暗示什么 还跟我装傻 什么人啊 老婆闹别扭的模样 太可爱没忍住 哼 我可爱 还用你说吗 嗯 知道你可爱了 那今晚我们还对戏吗 宋燕这是明知顾问 都演过了还对什么 于是温丽继续说起 求导要她去试镜吃饭的事 饭什么时候都能吃 如果不是我长得像管管 还轮不到我试镜呢 宋燕开始心不在烟敷衍 长相也是一种优势 好好准备吧 于是宋燕开始第二次暗示 工作聊完了吗 温丽再次担忧试镜结果 要宋燕传授她点经验 没问题 那就睡醒再说 所以现在聊完了没 听着宋燕老是重复这句话 温丽正脱她的手扎毛了 你是不是不耐烦了 宋燕干脆埋进她的怀里承认 明晃晃说出她想花爱的意图 这样子的宋燕 是温丽从未见过的 但是吧 她的厉害 温丽也是见识过的 果断拒绝 先让宋燕传授经验 没问题 你拒绝你的 我继续我的 所以当温丽还想拿本本要记录 宋燕二话不说 抽走扔了 美约其名骗温丽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和课本不同需要实践 感受着宋燕亲吻她的锁骨 温丽开始还愣住 现在试镜需要牺牲这么大吗 但后面想想不对劲 当即把怀里给宋燕推开 冰城的戏里面好像没有床戏 接着拉紧身上的衣服指责 宋老师 请你别仗着自己帅 就为所欲为 你说错了呢 我明明是仗着你喜欢我才为所欲为 她是小学生吗 老师把喜欢挂在嘴边 还不止呢 宋燕还轻咬她的耳朵诱哄喊学长 当听到温丽乖乖小声喊出一声学长 瞬间激起宋燕的热情 亲吻住温丽 她这样的态度 让温丽感到害怕 学长 你轻点 事后温丽不解询问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听我喊你学长 因为她从高中开始就喜欢上你 喜欢了你十年 也等了你整整十年 再次听到这句学长 那就是一种梦想成真的满足感啊 百亿影帝本想给粉丝发点福利 结果却在直播间 当着千万观众的面 被老婆直接胡领 在三立夫妇录完S级演技大赏之后 人间有你的导演被气得火冒三丈 看来演导被温丽夫妇气得不轻 在咱们这老是观摄像头 东拼西凑预告也只有30秒 在别人那里上来就是禁忌链 预告整整两分半 确实演导突然满脸阴险地说道 我们改台本 在公益直播里加台本 他们总不能直播观摄像头吧 一日人间有你的几对夫妻来到公益直播间 三立夫妇再次合体 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热闹起来 主播在一旁Q起了流程 这次我们的直播不是纯带货 还会让嘉宾通过做游戏来宣传商品 和增加夫妻感情 看着直播间的一千来万人 温丽拍了拍送宴 咱可不能输 不争馒头得争口气 随后主播拿上来一盒纸巾 为了验证狂风纸巾柔软又不易破 所以我们来一个传纸巾的游戏 顿时弹幕里成群结队的独狗都来了 规则就是一个人咬住 然后另一个人用嘴尖 规定时间传递最多的夫妻获胜 温丽立马进入战备状态 就等一声哨响 开始 没多久其他的夫妻多多少少都有失误 然后就咪到了一起 然而三立夫妇不慌不忙 稳如老狗般的流水线 赢了比赛后他还在直播间里问粉丝 咋样 我厉害不害 你厉害个球 你该死的胜负欲能不能收一收 粉丝们都不乐意了 吵着闹着要再来一轮 这次换成宋美人先传递 温丽朝着纸巾慢慢靠近 宋燕故意的呼出阵阵热气 温丽感受到了之后停止了动作 于是宋燕勾了勾手指 示意她过来 见她没反应宋燕单手捧起她的脸 往自己这边带 纸巾算是传递了过去 粉丝们也终于磕到了 宋燕好混 美人你老婆是愣宅你不是 宋燕把纸巾塞到温丽嘴里之后 自己准备再次去接 谁知她掉了 纸巾掉了 弹幕上都粉丝都激动坏了 我要看你们彻底清晨 谁料温丽一巴掌盖住了宋燕的脸 还严肃地教育她 你给我认真点完 顿时全场的人除了温丽脸上 都是点点点点 温三丽你是钢铁厂长大的 这女的就白掌一张神言 愣得人神共愤 直播完了后 温丽看着热搜说 她是返向带货第一人 她还十分不理解 明明主播刚跟她说纸巾都卖爆了 然后举着手机给宋燕看 宋燕没好气地说 别问我 找你粉丝哭诉去 感觉宋燕情绪不对 温丽凑低地看着她 你是因为直播我呼了你一巴掌生气了 宋燕撇过脸 委屈巴巴地表示 没生气 我就是心疼我自己 她回想了一下刚刚的热搜 好像有个心疼宋燕 再看看宋燕的样子 她忽然卯足地劲朝她扑了上去 宋燕掐着她的脸蛋 无奈又称怒地说着 你干什么呀 温丽则语气甜甜地道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宋老师你这么可爱 女人一巴掌直接呼到男人脸上 在直播现场拒绝了老公的贴贴 回家后男人委屈巴巴地不想搭理她 女人被老公的小模样逗笑了 直接搂了上去 宋燕满脸怨妇样地掐着她的脸蛋 你干什么呀 宋老师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可爱 宋燕面对温丽的撒娇是毫不抵抗力 一副放弃治疗的样子 我可不可爱不知道 但是挺好哄的是真的 温丽憋着笑 故意说道 好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夸你手段高明的意思 我甘拜下风 说着还亲吻了一下手 嗨嗨 这算什么 温丽正惊地红起了脸 那个 我还有更高明的呢 手指还勾了勾 你想不想 禀叫一下 宋燕此刻血气上涌 还请温老师赐教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忽然有一道细小的电流声 从背后传了出来 温丽一把按住宋燕的嘴 回头开始寻找声音的来源 很快 她发现了背后那个亮着 小绿灯的摄像头 摄像头心虚地慢慢地转了个方向 温丽一下手动路关了所有设备 两人尴尬到了极点 宋燕很无奈 怎么没人在家摄像头也不关的吗 今年最近夜讲 要是不搬给人间有你的工作人员 我都觉得有黑幕 把房里的眼睛清理干净之后 宋燕一把抱起了温丽 迫不及待地想领教一下 更高明的手段 与此同时 监控室里有一个人在哀嚎 悔恨着自己为什么要手键去碰那个收音设备 不过幸好前面的素材也够了 快要被三立夫妇逼出 更年期的严岛正在和同事聚餐喝着闷酒 刚刚拍到素材的工作人员 立马打去电话报喜 哈哈哈哈 严岛忽然红光满面地站了起来 冲着所有人举起了杯 一月三立夫妇就找到了严岛 想要删掉昨天拍到的东西 严岛当然不答应 温丽无奈 再把后面的那些话删掉吧 观众还有十八下呢 严岛咬了咬牙 那行 后面的删了 这下宋燕不愿意了 跟温丽说着要不还是全删了吧 不行 宋老师 你老婆夸你可爱这话有什么不能播的 宋燕看着严岛这么激动也是有点猛 温丽挠了挠头 其实我也觉得这句还好 宋燕无奈微微皱眉 那好吧 几天后人间有你的预告片播出 粉丝们都在追问删减的片段 车里小助理看着热搜 嘖嘖嘖 又是逼啊 不过姐你们到底删了什么 温丽装作没听见的故意扯开话题 宋老师你看那几句话留下来其实挺好的 宋燕没有说话 其实他知道这句话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说这句话的人 带脸上的笑容 眼里的柔情和甜甜的声音 他只想自己私人专有 不想被别人看到 旁边的温丽看着宋燕 似乎还是不太开心 他掰过他的脸 其实严导说的也没错 你老婆夸你可爱 确实没什么不能播的呀 然后温柔的凑上去 揪咪的一下表示着安慰 老婆前脚刚刚哄好老公 后脚自己就吃起了 十年前的陈年旧醋 这天三立夫妇去和球瓶导演吃饭 刚进去宋燕向温丽介绍着 这位是周编剧 周先生您好 你真的和我想象中的 晚晚是一模一样 谢谢周先生 客气了一遍之后 球导缓缓开口 今天是私人饭局 都是熟悉的导演和制片人 温小姐不用拘谨 随便做 这是于伟光开口了 阿燕太太 你那个太后的角色 表现得真不错 私下花了不少工夫吧 于导过奖了 是宋老师帮了我很多 还好他带着我才能发挥得当 于伟光将视线悠悠地转向宋燕 当初看不上这本子 现在倒是有闲心陪太太琢磨了 宋燕甘大的敏唇 我怎么可能看不上您的本子 马后炮吧你 不过我倒是想起你刚入圈的时候 比你太太可木头多了 我为了将你口水都收干了 宋燕乖巧地点头 是是是 辛苦您了 温丽则在旁边偷笑着 没想到宋燕也有这个时候 辛苦倒还好 就是你那时候连累家人 也陪你一起被我骂 听到唐家人的名字 温丽微微愣了一下 宋燕立马看向了老婆 生怕她会心里不舒服 仅仅几秒 温丽在别人察觉前 立马笑嘻嘻地谈论了起来 我觉得语导你的教导 旁边的制片人也调侃了起来 等唐家人去球岛那里试镜的时候 一让宋燕陪着搭个戏就好了 听到这里温丽分了神 不小心碰到了高脚背 而制片人还在说 让语导再重新给他俩拍一部 就当帮隐迷回忆青春 温丽擦拭着手 心里想着这就是经典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会被人挂在嘴边念念不忘 他和唐家人这对荧幕情侣 这时桌下缓缓伸过来 一只手握住了他 楼声问着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就是担心过两天的试镜 宋燕又追问了一下 除此之外呢 温丽生怕被别人发现他们的小动作 抽出了手 赶紧说着 没有了呀 宋燕刚想张嘴继续说什么的时候 温丽突然脸色一变 怎么办 我想去洗手间了 温丽出去后 与伟光凑上来悄悄问宋燕 你太太是不是介意刚才的话了 本来我也以为她介意 不过我刚问了 是我想多了 但是温丽不介意 反而让宋燕心里有一丝的不开心 此时温丽在洗手间心里也很复杂 换作以前她是不介意的 之前吃宁俊仙的小醋 最多只是矫情 宋燕也不会当真 但唐家人就不同了 宋燕出道时最青涩真挚的表演 是和她一起完成的 对宋燕来说应该是很难忘记的经历吧 但自己也是演员 如果介意会显得很无理取道 反正宋燕现在喜欢的是自己 十年前喜欢谁 管她呢 阿燕太太 于伟光突然出现在背后 刚才我边上的制片人平时习惯了口无遮拦 你不要介意啊 温丽赶紧摇头 没有啊 我是在想之后试镜的事呢 哈哈 这样啊 但是我想太多了 没事我们就回包厢吧 温丽在后面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于导 她还是叫住了于伟光 虽然我确实不介意 不过您 您能跟我说说 十年前宋燕拍电影的事吗 你怎么不直接问阿燕呀 温丽甘尬地笑了下 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开口吗 心想着总不能直接问宋燕 说我想知道你和唐家人当初 有没有擦出爱的火花吧 那也太没面子了 哈哈哈哈 说吧 你想听什么 温丽纠结地说道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叶详细越好 男人陪老婆去参加饭局 没成想别人聊起了 她十年前的荧幕情侣 对于年少的真挚演艺 温丽一直很介意也很好奇 她犹豫许久 还是向于伟光开了口 一道 您能跟我说说 十年前宋燕拍电影的事吗 如果您不介意 叶详细越好 哈哈哈哈 我记得我是在她高中的学校 碰到她的 那时我邀请她来拍电影 被拒绝了 但是过了几天 她又突然找了过来 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当演员会有出息吗 能赚很多钱吗 说了许久 温丽从于伟光那里 听来了很多 她所不知道的事 比如宋燕高中的时候缺钱 可遗憾的是 还是没听到重点 这时宋燕找了过来 叫他们回去吃饭 就看见于伟光和温丽在聊天 宋燕小声嘀咕着 老师跟你说了什么 说了你的黑历史 回到饭桌 温丽主动举起了杯 各位都是我前辈 希望能有合作的机会 我先hold个脸 提前感谢各位以后的照应了 她说完就很爽快地一饮而尽 来来回回喝了几杯之后 宋燕拉住了老婆的手 我来帮你喝吧 温丽小声回应着 我真的很想拿到这个角色 所以你不要帮我 让我自己来 但是你看你的脸都红了 还是我 你是男的 我是女的 我喝不下了还能卖萌妆可怜 他们就不好意思让我喝了 而且就算我醉了 不是还有你这个老公伺候吗 宋燕只能无奈地答应了 没多久温丽就醉醺醺地举起了杯 前辈 今天不是宋燕和宋燕太太 是温丽和温丽老公 有什么事冲我来 众人先是一愣 然后哈哈大笑 阿燕 你今天竟然要你老婆照你啊 宋燕本来还担心 温丽面对应酬会不自在 谁知她根本不需要自己 自己只用当个贤惠的老公就行 一顿饭吃了将近三小时 球导临走时对温丽说 过两天的视镜你放轻松 就平时自然的状态就很像晚晚了 鱼尾光蹭着空隙 也偷偷地指点温丽 丑导是个很看重眼神系的导演 视镜时你把最真实的感受带入进去 千万别拿表演技巧糊弄他 就想象面前有个你爱的或者恨的人 当初阿燕也是这样才顿悟的 老鱼 走了 司机来了 好嘞 来了来了 导演们走后宋燕就搀扶着老婆也准备上车 宋小少爷 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 温业 温丽的舅舅 我们聊聊 宋燕交代着小助理在车上的 舅舅开口就是问罪的话 你和温丽一起应酬 他醉成狗 你跟个没事人样 宋少爷就是这样照顾我外甥女呢 宋燕不缓不慢的说道 他心疼我不让我喝 不过温总没被外甥女关心过 应该也不懂 温严的声音变了 你再跟我炫耀 怎么宋少爷希望我恭喜你守得云开剑月明 终于用真爱打败了我这个棒打鸳鸯的松剑家长 宋燕也丝毫不给面子 不需要 你的恭喜对我来说不重要 既然没事那我先走了 温严眼神里三分轻裂四分薄粮 我父亲当年念在和你父亲的交情 好心资助你到内地来读书 结果你反倒拐走了他的宝贝外孙女 既然目已成舟了 不管你和他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得照顾好他 而不是让他心疼你 宋燕 温丽大喝一声的跑了过去 你不再跟前伺候我跑 这跟别的男人说什么悄悄话 喝醉了的温丽毫无畏惧 舅 你个单身三十多年的老寡王 除了一张脸一无是处 美女人看得上你 你就来觊觎我的男人了 舅舅被气得太阳穴秃秃的 温丽你是不是皮痒了 略略略 有本事你揍我呀 你敢碰我一下 我就报警抓你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 都是些什么胡话 就你正经 正经死了 所以才找不到女朋友 说完拉着宋燕就上车跑了 回到车上温丽搂着宋燕 你把我扔一边跑去 跟别人说话 你怎么当老公的呀 只是说了两句话而已 温丽别棋子 那你跟唐家人呢 啥 宋燕一下没跟上他跳脱的思维 从温严扯到唐家人 他直勾勾的盯着宋燕 我吃醋了 但是你不能觉得我无理取闹 因为这是我喜欢你的表现 要不然我才懒得吃你的醋呢 宋燕眼底都是笑语 好的 我明白 那你明白了还不快哄哄我 哄我 快点的 前面的小助理和司机尴尬的脚趾扣地 防缓地升起了车内挡板 温丽哼哼唧唧的 就这 抱一下就想打到我 我有这么好哄吗 那我再换一个 说着就凑了上去 没几秒 温丽推开了宋燕 你到底能不能行啊 接吻不伸舌头 那还是接吻吗 一场饭局下来 女人的罪意开始荡漾 当着助理和司机的面 就想轻轻抱抱举高高 虽然升起了挡板 但奈何还是能听见 嘻嘻诉诉的声音 温丽一个最鬼害的车上 三个清醒的人 只能单大的装聋和作哑 好在很快就到了家 导演兴奋地打电话 温丽他们回了 快打开室内摄像头 那个 可是 宋老师一进家 就关掉了摄像头的外置开关 什么 导演被气得念起了三字经 回家后温丽躺在沙发上 那个关了吗 得到宋燕肯定的答复后 他立马拉着她贴着自己坐下 宋燕轻摸了一下老婆脸蛋 你脸怎么这么烫 因为我热呀 宋燕立马起身 准备把空调温度调低点 可是却被温丽一把拽了回来 温丽趴在宋燕身上 流里油气地说 你是不是傻呀 我热不是温度高 是你在我旁边 所以我的心搜号 显然宋燕没见过这么油腻的招数 表情复杂的道 你好好说话行吗 嘿嘿 丫头 我这么说话你不满意吗 罪鬼 好好说话 信不信学长揍你啊 不再好好说呀 而且都是真心话 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 我一看到你就心跳得好快好快 跟别人拍戏心里一点波动都没有 但是跟你对戏 明明是戏里的告白 但我总后脸皮觉得是你在对我告白 都是你的错 害我一点也不像专业演员了 冰城也是你演 你要是连累我演不好怎么办 宋燕一连宠一道 那我就不去演了 你去 好不好 不行 你还是得演 这么好的剧本我想跟你一块演 宋燕心里被她的话填得满满的 虽然是酒话 但是直白的让人招架不住 还有我和唐家人竞争冰城的角色 你必须无条件支持我 知道吗 那当然 哎呦 宝宝你真乖 我真稀罕你啊 宋燕笑了笑故意装傻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温力微微皱眉 又以为她真的没听清 我真喜欢你 我真喜欢你 她来来回回又说了几次 我没听清 我特么的喜欢你 你特么的是不是聋了 那还不是你酒醒了就不会说了 我肯定得听购本才行 两人躺了一会后 温力突然说道 我今天听宇导说了很多你的事 她说 你之前好像很缺钱 你要是缺钱的话 其实可以跟我借 我有钱 不过你那时也不会问我借 因为你讨厌我 要借钱你肯定也是找百森哥了 说着说着她就生气了 所以你那时为什么讨厌我 我那么漂亮 平均一周被表白两次 你什么眼光啊 你不会喜欢男的吧 对啊 温力感觉自己恍然大悟 她那时不喜欢自己肯定是太有问题 你之前跟我协议结婚 就听说你不是很直 为了自证才跟我结婚的 挖了个靠 我这该死的魅力 我竟然把你掰直了 宋燕抓着温力的手磨动 你做到我身上起 她就一直这样了 能证明我了吗 喜欢男人又不代表不喜欢女人 没有说服力 不过无所谓 我高中也不缺人喜欢 你讨厌就讨厌呗 宋燕神情一下就低落了 是啊 高中的你也不稀罕我的喜欢 温力突然心头一紧 平时她肯定会继续嘴硬 但是现在她很心疼 没有 我很稀罕 温力慌乱的解释 和宋燕停静的陈塑声 叠在了一起 好在他们也都听清了 宋燕服上了她的脸 看着温力紧张的神情 用低雅的嗓音说着 我怎么会讨厌你呢 明明我 我连喜欢你都不敢 没什么敢不敢的 我现在就告诉你 喜欢就赏 我允许的 自从小老鼠喝醉 送大米关摄像头之后 人间有你的严导 就一心想把宋燕手机里的 录像搞到手 奈何不管怎么说 甚至是花钱买宋燕也不答应 可严导毕竟也是混迹 综艺界多年 鬼点子也不少 第七期预告准点播出 画面里宋燕扶着 颤颤巍巍的温力躺到沙发上 粉丝们很快看出来 她是喝醉了 这时宋燕突然出现在屏幕面前 还给了个大大的特写 粉丝们正在激动的时候 飞评了 并配上字幕 很抱歉 宋老师关了摄像头 弹幕此时都是七嘴八舌 控诉宋燕的 突然画面又亮了 已经变成第二天 他们刚起床的时候 好家伙 这一晚上的空白 给了粉丝们无尽的遐想 紧接着就是宋燕递手机 去洗手间看视频 然后又飞了 这一下就炸了锅 弹幕全是要看宋燕手机的 颜岛这锅甩的是理智气壮 而且预告再一次冲上了热搜 另一边刚刚忙完的温力准备回家 明天她就要去求导那试镜了 算是挤出了一点时间 能回去和宋燕对对戏 下车后她正在感叹 自己人红红到多 助理文文突然好奇地问道 姐 宋老师手机里到底有什么呀 温力刚刚脸上小傲娇的表情 立马变成了惊恐 又害羞又慌张 你问 你问这个干什么 热搜上都在刷呢 姐 你自己看看吧 温力赶紧抛出手机 她才想起来今天是人间 有你出预告片 脸色逐渐变得复杂 看着全是要偷宋燕手机的话题 她屏幕上的手指不由的 微微用力有点担心起来 一个闪身蹲到了墙角 立马给宋燕打去了电话 喂 大米亚 手机你没给别人看吗 宋燕此时也是什么都还不知道 没有啊 温力不放心地继续道 要不你还是把那个视频删了吧 不删 宋燕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温力没办法 何东是吼是的 那你保护好你的手机 要是给其他人看到了 你就完了 你给我小心点 说完就挂了电话 于是宋燕变成好奇宝宝 调侃了起来 给温力发了条消息 如果被看见了 我怎么玩了呢 野蛮你有看过吗 野蛮老婆想见识下吗 结果他刚发完还没多久 助理文文又在后面 姐姐姐的叫了起来 咋了呀 姐 你看宋老师刚刚发的帛 温力做好了心理 准备打开了宋燕的帛 看着一个简单的响字 后面还有个表情 但是下面跟了几张小老鼠的截图 竟然就是刚刚他们的聊天内容 温力的脸刷得一下就红了 你迅猎不及眼耳的宋帝 从小助理面前逃回了家 他的心脏受到了狠狠的一击 没想到宋燕会爱得这么狂 他有点承受不起了 跑到宋燕面前凶道 你在博上胡言乱语些什么呀 宋燕一副谦奏的模样 你再说我 我就去找你的粉丝盗状了 粉丝是你爸还是你妈 还盗状 温力一边说着一边抢着手机 我不给你 说完宋燕把手机丢到了沙发上 要不你先让我看看野蛮老婆的样子 最后的女人是猛的一批 不但豪荒地表达爱意 还叫男人勇敢做自己 喜欢就上别墨记 可当两人刚开始酱酱酿酿 女人就抓着他锤打不放 怎么了 你不是说别墨记吗 后悔了 温力一脸娇羞样 不是后悔 是你太 说着说着还留下了娇滴滴的泪 娇气 这都受不了 那休息一会吧 这下温力可不乐意了 谁娇气了 我可是大猛一 再来 经过一晚上的折腾 第二天温力酒醒后头痛欲裂 浑身酸透 宋燕贴心的地上一杯水 然后在对面坐下笑眯眯的盯着他 温力咬着水杯十分警惕 反正昨天的事 他是一个字都不会承认的 问就是断片了 昨天你喝醉了知道吗 温力顺理成章的开始装傻 反正就是打死不认 是吗 我做了什么了 不记得了爷 没事 稍等一下 说着宋燕拿出手机递给他 你去洗手间看吧 那里没有摄像头 说完自己还笑着冲摄像头说早安 洗手间里温力颤颤巍巍的点开视频播放 昨晚他们降降娘娘之后洗完澡 温力困得不行了想要睡觉 宋燕却拉着老婆不让 等会再睡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喜欢我吗 温力巴唧一下拍在宋燕的脸上 你说的不是废话吗 要说喜欢或者不喜欢 温力点着头 我喜欢 喜欢谁 说名字 完整的连起来 宋燕一边录着一边让温力说着 我喜欢宋燕 肥喜欢 肥就是非常的意思 不是说你贼哦 这个我知道 好了 我问完了 可以睡觉了 可温力不知怎的 忽然难难的说道 那你呢 你喜欢我吗 我妈 宋燕看了看 然后温柔的摸了摸他的脸颊 一脸深情的 我爱你 温力一下就急了 不公平 喜欢是两个字 我比你多一个字 宋燕无奈 不是该我说不公平吗 温力不服气的嘟起嘴 你意思是我委屈你了 我的男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不信我唱给你听 宋燕宋燕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视频就在温力高亢的歌声中结束了 从洗手间出来的温力脸色涨红 尴尬的无地自容 这是宋燕接到了严导的电话 我刚听见了 温力昨天喝醉 你关了摄像头 但是你自己录了 又不是不能播 不算合同里的 你们单独买行吗 宋燕想都没想 不好意思 就是不能播的 然后直接挂掉了电话 宋燕走到温力面前 温力不好意思的别过头 看完了 嗯 看完了 看着温力害羞的模样 宋燕笑了笑 那你还想赖账装赏呢 小老鼠 回来了 宋大米 男人头天刚在网上公开秀恩爱 第二天又偷摸换好衣服 跟着老婆去工作 温力疑惑的看了过去 你今天不用去剧院吗 今天剧院放假 我陪你去试镜 宋燕一边说一边关上了车门 温力很奇怪 以前怎么没看你跟着 又问道 你是今天约的囚导 没有约 就是陪你 小助理吃一点狗粮 一起去也好 要是囚导有要求宋老师 还能搭把手 温力傲娇的撇着头 我又不是小朋友 还需要帮忙 我的姐呀 有老公陪着还不好 别死鸭子嘴硬了好吗 宋燕立马做出要下车样子 嘴里还说着 你不喜欢我陪那我就不去了 温力一下就急了 下意识地拉住他的胳膊 哎呀 没有不喜欢啊 开车开车 早这样不就好了 到了试镜的地方后 温力跟着工作人员去做装造 宋燕则去找导演了 刚进化妆间 温力就看见造型师 正在帮另一个人喷定型 工作人员跟化妆师交代着 温力则稍稍侧头看去 竟然是唐家人 唐家人也注意到了温力 缓缓起身 语气温婉地说着 之前行程一直控不出来 好不容易今天有空来试镜 没想到和你撞上了 你好温力 温力也没想到会撞见他 礼貌的回应 唐老师你好 不用客气 你是阿燕太太 我和她是老朋友 你和她一样叫我家人就行 虽然唐家人的话礼貌又亲和 但她听着就觉得怪怪的 管她有没有别的意思 先对回去再说 温力笑着摇摇头 那怎么行 我老公是我老公 他怎么叫你跟我怎么叫能一样吗 那不然我老公平时叫我宝宝 唐老师难道也跟着他叫我宝宝吗 唐家人愣住了 似乎没想到温力会用这样的方式婉拒 还好工作人员叫他 他才回过神跟温力打个招呼先去试镜了 宋燕这边也找到了球导 他们相互打了招呼 这时副导演李哥好奇地问着 今天来试镜晚晚的艺人都和宋老师关系不一般 正好你太太不在 说说你和唐家人之前到底有没有谈过啊 球导死命地拽着八卦的李哥 宋燕皱着八字眉 严姐你该道 没有 不可能吧 真没有 那那些爆料的说扒了你的情史 说唐家人是你初恋 分析的有理有据的 宋燕扑斥一下笑了起来 真是辛苦他们了 情史还真有一段 这不今天陪着来试镜了 就一段 那不就是他老婆 两位导演都难以置信 在这个圈子里还能有这么干净呢 这时唐家人近来打破了他们刚刚的话题 宋燕见状起身准备出去 毕竟别人试镜他也不方便在这 唐家人看见宋燕也是一愣 随即迅速演示了眼中的神色 笑了笑 没想到你今天会过来 那有什么想不到 毕竟我要陪我太太 你们继续 我出去逛逛 说着就向外走去 这时秋导叫住了他 酒店有什么好逛的 你再正好可以搭搭戏 宋燕犹豫了下 但又不想播了导演的面子 缓缓说道 那我就对着词吧 十几分钟后唐家人事情结束 礼貌的打完招呼离开房间 副导演当即说道 他是最好的 但由于周边剧的执着 秋导却没有急着下决定 唐家人在回化妆间的路上 碰见了完成装造的温丽 虽然他之前也关注了 他洗眼记大赏综艺 知道温丽民国造型很出圈 可亲眼看见 还是让他大为震惊 自信的眼神也暗淡了几分 但还是走过去 拍了拍温丽的肩膀 周边剧眼光很准 你确实很像 不过光相可是不够的 女人跟老公传闻中的 白月光第一次正面交锋 表面上笑嘻嘻的温婉游礼 实际内心却是暗流涌动 这天温丽和唐家人 一起试镜同一角色 唐家人先行完成后 往化妆间走去 刚好撞见了 刚做完妆造的温丽 看着温丽的民国造型 唐家人内心有点震惊 但丝毫没有表现在脸上 还走上前暗暗较劲 你确实看着很像婉婉 但光相可是不够的 温丽没有过多理会 直接走去了试镜的房间 导演们好 他穿了件有大片刺绣的旗袍 饱和度很高 色彩毅丽 看上去就是风情万种的模样 求导拍了拍身边的副导 赶紧给老周打电话 他的晚晚活过来了 老周还堵在高架上吗 你跟他说温丽是好装了 他会直接从高架上跑过来的 可温丽这时却皱起了眉 浑身的不自在 因为刚化好戏服的宋燕正 明晃晃的盯着他 目不转睛寒情明蒂 这时秋导开口道 你们就来晚晚和亭丰 第一次见面那段吧 刘洋归来的将军独子亭丰 是人们眼里的纹固大少 他的婚事是全城姑娘的焦点 可他却不惜一切 娶了窑子里的女人 所有人都为亭丰的痴情 和这个女人的好运唏嘘羡慕 然而这却只是一场 为潜伏遮掩的虚假恋情 亭丰透过窗子往里看去 房间里坐着个女人 昏黄的光线摇摇晃晃 一张漂亮的脸影 在灯影下半明大案 晚晚看见门口的英俊男人 眼国妩媚语气勾人 呦 贵客来了 贵客别紧张啊 说着晚晚牵起了亭丰的手 引他坐下后 开口道 是第一次来吗 亭丰显得手足无措 视线回避 是的 哎呀 那我运气真好 贵客的第一次 我就欣然收下了 说着还扶上了他的大股 放心 我会伺候好您的 宋燕此刻有点出戏 心里全是小情绪 平时让他抬个腰都不乐意 连起戏来倒是什么都愿意 晚晚顺势凑了上去 小声喃喃道 保管你少淘腿从我这出去 就在这时亭丰发现门外 好像有人在偷听 本来不好意思的 他立马又变成了 人们心中的 亡裤子弟的样子 跟晚晚调笑道 那我少得捅了 你得吃了 可不是吗 他们你来我往的好半天 发现门外没了动静 亭中才小声道 上头让我过两日 接你回宅子 你做好准备 知道 我等你 这段戏结束后 温丽坐在宋燕腿上侧过头 求导 后面没了 我能起来了吗 哦 起来吧 温丽眼底眉梢的万种风情 瞬间消失了 呆萌的问着宋燕 刚刚我表现还可以吧 随后求导又让他们急性来了几段 看完之后 求导表示心里大概有谱了 没有明说 但是交代温丽 让他赶紧和宋燕 把那个综艺先拍完 这时满头大汗的周边剧 气喘吁吁的赶过来 试完了 温丽拉着宋燕就跑 有录像 您看看 一路小跑到化妆间门口 还好跑得快 差点要加班了 宋老师 祝我们接下来在剧组里合作愉快 宋燕眼里满是宠命 合作愉快 我先去卸个妆 你们玩了车上等我 温丽交代完 静止走进了化妆间 而此时的唐家人 换回了自己衣服也在里面 温丽在化妆镜前坐下 看向了唐家人 顺嘴问了下 杭老师怎么还没走 我想等你试镜完 跟求导聊聊 温丽呕了声说 那你现在可以去了 唐家人俯身到温丽的旁边 这就是所谓老天追着喂饭吧 可惜 你的演技还配不上这个角色 两个女明星为了竞争同一部戏 除了PK演技 嘴上也是都不服气 前脚温丽炫耀老公叫自己憨 后脚唐家人就质疑他的演戏能力 你就是运气好 有张老天爷追着喂饭的脸 只可惜你的演技配不上他 温丽听到此话皱起了眉 怎么 你很了解我 唐家人自信的笑道 我不了解你 但我了解你的作品 不过有一说一 你穿旗袍确实很漂亮 唐家人一边说一边走了出去 小助理却有点猛逼 姐 他怎么还夸你漂亮啊 你个猪脑啊 就是因为是竞争对手 才要承认对方的优点啊 要不然把一个一无是数的人当对手 那他本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可是他有一点错了 只承认我漂亮却忽视了我的努力 另一边唐家人已经找到了球导 球导也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说出了内心的决定 唐家人却有些不甘 就因为他长得很像王婉啊 虽然角色贴脸是个很重要的条件 但是仅凭这一点就 不是 球导打断了他 是因为他进步很大 自己下了功夫 宋燕也教了他不少东西 听到宋燕的名字 唐家人笑了笑 难怪的 你放心下次有好的本子 我肯定第一个就拿给你 唐家人摁了一声 然后又看了看四周 宋燕呢 走了吗 他应该和他太太在一起吧 随后唐家人没有离开 反而又往化妆间走去 刚到门口就听见温丽和宋燕的对话 这戏服我怎么穿回家 我才不干这事 文文你去跟球导说 宋老师要顺走戏服 小助理直冲冲的朝门外走去 差点和唐家人撞个正着 唐老师你怎么又回来了 那个 我来跟温丽说声恭喜 小助理立马对里面喊着 姐 唐老师找你 温丽身体前倾往门口看去 发现他的视线正落在宋燕身上 只见唐家人笑脸盈盈开口道 你也在呀 男人只是礼貌的点了点头回应 然后很快就侧过头 懒懒的靠着一背 拿出手机摆弄了起来 唐家人随即收回了视线对着温丽 恭喜你了 温丽起身谢谢 又补充道 如果唐老师有疑惑 可以看看视镜录像 没必要 球导说的话不会有假 球导怎么说和唐老师 怎么想是两回事 因为我知道竞争对手是你 所以我下了很多的公主 如果不是你给我压力 我今天未必会发挥的这么好 我还得感谢唐老师 听完温丽的话 唐家人叹了口气 看来自己真的输得很彻底 释然道 当都是客气话 现在这句是真心的 恭喜你拿到这个角色 希望有机会在 下届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上 看到你 成你吉言了 说完唐家人也没酒呆 头也不回的转身就离开了 他心里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除了婉婉这个角色 他输了 还有就是宋燕那疏离冷漠的态度 本以为宋燕以前不爱笑 演技也差 之所以当时不有那真挚的眼神 一定是倾注了感情 以为他喜欢自己 可是现在才知道 不管是真挚的眼神 还是笑容 他其实都有 只不过是他只有 对着温丽的时候才会出现 此时化妆间里 温丽正似笑非笑的看着宋燕 我觉得唐家人像是来找你的 宋燕听后一下就拧紧了眉头 看着似乎不高兴的样子 温丽顿时紧张了 以为自己玩笑开过了 虽然知道他们没事 但他就是忍不住想说 嗨嗨 干嘛呀不说话 温丽掠着嘴戳了他两下 宋燕达非所问道 戏服就别脱了 我会跟求导说的 知道了 温丽开口答应着 他是真没想到宋燕 竟然还想着戏服的事 回到家后 温丽就贪软在了沙发上 但还是不怎么舒服 所以想去把旗袍先脱了 谁知宋燕一下拉住了他 别换 穿着 温丽无语 我穿这么紧很难受的好吧 有本事你把你戏服穿上 看你难受不难受 好 我去 说着宋燕就真的拿他的戏服 跑去换了 没多久一个贱眉心目 气质朗朗的男人 穿着军装走了出来 宋燕天头直勾勾的看向温丽 嘴里喊了声他戏里的名字 晚晚 温丽一下双眼放光 来来来 趁着有戏服感觉在 我们去卧室对个戏 戏里的晚晚是疏忽人士 一口好听的无浓软语 嗓音里像带着钩子 经常弹着琵琶唱艳曲 此时温丽正学着晚晚唱 为了贴近人设 他还找老师专门学过 一曲下来温丽忽然有些不好意思 我唱 唱得还可以吗 宋燕点点头 可以 听得骨头都要酥了 那就对了 你演的这角色内心是个根正苗红的革命者 是应该受不了这种歌 宋燕往前靠了靠 我是在说我自己 说完就直接对了上去 温丽一下就明白了他话中的含义 缓缓开口道 你穿这么多不热吗 热呀 这你还穿着 那你帮我解开呗 温丽挑眉 我算是明白了 你是想勾引我 你怎么才发现吗 哼 那现在就罢了你 男人本来和老婆在家对戏 谁知老婆一首艳曲 唱到了男人的心坎里 那无浓软语就像带着钩子 让宋燕躁动不已 将将娘娘两小时后 温丽把这白日荒唐的责任 都推到了宋燕身上 埋怨他身为男主角 都没好好看剧本 宋燕懒洋洋的蹭了蹭 我好好看了也理解了 那你说说理解了什么 宋燕不紧不慢地说道 他可真能忍 温丽的小拳拳捶了几下 严肃道 不要侮辱角色 宋燕抓着他的拳头 食指紧厚 是是是 我之后一定好好代入角色 这还差不多 对了 温丽突然开口道 唐家人 以前是不是喜欢你啊 宋燕回忆了下 是吧 好像是被表白过 后来唐家人就出国发展了 也没有联系 时间也很久了 温丽一脸我就知道的模样 难怪呢 怎么了 他先把唐家人说的话 重复了一遍 然后语气傲娇道 我当时就反击了 我说你平时叫我宝贝呢 不过看你们见面时 你把不首两个字都写在脑门上了 你放心我不会乱吃醋了 随即宋燕挑了挑眉 附在他耳边喊了声宝贝 温丽很受用地勾起嘴角 回应了一个更肉麻的称呼 嗯 我低乖宝宝 宋燕瞬间脸红到了耳朵根 温丽哈哈地笑着 算了我还是叫你宋老师吧 你就叫我 还没等温丽说完 宋燕先喊了声学妹 顿了顿 又加上了名字 阿丽学妹 可以可以 温丽点着头 这个称呼我喜欢 那你也叫我 加上我的名字 阿燕 学长 温丽别扭地说完后 宋燕没有说话 收起胳膊抱紧了他 温丽突然有点心疼 每每提到过去 总能感觉宋燕格外敏感 好像想和自己一起怀念 却又不敢让自己知道 想到他因为缺钱就去拍电影 就像个小可怜 温丽又多叫了几声阿燕学长 一个小妇毒鸡 你不是喜欢吗 我就多叫几遍给你听 第二天网上就爆出了 有关冰城选局的消息 这个消息一出来 就一直争吵不休 有站队唐宋CP的 有支持真人夫妻CP的 温丽的经纪人丹姐 对于网上这些争论 倒是丝毫不在意 反正过几天就官宣了 而且现在吵吵还有热度 可温丽就没有那么淡定了 这时手机震动了两下 只见周边巨发了一条 给主角安上了 温丧姓氏的博 这下只要不是傻子 都看得出是什么意思 求导则是一脸嫌弃 老周你都一把年纪了 还磕CP又不幼稚啊 什么磕CP 我就是为了角色名字好听 哎呦 周边巨都下场帮你说话了 看来你是真的很合他心意啊 可别辜负了人家 温丽一脸得意 知道了 谁知网友们没多久 又从电影转到了八卦 从宋燕的初恋 说到温丽的初恋 温丽那长相肯定早谈过八百个了 还要求宋燕是初恋 温丽看着气到不行 我长得好看就一定要谈八百个吗 长得好看就不能还保存着甜甜的初恋吗 立马用小号回复了起来 说之前的绯闻都是炒作 下一秒一个网友回复 小学机粉丝别来兑现 只有你们相信你家正主感情专一 这么的 好心解释还被对 再多看一分钟费都得气炸 本来温丽之前在意的是 唐家人和宋燕的往事 不过宋燕解释过他也没纠结了 现在那些网友害得他又开始不思乱想 那在唐家人之前呢 于是他给百森打去了电话 百森接通电话吊了锱铛地说道 丫头 找个有啥事啊 你找个安静的地方 我有点私事问你 说吧 除了哥在感情方面的私事 其他随你问 我对你这个骚恐惧的感情没兴趣 我要问的是宋燕的感情史 他有什么好问的 问就是零 他真是弯的 还是零 和你吗 你长得这么像零竟然是一 你想什么呢 零一二三四五的零 还有谁特么长得像零吗 我就算弯大也是大猛一 婚礼顿时有点尴尬 那他会不会偷偷谈恋爱 没让你知道 我们俩除了洗澡上厕所以外 都在一起 他谈恋爱能瞒得过我 怎么 要不我给你先编一段出来 编就算了 我就是看网友猜他的初恋 跟踪猜一下下而已 你是不是闲得慌 还听网友猜 你直接问他本人不就行了 我跟他聊过 但每次他说话都跟猜灯离似的 我听不懂了 百森嘲笑着 没那个智商还怪人家说话管弯 不过也不怪你 阿燕就是个梦葫芦 要不是当演员 估计声带都已经退化了 就是就是 他高中跟我说过的话 加起来还不超过50句 对啊 就他那样还初恋 他能喜欢上你那都是世界奇迹了 温丽突然自信心膨胀吹了起来 对啊 还好碰上了我 要不然他要打一辈子光棍 此时刚回到家的宋燕 就听见温丽此起彼伏的笑声 他静止走去了卧室 温丽整个人趴在床上 两条腿开心的晃晃悠悠 这时还在和百森埋太宋燕的温丽 忽然嗅到了一丝冷意 只见宋燕走过去 撑在了他的上方 面无表情的说 你们前未婚夫妻聊得挺开心啊 吃醋了吃醋了 女人正在跟前未婚夫聊天 却刚好被回家的老公撞见 瞧见女人开心的摇晃着双腿 老公拧眉俯身上前 你们前未婚夫妻聊得挺开心的呀 原来刚刚温丽趁着宋燕不在家 就偷偷和百森打听宋燕从前的白月光 谁要被现场抓包 温丽心虚的没有说话 百森大笑两声调谈起来 阿燕 这么晚才回家 把我那如花似玉的妹子扔家里太不像话了 宋燕淡淡开口 我不这么晚回家 怎么给你们制造聊天机会 温丽忍不住小声嘟囔 不就聊得天而已吗 是吗 就聊天 那我走 你们继续聊 说完就立马起身 温丽健壮极了 一把拉住他 你别走别走 谁知他这一扯 宋燕没有反应过来 哼的一声 俩人唇角结结实实地撞到了一起 温丽下意识地叫了一声 让电话里的百森立刻展开了想象 刚才什么声音 你们在干嘛 我还在呢 温丽的嘴角磕得微微泛红 眼泪都不由地流了出来 俩人现在都没空搭理百森 宋燕心疼地看着老婆的嘴角 可温丽往后缩了缩 猛地从床上跳起跑进了洗手间 宋燕看着他慌张的模样 似乎想到了什么 摸着隐隐刺痛的嘴角闷笑出声 这是一个突兀的声音 不合适宜地冒了出来 喂 来个人搭理下我好吗 宋燕拿起手机 以后晚上少打电话过来 我靠 你真吃醋啊 拜托阿燕 她是你老婆也是我发小吧 况且你也知道 我从来没把她当你的看 我没怀疑你们 我就是小心眼 那你还阴阳怪气地强调前未婚夫妻 再说那丫头又不只有过我一个未婚夫 我听说她六七岁时 她老爷就给她指定了一个 后来不知道怎么掰了 这才换我顶包上 所以你不用想那么多 管她以前几个未婚夫 现在你才是她的唯一 宋燕听完低声地笑了两下 拜托这才放下心 总算把你哄好了 对了 你们刚刚怎么了 我听到那丫头喊了一声 没事 不小心跟我磕到嘴了 刚说完宋燕就后悔了 这时拜托以为深长地笑了两声 飞飞 我记得高中恋会 你好像也跟一个女生发生过这种意外吧 那嘴巴磕出血 你耳根子却比嘴巴还要红 那几天都魂不守舍了 而且早上你还偷偷洗被子来这儿 我问你那女生是谁 你还跟我装哑巴死活不说 那时候我可难受死了 宋燕就知道她会说这 嘴角抽了抽说 那你现在还难受吗 要不我告诉你 不用了 我现在没兴趣 还有温利给我打电话 是想打听你高中的事 不过你放心兄弟 我最讲义气 这时我可没跟他说 你就把那纯纯的初恋 放在心底永远怀恋吧 另一边躲进洗手间的温利 正在检查自己的嘴角 忽然想到从前 还记得那时温利跟同学吵架 让百森不上体育课在教室陪他 一进百森的教室 他就哇哇地大哭了起来 开始抱怨其他的朋友 哭到一半忽然开始质问百森 我哭了这么久 你都不知道递张纸巾啊 随即座位上的男生 慌忙地抽了张纸递过去 舒服多了 还是百森跟你对我 好字还没有说出口 温利突然愣住了 眼前是一张和百森 完全不一样的脸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沉默的气氛显得格外尴尬 想到当在不熟的人面前 说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还凶着让他拿纸巾 他顿时眼睛又尬得开始尿尿 宋燕连忙又抽了张纸巾 轻声安慰着 别哭了 这时下课凌忽然想了 温利一下慌了 他现在这样子 可不能让别人看见 于是宋燕赶紧将他拉到门后面 让他先躲着 温利无语 这也能躲 我小学都不躲门后了 还有你 刚才的事情不许跟别人说 结果宋燕直接堵住了 他那个不停巴巴的嘴 弯腰低声说着 学妹 安静点 看你如温利 不知怎么的 他真的就闭嘴了 谁知下一秒 教室的门从外被踢开 宋燕一个亮呛 整个人前倾 两个人都反应不及 最后直接撞到了一起 那酸爽让温利来不及思考别的 他捂着嘴 只觉得牙齿都快被撞掉了 宋燕也很疼 摸了摸自己的嘴角 已经有了血迹 这时温利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刚刚我们是接吻了 然后就像如今一样 麻溜的跑掉了 温利处理完伤口之后 就出来帮宋燕敷了敷 还贴心的给他上了样 第二天温利去了医院看他老爷 这就不得不说在温家 那女孩可是被宠上天的宝 刚进去老爷就开始撒娇埋怨 我还以为要等我两脚登天的时候 才能见到你呢 快过来让我看看 瘦了又瘦了 瘦了上镜好看吗 所以我就说不当明星 瘦成干茶的兜 徐世茂那穷酸鬼 不但照顾不好我女儿 连我外孙女也照顾不好 她会当爸妈她 温利还没来得及说话 电话忽然响了 老爷一脸不满意 去外面街 当个明星电话比你救的多多 温利刚关上门 老爷就开始问舅舅 宋家那小子 没陪着我孙女一起来吗 没有 不来也好 想到这孙女婿 就替我孙女委屈 这时温利把头塌了进来 舅 出来下 我有事跟你商量 快去 你外甥女有话跟你说 原来是人间有你下期拍摄 需要去对方高中找回忆 所以需要公开温利的履历 可以公开 但我们的约定不能变 一旦被人知道了 你和心意集团有关 就立刻回家 但就是工作 又不是我私人原因要靠家里 我合同都签了 你的不能公开 那公开宋燕的不就行了 反正你那时隔三差五的去隔壁找百僧 比起你自己的高中那里的回忆应该更多吧 哇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你舅舅 你要不是我外甥女 我才不管你是死是活 嗨嗨 就 你也老大不小了 这嘴毒的毛病最好改改 否则别说现在三十 就是五十你也找不到对象 你的嘴是好得了多少 不照样有傻小子死心塌地送上门 宋燕才不傻 他读书演戏做生意都厉害 你行吗你 好啊 那你的履历就让宋燕想办法去吧 你是不可能找到老婆的 晚上回家 温丽就给编导打去电话 表示他大学之前都是在国外念的 新一期节目就只能去宋燕的高中追忆过去 也许是最近总是在提到过去 所以宋燕初恋的是他总是会想起 刚从洗手间出来的宋燕瞧见温丽在发呆 上前环抱住他 今天怎么没玩手机 温丽故意逗他说道 还不是因为和百僧哥打电话惹你生气了 我不敢玩了呗 玩吧 我不生气了 温丽有些诧异 宋老师你不是吧 真生气了 虽然我跟百僧哥有过婚约 但我们没感情的 就是24K纯友谊 这么多年的朋友 你总要允许我跟他偶尔联系吧 宋燕宠溺的揉了揉温丽的脑袋 我跟你开玩笑的 肯定能联系啊 哎呦呦 这么大度 那看来你也没有多喜欢我了 宋燕一下被弄得哭笑不得 对了 你最近看网上的讨论了吗 关于你初恋的 温丽试探的说着 当然我不是八卦的人 可是我觉得你那时候 是真没喜欢的人 如果非要说有喜欢的 那我只能说是百僧哥了 宋燕无语 怎么可能是他 温丽心里一紧 那是谁 就连天天跟你在一起的百僧都没发现 我还说他 你不也没发现吗 你这个小傻瓜 关我什么事 你那时候对我爱答不理的 我才懒得管你喜欢谁呢 那 那你跟他谈恋爱了吗 没有 他不知道我喜欢他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他啊 宋燕自嘲的笑了笑 因为 我怕 当初在十七八岁的年纪 他鼓起勇气 向喜欢的女孩表白 可来的却是另一个男人 别等了 你和我外甥女士有过婚约 可那已经读作数了 我父亲资助你到内地念书 不是为了让你们再续前缘 以你现在的能力 给不了我们要求给他的条件 好好读书吧 我父亲对你的资助 直到你大学毕业 温丽对他说的每一句话 他都不想再记起 却又不断地记起 最后的勇气 谨慎的清高和自尊 在那一瞬间都被扑灭了 那些难以欺齿的少年心 是他不想再提起 毕竟也不是什么美好回忆 温丽不明所以地问着 所以 你当时在怕什么呀 宋燕一把搂住了他没有说话 他喜欢的女孩又没有错 只是当时他还不喜欢自己而已 只要结局是好的 他如今得偿所愿就够了 温丽也看出了宋燕的情绪变化 心里暗暗下决心 一定要把那女孩揪出来 好好教训他 为什么让你到现在都还会难过 他表白了 他哭了 俩人在璀璨的烟火下相拥了 人间有你第八期录制 四对嘉宾回访母校 其中严厉夫妇去了宋燕的母校英德国际 现在正式暑假 学校除了部分艺术类兴趣班的学生留校 其余的同学都回了家 开场之后温丽就接到了任务卡 及其要是开启宋燕的回忆宝箱 温丽用询问的眼神看向宋燕 宋燕怂怂间 节目组可要求了我不能说 温丽心意紧 不会是他初恋的秘密吧 但转念一想 节目组又不是傻播 怎么可能整个初恋回忆录 他刚翻开第一个提示 人间烟火 围观的同学立马就抢答 是烟花广场 我们学校的表白圣地 俩人来到广场旁边的小卖部 宋燕看着柜台上的表白蜡烛 顿时就回忆起了曾经 那天他去明峰的舞蹈教室给徐力补课 温丽在旁边练习舞蹈 中途徐力去了洗手间 而闲下来偷看的宋燕 刚好被转身的温丽发现 他脸通红的立马贴过头 温丽不明所以地上前询问 阿燕学长 我刚才是哪里跳得不好吗 宋燕紧张地低着头结结巴巴道 跳跳 跳得挺好 那你怎么一脸嫌弃的样子 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 宋燕心扑通扑通地跳 因为话还没说完突然门被拧开 他飞速地拿了件衣服 披在了温丽的身上 温丽皱起眉 你干什么 学妹 你衣服后面坏了 温丽摸了摸自己的背后 还睁开了一条口子 学莉进来乔剑就劈头盖脸地喊道 我就去个厕所 你就来骚扰阿燕哥 你赶紧跳你的舞剧 我要跟阿燕哥学习了 我不跳了 我去换衣服 臭狗屎弟弟你帮我拿书包去 学莉骂骂咧咧地过去拿书包 这时有一只手伸了过来 我来吧 宋燕笑嘻嘻拿过书包 还偷摸地塞了封情书到里面 晚上他就满怀期待地在广场上准备着 期待他能像小说里一样 在烛光中向他奔来 可结果他没来 这时温利从老板那拿到了钥匙 老板嘴里还叨叨了起来 你们这么快就找到我这 我在这里见证了好多学生表白的场景 还有些被老师抓个正招的 这么倒霉啊 还有些更倒霉的是被家长抓到的 那才是惨 温利一脸不可思议 在学校表白怎么会被家长抓到啊 女生没来 回头跟家长告状了呗 我记得那男生长得挺好看的 宋燕的眸色顿时黯淡了下来 他立马拉起了温利的手 扭头就往外走 你怎么了 是累了吗 来过 还没等温利继续开口 宋燕立马就往下一个任务的走去 见状温利也没有多问 几个任务之后 最后一个地方是教务楼 宋燕的班主任说道 宋燕这孩子呀什么都好 就是不太爱说话 没成想他还当了演员 温利拿着宝箱里的毕业照 一边端向一边听着班主任说话 直到这一段录制结束 宋燕去看望其他老师 温利留下独自补装 这时班主任跑了过来 宋太太 我想和你单独聊聊 温利 我记得你是百森的朋友吧 温利吓了一跳 老 老师 你还记得我呀 当然记得 放心 宋燕来之前给我打了电话 我知道你的事要保密 我叫你过来是让你替我还给宋燕一样东西的 这些也算他的秘密 给别人我不放心 刚才有镜头也不好给他 这是高三是我从他那脚来的 老师把杂志递了过去 温利看着封面愣住了 这不是他之前背着家里去拍的言情小说杂志封面吗 宋燕他 他以前还喜欢看这样 温利怀着复杂的心情翻开杂志 映入眼帘的竟然全是他的名字 再往后翻还有宋燕标注的话 我站在广场上 将点燃的蜡烛围成新的形状 对喜欢的女孩说我喜欢你 他笑着冲我跑过来 不进我的怀里 那一刻真好 我喜欢的女孩是那么好 后面却紧跟着他没来三个大字 看着被捏皱又抚平的纸 他能想象到当时他的难过失望和生气 原来温利就是宋燕一整个青春的秘密 这段青涩的青春太丢脸 难怪他是怀不了更不愿意说 温利握着杂志的手在颤抖 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班主任知道他懂了 你们现在都结婚了 我拿给你看宋燕应该也不会怪我 温利哭着哭着又没心没肺地笑了 嘿嘿 他的初恋就是我 只不过我太蠢了 不好意思啊老师 我们演员情绪都比较饱满 温利收拾了一下心情开口道 刚刚您说这是从宋燕那里缴来的 那他上课会偷偷看吗 我的课倒是没有发现 他算听话的 不过有一次他上课对着窗外看了好久 也不知道看谁 窗外来人 温利一下就想到了十年前 宋燕和百森正在按老师要求拼桌进行讨论 其中一个男生突然拍了拍百森 你看楼下那个是你未婚妻吧 百森美好气的对道 温利 发小 青梅竹马 你叫哪个不好 就特么认识未婚妻三个字啊 你这丫头又逃课 小心我跟你舅舅告状 告什么状 你先看看手机消息 百森拿起手机扫了一眼 随后推了推宋燕 咱俩换个位置吧 你坐窗户边上去 温利那天不是跟朋友吵架逃课找我吗 你不是替我回教室等他过来 还记得吧 他跟别人又和好了 现在带朋友来看帅哥 宋燕眼皮颤了颤 我记得呀 现在是来看你了 不是看我 他带人看你的 去露个帅脸给人家看一眼 宋燕被百森推到窗户边坐下后向外看去 温利瞧见他愣了几秒 然后有点尴尬低下头 不自在地摸了摸鼻子 嗨嗨 转头看向朋友 那个 我没骗你吧 是不是比百森还帅 见到朋友一脸花痴样 他满意地朝宋燕挥了挥手 谢了学长 结果宋燕刷的一下撇过了头 躲开了他的视线 温利有些失望地鼓了鼓嘴 心想是不是自己突然过来惹他生气了 那我走 随后就没心没肺地挽着朋友一起离开了 看着他们的背影宋燕又有点生气 就这样走了 总是不打招呼地突然靠近 突然闯进人心里 真过分 也不知道外面有什么好看的 他一直看着发呆 我叫了半天他才回神 温利作为当年窗外风景的 耿紧刚大的点着头 把宋燕这段难以欺耻的暗恋心事 交给了被暗恋的当事人后 班主任算是了缺了一桩心事 可温利却为难了 他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 如果突然跟他说 我知道了你的小秘密啊 怎么感觉有点耀武扬威 不行不行 就算我是他心事里的女主角 也得保护好他18岁时最隐秘的情愫 姐 你干嘛呢 设置组来催了 温利手忙脚乱地把杂志塞给了助理 你把这些藏好 别让宋老师发现了 晚上录制结束 他们回到安排好的酒店 温利下车后 小助理大声问道 姐 你上午给我的杂志还给你拿 小助理还没说完 就被温利一把捂住了嘴 那个宋老师你先上去吧 我和温温说点私事 怎么了姐 又不是色情杂志 你不懂 男孩子的心也很脆弱 直接戳破会伤害到他的 小助理一脸茫然 我还是不懂 你不用懂 你先把行李拿上去 我去一下子彤的房间 杂志给我藏好了 随后小助理把温利的行李送了上去 交代了一下他的去向 刚转身离开就被宋燕叫住 你们刚才说的什么杂志 其他男艺人的 不是 绝对不是 就是姐自己的 宋老师我还得还房贷 别的我真不能说了 宋燕顿时想到了什么 那时候他知道温利开始拍杂志封面后 只要出了新的他就会跑去买一本 有一次还差点被百森发现 晚上睡下后他开始复盘 听工作人员说 今天温利被班主任留下聊天了 那杂志估计就是 而且他还给他舅舅打了电话 藏了那么久的秘密 还是被你发现了 是不是给你造成了负担 你印象中冷漠树立的学长 其实被地里收集了 你做封面模特的青春杂志 明知道你是朋友的未婚妻 却还是喜欢上了你 这样的我 很恶心吧 第二天录制继续 温利拜托导演 别让宋燕去烟花广场 他想给他个惊喜 导演听后比温利还亢奋 各位工作人员注意了 在温老师惊喜准备好以前 不能让宋老师出现在烟花广场 收到收到 保证完成任务 各部门注意了 宋老师的行动路线 可能会经过烟花广场 如果遇到请注意拦截 眼看快到烟花广场了 宋燕自己却主动 提出去别的地方 跟拍小哥一脸惶恐 是不是有人泄命了 宋老师怎么突然改变路线了 而另一边的温利 正在自己摆着蜡烛 助理本来要上去帮忙 但是被温利拒绝了 他想着宋燕当时 也是一个人做好这些 他也要自己来 我摆摆摆 我点点点 烟花也就问 登登登登 大功告成 等等 东西都准备好了 但自己应该还要说点什么才行 文文 你去把车里82年的饮料拿来 姐 录节目呢 这么嚣张 壮胆 过了一会 他就开始蹲蹲蹲了起来 喝完环嘶哈嘶哈的 随后长舒了一口气 满意的勾起了笑 现在万事俱备了 另一边跟拍小哥 立马就跟宋燕说 要去烟花广场和温利会合 宋燕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他还是太在意那个地方了 走到广场外 远远就看见了聚集的人群 走近一看 他狠狠愣住 温利穿着民中的校服 跟十年前记忆里的杏黄色一样 扎着当年最长扎的丸子头 还是那副利落可爱的样子 温利抬起下巴笑盈盈地看着他 即使什么都不用说 宋燕此刻也懂了 他将手别在身后 有些扭捏地晃了晃脑袋 吞吞吐吐半天 心想着早知道再多喝点了 那个 这些蜡烛 一个人摆了好酒 送给你 那什么 我还准备了烟花 说完就蹲下去点 演完就仰头去看宋燕 观察他的反应 是高兴还是生气 他自作主张的行为 是让他释怀了还是觉得冒犯了 可下一秒 宋燕的泪水就溢出了眼眶 他一把拉起了温利 俩人紧紧相拥在了一起 同时烟花站起 女人刚回到家 老公就把他按在墙上摩擦 丝毫不给老婆反抗的机会疯狂压榨 就在刚刚 温利穿着高中的校服 在烟花下跟老公表白 宋燕顿时湿润了眼眶 眼角不受控制的 低落了什么东西 他一把抱住了温利 把头埋进了他的颈窝 小声对温利说道 别让我被拍到了 温利关了卖 像哄孩子似的安慰他 乖乖哦 不哭了 宋燕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 都是你这个罪魁祸首 温利温柔的笑了笑 学长 我暗恋你好久了 能不能做我男朋友 温利穿着校服 将十年前自己错过的告白场景 在十年后用同样的方式还给了他 以他爱他的程度 却爱他 用只有他们俩人明白的方式 抚平了宋燕对于十年前的那份执念和缺口 拍摄结束后 宋燕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你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只是觉得今天的烟花广场和记忆里的格外不同 感情应该是对等的 你那么喜欢我 我也要对你公平才对 虽然我之前做的不够好 但从现在开始 我会努力去弥补的 收工后酒店的路上 延导心情大好的给温利打去电话 今晚录制的素材很好 温利一脸得意 我表现的是不是很不错 是挺不错的 就是招数太土了 宋燕尴尴尬的举起手 怪我 我吐我吐 紧接着反驳延导 哪里吐啊 我觉得超级浪漫的 而且宋老师他都被感动的不行了 感动 没看出来 要是我老婆整之初 我感动了肯定抱着他猛亲了好吗 结果宋老师就只抱了你一下 没劲 温利尴尬的替宋燕变紧 周围那么多位成年 肯定得注意下影响了 而且就算真的清新了 最后还不是都要剪掉 延导像急了没吃到狗粮的哈士奇 你们亲你们的 我们捡我们的 有问题吗 你们两口子一点也不浪漫 回到酒店后 温利突然觉得延导说的也有道理 他都快五十岁的人都对老婆那么热情 虽然宋燕也感动的留了几滴美的泪 但除此之外好像真的过分平淡了 这要是换成他 他都想直接把宋燕亲昏迷了 温利叹了口气 这冰山学长变成了冰山老公 以后的日子算是惨了 进了房间后他忍不住的说了一句 宋老师 我觉得延导说的有 话还没说完 宋燕就将他整个人拉了过去 直接堵住了 七七五十九秒之后 不给温利反应的时间 直接一个公主抱 对不起了 先别说话 说完解开了衬衣的领口 我已经忍了一路了 有什么话等做完再说 温利本来的打算是等回酒店后 慢慢的和他重温年少 毕竟高中的交流不多 现在把事情说开了 应该会有很多话聊 但很明显宋燕现在没那个耐心跟他聊天 宋燕现在就向着地主拼命的压榨着农民 忙进忙出大半天之后 温利拖着快要散架的骨头去泡了个热水澡 在恢复了一点知觉后 他开始后悔之前嫌弃宋燕反应冷淡 跟刚刚的相比 还是冷淡些好 于是开口就说宋燕变冷 你高中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你很近欲很冷漠很不傲的 我一直都是这样 不对 那时候你明明喜欢我 却对我爱达不理的 这还不叫冷淡 因为你那时候是百森的未婚妻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那时候我和百森哥都没当真的 我知道 可是学妹 人的感情是不受控制的 不是理智上理解你们只是青梅竹马 就可以完全不在意 就像十年前 从他父亲破产的那一刻 他就从金贵的小少爷 变成了需要温家资助 才能读书的穷学生 放学时自行车被人故意放了气 还要遭受别人的嘲讽 这时温利及时出现 那一刻他正义感爆棚 趾高气昂的对着那几个男生说 是不是觉得家里有俩臭钱就了不起了 那巧了 我家比你家有钱 以后送样我照了 学长 上车 我送你回家 一上车温利就开始自我陶醉 我刚刚是不是超帅 我要是个男的 还有百思什么事 下次再被欺负就直接揍回去 别指望我每次都能恰好出现 中二晚期的温家小妹虽然极其自恋 却耀眼地让宋燕挪不开眼 那时候明知道不可以 可还是忍不住对她动了心 温利都快要哭出来了 她觉得自己就是个混蛋 宋燕满眼的心疼 你今天给我的惊喜 已经足够抵扣从前的一切了 那你在广场上看到我的那一刻 你是什么想法 宋燕沉默了几秒 你真的要听实话吗 说完还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侯姐 我想 温利被她的虎狼之词震惊到了 我今天可是穿的校服 16岁啊 你瞎说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穿着校服 所以你16岁的时候我就想了 就像现在一样 第二天 化妆师关心地问道 温老师你眼睛有点肿了 是没休息好吗 姐 你昨晚几点睡的呀 温利想了想 5点吧 宋燕认同地点了点头 小助理傻白甜地问 5点才睡 那5点之前你和宋老师在干什么呀 化妆师赶紧拉着单纯的小妹妹 你傻呀 人家恩爱小夫妻爱几点睡几点睡 温利和宋燕同时用打哈欠掩饰着心里的尴尬 晚上录完回家 温利累得摊在床上 宋燕温柔地摸了摸老婆的脸 怪我 让你太累了 你过来趴下 我给你揉揉 温老师觉得我的手法怎么样 够不够为我昨天的行为做补偿 勉勉强强吧 其实也不需要什么补偿啊 昨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说完他把宋燕也拉倒在床上 而且我还有事情没问完呢 那你还想问什么 你问吧 当年你那同性非闻都是借口 你只是为了把我拖出郑雪和陆明的舆论漩涡是吗 对啊 虽然当时这理由有点牵强 不过还好你傻相信了 说谁傻呢 起来坐好 好好回答我 我在海外练习那一年 我可是一直悄悄关注你的消息 那你呢 我可是把你的电影从出道到现在的全都看了 你看过我的作品吗 宋燕文言愣住了 见宋燕不说话 温丽傲娇的摊开手 当然了我随便问而已 并没有很想知道 说完还偷瞄了下宋燕的反应 哎呀呀呀 你怎么哭了呀 等我去拿纸巾 然后搜的一下起身 回来 你去海外的那一年 我只要不演戏 就会关注你的事情 我想着如果我站在聚光灯下 就能更快的被你注意到 所以我选择当演员 而且你的所有作品我都看过 这就是我的回答 只是有点可惜 之前的我们就那样错过了 温丽感动的浮上宋燕的脸 虽然以前的我们错过 但现在我们已经是夫妻 我们未来还很长 之后会有很多机会合作 到时候我们就像现在这样窝在一起 看我们的共同作品 就我们两个 好不好 第二天为你成团录制现场 许昕月在后台意外 撞见了温丽和小鲜肉的行为亲密 二话不说的立马拿手机拍下证据 转头就找到宋燕 妄想着用视频去挑拨他们夫妻关系 来满足自己心里的算计 两人互相坦白心意之后 宋燕又一次被温丽感动哭了 因为温丽比她想象中更喜欢她 隔天录节目时 化妆师发现温丽的眼睛有点浮肿 询问得知 他们昨晚明镜五点才睡的 文文这个傻妞听后 居然好奇问起原因 可把一旁的化妆师给无语道了 赶紧把她拉住制止 人家恩爱小夫妻 爱几点睡几点睡 这时她才反应过来 随即躲在身后暗自失笑 刚才还在说不困的温丽 现在两人同步都在打着哈欠 经过一天的忙活 爱情滋润的力量已经耗尽 温丽躺在床上 累得不愿意动了 反而宋燕这个罪鬼祸首 却精神异议 所以她得好好补偿一下她 温丽的腰还酸着 也不跟她客气 直接趴下享受起她的服务 经过半个小时的按摩 温丽的症状有所缓解 随后也不打算追究 也不需要她补偿 毕竟昨晚的是太震撼 不管谁听了 都会睡不着的 不过两年前有件事 确实要和她算算 接着强势把宋燕给拉倒在床上 调皮地竖起手指比划 我还有事没问完 对于她的调皮 宋燕早就见怪不怪了 原来温丽终于发现 宋燕不是同性恋 当时是为了降低她的警惕 才和她协议结婚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她 可是这么别角的理由 只有她这个傻瓜才会信 一点也没有怀疑她的用心 而温丽 听见说自己傻就不乐意了 当即揪着她的衣服抗议 可把她给逗得不轻 可接下来温丽的话 却让她很震惊 因为她去国外当练习生时 一直都关注她的消息 发现她比自己先一步 完成她的梦想 并且她从群众到影帝的 所有电影她都看过 此时宋燕正正地望着她 不过温丽又开始装起傲娇 说她不是很想知道的 可听见她一声不吭 于是敲咪咪睁开眼睛偷瞄 结果看到她又把宋燕给弄脱了 有点疑惑 她今天是待遇上身了吗 但是她的眼泪 让她觉得心疼 当即起身去拿纸巾 却被宋燕一把捉住她的手制止 原来她们一直都是心意相通的 她做的不比温丽少 甚至把温丽的梦想当作自己的 只为站在巨灯光下 吸引她的注意才去做演员 而她的作品她都看过 连台词都记得 听完宋燕的表白 温丽的泪水也从眼眶中流出 宋燕却暗自觉得可惜 之前的她们居然就那样错过了 但是错过就是错过了 不必觉得可惜 最重要 现在她们已经是夫妻 她们以后的日子可长着呢 以后可以一起合作拍更多的作品 两人就像现在这样 窝在一起观看 这是一个约定 也是一个承诺 一个只属于她们两个美好的爱情故事 宋大影帝的醋坛子又打翻了 明明温丽特意避嫌 只和弟弟排练 结果她连她亲弟弟的醋也吃 温丽收到助理通知 这期节目 倒是要和学员贴面热物 因为动作挺暧昧 有点麻烦 突然宋燕握住她的手 要替她解忧 不过却被婉拒了 这点小问题 她能搞得定 因为学员里面有她弟弟在啊 只需威胁弟弟 选她不就好了 对此徐丽可是极力反对的 不过反对无效 谁让她是姐姐 而她是做弟弟的那一个呢 可是就算徐丽答应啊 也明显没有放开 毕竟和姐姐跳这么暧昧的舞 她怕把舅舅和老爷给气死 就算他们不看 那还有宋燕那一关也过不了啊 她怎么有个这么愚钝的弟弟 她作为已婚人士 千方百计选她 不就是为了避嫌 不让宋燕误会吗 唯恐弟弟不配合 温丽直接拿出软媚技能 求她答应 弟弟也豁了出去 就当被猪占了便宜 温小猪怒气飙升 兔崽子 你说谁是猪 不过徐丽认真起来 还是很靠谱的 两人动作很合拍 连摄像师都忍不住 拍下视频赞赏 对摄像师道谢之后 温丽反手就把视频 发给宋燕要表扬 后者当即就打了电话过来 温丽接通电话后 暴交炫耀 找她要称赞 结果宋燕回复平平淡淡 霸道不满追问她之后 也只是得到好看二字 温宝宝很是丧气 这个老公 居然还不如工作人员反应热烈 不过宋燕之所以 有这么冷淡的回复 归根究底 还是她吃醋 如果不是他人在外地拍摄 恨不得将她绑在床上 惩罚个三天三夜 温丽文言老脸一红 不敢说话了 随即再一次向她感叹 宋老师 你变了 听着她的话 温丽自动脑补她在身边的模样回答 你便骚了 宋燕低声询问她 喜不喜欢 俗话说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温丽没有否认 也没有让她闭嘴 不过宋燕却以她的意愿为由 换个方式逼问她 温丽听后恼羞成功反驳 光说不做 等你回来做不到三天三夜 我就让你在微博出名 又喝 敢质疑一个男人的能力 到时候 某人可别求饶 被宋燕这么一下唬 温丽瞬间被惊醒 当即休愤以工作为由 让宋燕别一天到晚 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宋燕还很委屈 明明这把火是她聊起来的 不过温丽并不知道 反而觉得很委屈 还以为她只是单纯的不喜欢 或者是自己对她没有吸引力了 这个自然不是的 她的五季宋燕打心眼里喜欢 只不过这份福利只属于她一人 如果是双人的 那对面的那人只能是她 之后便把电话挂断 温丽迟疑之后 她终于发现宋燕的醋意 居然连她亲弟弟的醋都吃 不过嘛 她倒是不排斥 反而心里冒起泡泡 她还挺可爱的 温丽这次好像玩过火了 因为绿茶表又来招惹宋燕 而且还想顾忌虫师 给他们制造误会 那温丽自然不肯 要收拾她 结果却把宋燕给惹生气 此刻温丽知道宋燕吃醋后 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 不过还是有点心疼她 随即用着可惜的眼神 看向弟弟 你说 你出生的时候 怎么不是个妹妹呢 可把弟弟给无语死了 此时门外有台手机 把姐弟俩的互动给拍下 拍照的不是别人 正是基于宋燕的许心愿 还想拿去给她看吗 劝你别白费力气 宋燕这边挂掉电话后 也是一脸的甜目 脑海中已经浮现 她知道后傲娇的模样 算了 谁让她是我老婆呢 就让她得意吧 几天后 郭导为了给她的干女儿 许心悦铺路 特意请客吃饭 她的本事也是厉害 把郭导哄得团团转 连亲闺女的话都不听 还想让宋燕当她的男主角 不过被拒绝了 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宋燕眼里只有温丽 更何况还是一个走后门的 怎么和实力派的温丽相比 两个导演同样 对温丽的能力表示赞同 宋燕开心笑着 让他们别赞了 不然她的尾巴都要翘上天 导演笑咪咪打去宋燕 就你老说她 我看温丽挺谦虚的 是不是只在你面前这样 答案就是明摆着的 于是让导演放过她 把导演惹得哈哈大笑 不久后 郭导带着许心悦姗姗来迟 宋燕见到许心悦的那一刻 觉得有点眼熟 想起她是温丽的学妹 并且知道温丽讨厌她时 于是宋燕自觉向老婆站队 把她当空气忽略到底 突然温丽来电话查岗 和导演告知一声 出去接电话 许心悦偷偷也跟了出去 听到宋燕提起温丽 和异性跳舞的事 心中一醒 自以为机会来了 于是假装不知道宋燕再接电话 大声催她回去包间 温丽听后就知道 她还没对宋燕死心 于是让宋燕开免提 她这次要把这朵烂槽花 给彻底掐死 许心悦 你有大病就去看医生 你自身拥有那么好的条件和资源 就算以后隐退了 找个正经男人谈恋爱 不香吗 你要做见自己我不拦着 既然被包养 那就请你有点职业操守 别吃力爬外小心噎死 你眼前搭讪的男人 从里到外 包括每一根头发丝 都是属于我的 就算哪天我玩腻了不要塌了 也轮不到你 哦耶 温丽的这番话 成功把许心悦给噎死了 就在温丽准备要收尾时 宋燕去生气质问 等一下 你刚才说完腻了 不要我了是什么意思 自从宋燕把心 完全交给温丽的那一刻 她就变得很胆小 因为她的一举一动 都能轻易调动她的情绪 哪怕只是一句小小的玩笑话 那后果也是她承受不起的 温丽此刻焦急坏了 害怕宋燕会不听她解释 不过宋燕生气归生气 倒不至于直接把人判死刑 她不按套路出牌 让温丽有点点意外 这时 许心悦还不死心叫喊着 对于这种死缠烂打的女人 宋燕一秒都不想和她待在一起 毫不犹豫转过身离开 还不忘初言 警告她和郭导都不是傻子 让她不要自讨没趣 可有些人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回去宴会上 郭导也明知许心悦去找了宋燕 不过她并没有生气 而是耐着性子警告她要知足 还试图用名利说服 把她留在身边 奈何她现在只有一个执念 那就是得到宋燕 另一边的温丽 还在努力地哄人 可效果好像有点不太理想 宋燕虽然愿意听她的解释 但她说的话 确实把她给伤到了 温丽还不知错 反而埋怨宋燕和她离心 许心悦明显对她有想法 别人对她什么想法 她管不着 她只在意温丽的想法 这毋庸置疑 温丽是喜欢她的呀 在她说那句话之前 宋燕是相信的 这种有理说不清的感觉 让温丽崩溃了 让宋燕一定要信她 可是宋燕却让她换位思考 如果她对百森说了同样的话 她会是什么感受 毋庸置疑 她也会很伤心 当然 宋燕不会这么做 只有她会 温丽终于乖乖认错 保证没有下一次 可宋燕压根不幸 毕竟娱乐圈诱惑多 说到这个 温丽打算反驳 可宋燕直言 不会有二心 不然她不会浪费十年 去等一个傻子开窍 温丽听后当即炸毛了 不过她确确实实做错事 只能再次乖乖认错 经过这一通情绪安慰 宋燕心里舒服了点 也原谅了她 但是她真的很爱很爱她 所以她很胆小 经不起她一点点的惊吓 一丝丝心疼涌上心间 温丽这才明白 把她吓到没了安全感 本来宋燕都打算放过她了 忽然听到温丽说了一声 我爱你 这天大的喜悦 把宋燕砸得简直难以置信 想再听她说一声 但温丽却害羞不肯说了 把宋燕急得要赶回去 却被温丽以工作为由阻止 这男人猴急什么呢 宋燕脸上肉眼可见的高兴 不过许新月这时 又来骚扰宋燕 本来宋燕都不想搭理她 却听见她严肃提起 有关温丽的事 这才满不在乎 施舍一分钟给她 不过为了预防万一 偷偷开了录音 只见她兴奋说起 温丽出轨了 出轨对象还是徐丽 什么 她好像听到一个世纪笑话 简直离谱她妈 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其实宋燕心里 一直有个梦想 她希望温丽的性格 能够温柔一点 哪怕温柔一点点也行 可惜在温丽的字典里 压根就没有这两个字 哎 谁让自己栽在她身上了 那就只能换她来吧 此刻宋燕 听完许新月的爆料 心里只剩五语二字 顿时觉得 她就像一个跳梁小丑 而她还浑然不知 继续抹黑温丽 和练习生存在暧昧关系 看到两人从房间里面出来 衣衫不整 宋燕一听就知道 姐弟俩就像往常那样打闹 所以她现在就拿着是做文章 让宋燕误会温丽出轨 好装着一副关心的模样 再趁虚而入 安慰宋燕受伤的心 如果不是宋燕对温丽之根之底 还真会信了她的鬼话 同时看着她这楚楚可怜的样子 忍不住叹气 这辈子都不会出现在温丽的身上 这女人天生要强 温柔是什么鬼 她永远学不会 不过感叹归感叹 这场侯戏也该结束了 一点也不好看 还害她白担心一场 随即喊助理将人 塞回郭岛的房间 自己则转过身离开 宋燕的平淡 出乎她的意料 还不死心在身后叫喊 宋燕彻底没了耐心 好吵 我爱她就够了 别多管闲事 听完这么绝情的话 是个人也该清醒了 可她偏不还把恨意 算在温丽的账上 回到房间的宋燕 马上就跟温丽汇报 把桃花给掐了 并且把刚才的录音也发了过去 温丽听完 简直难以置信 以后得防着这个女人了 虽然这是影响不了宋燕 但对温丽来说是大事 于是提醒做好应对之策 她当然有做防御措施的 和弟弟跳完舞后 都尽量没和她接触了 没想到还是被传出去 不过问题不大 接着催促喝多久的宋燕去休息 可是她舍不得就这样挂掉电话 今天温丽的那声表白 让她整个世界都阵三阵 可是她又不让她回去 只能退一步 想多听听她的声音 并且毫不掩饰对她的思念 我想你了 温丽听后心软的一塌糊涂 贴心让她躺下在陪她说话 直到把她哄睡着在挂电话 之后两人腻歪半小时 把她哄睡后 温丽开心极了 原来喝醉了的宋老师 会这么软这么甜 她要好好记下来 而回到房间的许新月 听见郭导的呼噜声 更加的憎恨 她想不明白 为什么就是比不过温丽 诶 承认别人比你优秀 有这么难吗 简直就跟被鬼迷了眼 硬要比个高低才行 手机这时弹出一条 两人定装照的消息 而温丽的明显比她好看 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打开前几天偷偷录下的视频 只要把这个证据发出去 那她就完了 师姐 你可别怪我了 温丽又一次遭遇小人陷害 而且这次还牵连刚 踏入娱乐圈的弟弟 韦姐泽刚 她深知网络暴力有多恐怖 虽然平时她是喜欢欺负徐丽 不过能欺负弟弟的人 只有她一人 其他人通通给她闪一边去 不过姐弟俩闹归闹 感情不是一般的深 徐丽记得姐姐下月生日 问她要什么礼物 她什么都不缺 只想揍她一顿 徐丽表示不可能的 既然不行 那她就没啥想要了 只希望她出道时 不要让她出钱资助 看不起谁呢 你能行 那我自然也能做得到 温丽自信撩着头发 你 你不行 你没我有魅力 徐丽没当一回事 反而想到给她写一首歌 要一个亿的版权费 温丽当即生气怒骂 一个亿 你怎么不去抢 忽然想起许新月那个绿茶 正想发消息提醒弟弟注意点 但是话到嘴边 还是以粉丝为挡箭牌 说她不想和她组CP 那徐丽自然没多想 又对了姐姐一句 而改变主意的温丽 觉得这件事 她自己就能搞定 可毕竟这是个定时炸弹 还得找时间和弟弟说一声 可是等来的却是许新月的爆料 而且还是在成团的那一天 温丽看到这两张 暧昧动作的相片 一抹担忧涌上心间 没想到 事情还是发生了 想起以前自己被网爆的痛苦 这些经历让她试过就好了 于是转身出去找徐丽 如今的温丽已经成长 她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把弟弟给护好 于是让经理人和导演说一声 她来处理现场 来到徐丽的化妆间 连工作人员都在说些难听的话 不过温丽没生气 只是让他们出去 单独和弟弟谈谈 此刻的徐丽 低着脑袋一言不发沉默着 笑着把无关的人员送出去后 当即把门给反锁 原来徐丽早就知道是许星月做的 因为之前他们单独见面时就看到她 奇怪她怎么还不动手 之所以没有告诉温丽 是她以为这件事 不会闹得这么大 可把温丽给气得扯着她脸训斥 娱乐圈的水很深 拨脏水只是常规操作 不过也没关系 反正团队很快就能出通告澄清 听着姐姐泰然自若处理着事情 徐丽整个人震惊不已 有多久了 她都快忘了 姐姐还有这么靠谱的一面 然后在听到温丽要先一步上台时 徐丽急忙把人拉住 疑惑询问原因 不应该他们一起上吗 自然上台帮你清理障碍 免得她被那些眼下耳聋的粉丝误伤 一股暖意涌入心间 那你就不怕 早些年她是害怕的 如今见过大风大浪 这点小浪花根本算不上什么 这可是她的亲弟弟 得让她好好的成长 那些年经历的恶言恶语 她自己受过就好了 但是事情的严重性 还是要和弟弟说清楚 毕竟伤人的话就像一把无形的刀 心里承受能力 差点就会想不开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那一点 她这个做姐姐的 给弟弟挡着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有姐姐保护着的感觉真好 不过姐姐再厉害 终究是个女生 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躲在姐姐的羽翼后面呢 你别仗着自己 是我姐就成英雄 温丽当即赏了徐丽一个大例子 小时候你的作业 还是我帮忙写的呢 徐丽不满嘟囔的 得了吧 你写那几道题都是错的 温丽没好气埋怨 小兔崽子没良心 记坏不记好 这点小事倒是记得挺清楚 徐丽心中意暖 姐姐对她的付出 自然都印尽在心 所以更加不能让姐姐先上台 现在该让她来还个债 替姐姐把臭鸡蛋挡了 将舆论澄清 为了预防姐姐再次反驳 故意将她的头发弄乱 果然温丽的注意力就被分散 捏着徐丽的鼻尖 心事问罪 而徐丽则顾及面子 让姐姐赶紧松手 既然事情已经说开 温丽也放心 让弟弟去了 反正现场有安保 看着弟弟离去的背影 温丽露出欣慰的笑容 长大了呢 突然 徐丽停在门口处 你的生日礼物 要提前给你了 说这个干什么呢 她现在哪有心思在意这些 但是这笔账 该去找人算一算了 听见重重的摔门声 许兴月看到温丽进来 一点都不带心虚 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 而她死到临头 还在装绿茶半无知 这种人只是将她踢倒 真是便宜她了 真该左右开弓匡匡 给她两个耳光 了是她的老公不止 现在连她还没出道的弟弟都要搞 这下许兴月慌了 那是她的弟弟 不幸是吧 那就让徐丽唱给你听听 虽然在姐姐的面前承诺了 可独自面对观众 心里难免会感到紧张 但是该做的事情 我还是会要做 随即吩咐工作人员把音乐关了 她要在台上 把姐姐的生日礼物送出去 原来那天 她不是开玩笑的 徐丽真的为温丽做了一首歌 和观众公布这个消息后 台首轻轻拨动琴弦 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声响起 台下的观众听着歌曲里面温馨的歌词 纷纷炸开了锅 我去 他们真的是亲姐弟 于是 舆论彻底给颠倒过来 全都倒戈谩骂造谣者 当然最震惊的莫过于许兴月 怎么也没想到 那会是她的弟弟 温丽接受到弟弟满满的爱意 也彻底放下心 真是个蠢女人 一天到晚只想着拉她下水 也不想想 就算她要出轨 也不可能在公司里面 而且 宋厌长的帅又有能力 放着这么优秀的老公不要 她又不傻 温丽的人生 真的太幸福了 不但有个护短的弟弟 还有个喜欢了她十年的好老公 如今被绿茶造谣 她和弟弟婚内出轨 温丽知道 第一时间跑去安慰弟弟 却被弟弟给拦住 反过来主动替姐姐把谣言先一步解决 而她也该去送送那个做死绿茶最后一程 此刻许兴月还死活不信她和徐丽是姐弟 温丽也揽得和她废话 不慌不忙翻动着手机 直接把她对宋厌告白的录音外放 工作人员听见很震惊 居然向有父之父示爱 这是尚赶着当小三啊 许兴月立刻害怕冲过去抢温丽的手机 不过却被温丽机制回避扑空了 现在知道怕了 当时抱她和徐丽出轨的视频怎么不知道害怕 她被人捉到把柄 这才乖乖跪下和温丽道歉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给过她这么多次机会 这次必须将她斩草除根 这下许兴月慌了 公司和投资方 不会答应你乱报的 看来你是不到黄河不心思 那我就帮你断了这个念头 只见温丽打了一个电话 接通后 传来宋厌亲切关心的声音 不过温丽没回应 而是以艺人的身份 向宋厌询问是否够资格 进入她所在的百事公司 答案是肯定的 温丽有颜值 有能力 又有流量 妥妥一棵摇钱树 傻子才会不同意 得到宋厌这位百事股东的答案 温丽很是满意 所以如果公司不同意她的条件 那她就可以跳槽去百事 你猜公司会选谁留下来 许昕月这事还在幻想 公司不会舍得放弃她 婚礼当即被她的天真给逗乐 在你身上的投入 确实会心疼 但是如果发现你就不回来 就会立刻换人 许昕月听完 她开始害怕瑟瑟发抖 多大点是 你也用不着哭 反正都是自作自受 哎呦 杀人还要诛心 不过我好喜欢 自作孽不可活 在她选择对别人下手的那一刻 就注定会有如此下场 出来时 看到文文哭得一抽一抽的 还以为是谁欺负了她 她哭是因为 徐丽唱的歌好听又感人 温丽才记起 弟弟还在舞台上 不过现在已经表演完了 还好文文机灵 及时把视频给录下 不得不说 徐丽是有实力的 整首歌都在宣示 对姐姐强烈的感情和爱护 明明心里感动的不行 但是当文文问起时 却又嘴硬说一般般 而宋艳这边 也为温丽做好了准备 妻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她这个做老公的 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连夜联系岳父发了微博澄清 相片里的小温丽和徐丽 一左一右陪伴在父亲的身边 看谁眼睛瞎了 会怀疑这不是一家人 至于徐丽在歌词和微博里 对宋艳喊话 看来她这个小舅舅长大了 现在学会保护姐姐了呢 那她更加不能退缩大方 给出承诺 她的月亮 会永远为她保驾护航 温丽的生日快到了 可是她却感觉不到一点快乐 因为最爱她的宋艳 没在她的身边 等着 她给你的生日惊喜转个弯就到了 温丽此刻盯着手机 毫不掩饰在经理面前 说出自己想念宋艳 多简单 不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可温丽却顾及面子不肯打 于是经理便让温丽发朋友圈暗示 想要个生日惊喜 厉害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如今许昕月已退圈 徐丽也没出道 继续回去写歌 所以该去探一探弟弟的班了 这可让徐丽很无奈 怎么没人告诉她 偏偏工作人员还笑着过来邀功 问她觉不觉得惊喜 惊喜个鬼的惊喜 只能强颜欢笑 被迫坐回来台面 姐弟俩又开始用脑电波相互回对 突然工作人员向温丽提问 有没有话要对弟弟说 这正好问到点子上 她想让徐丽再唱一次歌 当时顾着收拾许昕月给错过了 便调皮要求弟弟现场 给她再展示一次 可徐丽却觉得害羞不肯 所以温丽只好撒娇哀求 我只是送你歌 没义务给你唱 场面一度尴尬 工作人员赶紧出来远场 他们真的是清洁的吗 此刻在游戏发布会场上 温丽很是郁闷不满 因为徐丽的嘴跟个棒壳似的 最后还是没给她唱 突然觉得 她这次生日很过遗憾 遗憾什么的 都是借口吧 想念宋宴的心才是真的 即使她昨晚掐准12点送祝福 可是前两年她也是这么做 但今年不一样 她想要和她一起过呀 突然工作人员进来 再次和她确认单会上场的内容 是小七战死前 抱着王爷的幻影 灰飞烟灭的画面 临走时 还对着温丽神秘一笑 顺便送上祝福语 可是温丽一心只在送念的身上 并没有察觉出来 很快到了上台的时间 温丽按照剧本扮演将要死去的小七 现场画面简直不要太美 让观众的喜欢度直线飙升 这时温丽悄悄睁开眼睛 她的王爷怎么还没来 突然耳边传来一把令她熟悉又心动生意 让你久等了 你的亲亲老公现在就到 看着温丽惊呆的模样 宋燕来到她的跟前 伸出手呼唤 温丽此刻只觉得喜极而泣 对她多日的思念喷涌而出 再也忍不住扑向这个令她觉得心安的怀抱 小七因我而死 可曾怨过我 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 她都不悔 因为她值得 按照剧本演完之后 宋燕把麦克风都关掉了 此刻是属于他们夫妻俩叙旧的时间 对于她的到来 温丽还处于震惊之中 但是宋燕对她的思念也不少 所以 为了满足她的愿望 特意来给她送惊喜 面对宋燕炽热的爱意 温丽却害羞 别过脸要离开 突然宋燕伸出手指 抵在她唇边 原来她是有备而来的 她已经和主办方打过招呼 可以等结束之后再下去 这也是 她给的第二个惊喜 陪伴 生日快乐 我的女孩 久别盛新婚 犹如干柴玉烈火 宋燕给了自己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现在温丽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把她给扑倒 找借口支走文文之后 在车里思考 该怎么对宋燕下手 不过也没什么要顾虑的 自己什么样她没见过 还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矜持是个什么鬼 那和她无关 本来宋燕就克制着自己的欲望 温丽的主动 彻底解开她的禁锢 果断把主动权给夺了回来 一把用力将温丽揽入自己的怀中 但毕竟这是在车里 宋燕必须在擦枪走火之前 问清楚温丽的意愿 你难道想 就在这儿 换作是平时 温丽肯定会拒绝这个刺激的想法 不过宋燕也就是说说而已 她是她放在心肩上的女孩 这几分钟 还是能忍得住的 此刻缓缓走回房间的两人 却觉得这几分钟的路程 是那么漫长和煎熬 恨不得背后长翅膀飞上去 可是房间里 却有惊喜在等着他们 节目组今天以为宋燕还没回来 特意提前 在他们的房间布置装饰 全体成员准备给温丽庆祝过生日 文文按照原计划看到人进行通报 关灯之后 好戏即将上演 随着门禁卡的声音响起 躲在暗处的大火 已经按耐不住要行动了 可是从两人踏入门口那一刻 连灯都没开宋燕 就已经把温丽抵在墙上亲吻 听着这种熟悉的声音 导演整个人死机卡壳了 但陷入热恋的两人 压根没注意 宋燕深情看着温丽 还喜欢吗 温丽也不矫情 上手勾住他衣服 急于肯定的回复 宋燕拿起那只俏皮的手 亲吻诱惑 要拆礼物吗 都回到家里了 此时不拆还带河时 直接撩开他的衣服 上下开工 得到女孩允许的答案 宋燕直接把人脱臀抱上腰部 深情说出那个crazy的想法 接着用行动告诉他的想法有多强烈 此刻躲在暗处的工作人员 确实听到一出好戏 也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急得团团转 作为团队主辛苦的严导 只能硬着头皮出声提醒了 随着咳嗽声响起 两人瞬间犹如一尊恐慌型的真人石雕 别说 这表情雕得栩栩如生呢 本想着开灯看看是什么情况 结果看见对面的一众人 妈爷 这简直就是他们两个的大型射死命场面 盲目猜测 这可能会是温丽毕生难忘的一个生日 那么快就会提醒了